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 鸡脚向前弯去 顶架也厉害 而且皮是好痒 对北方的黄牛 我多少懂一点 这么说吧 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 我担保能给它挑头好的 看体型 看牙口 看精神 这谁都知道 光凭这些 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 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 关键是得看脾气 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 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 左蹦右跳 这样的牛干起活来 下死劲 走得欢 皮牛呢 听见鞭子响 准是把腰往下一塌 闭下眼睛 忍了 这样的牛 别要 我插队的时候 喂过两年牛 那是在山北的一个小山村 青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 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 却只有黄土 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原地了 由于洪水年年吞噬 原地总在塌方 顺着沟 渠 小河流进了黄河 从洛川再往北 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卯 或是一道道黄的山梁 绵延不断 树很少 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 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只有打新窑 或是做棺木的时候 才放到一两棵 碗口粗的柏树 就稀罕得不得了 要是谁能做上一口博柏木版的棺材 大伙就都佩服 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 我常想 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卖舵 山坡上的狐毫和沟壑里的狼牙刺 都是百树林 那就好了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 总是稀溜稀溜地抽着汗烟 笑笑说 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嬷嬷咯 老汉家老婆家都睡一口好财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 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 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 也许还因为他穷吧 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 或者还因为别的 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 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 尤其是他的嗓子 他爱唱 可嗓子很像破罗 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 最后一缕阳光照在牙畔上 红的 破老汉用绝瓣挑起一捆柴 扛着一路走一路唱 牙畔上开花 牙畔上红 受苦人过得好光景 声音拉得很长 虽不洪亮 但颤巍巍的悠扬 碰巧了 牙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 竖着耳朵听一听跑了 可能是狐狸 也可能是野羊 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 可不行 野兽很少 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 穷山穷水 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 天快黑的时候 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 也都回村了 大的拉着小的 小的扯着更小的 每人的壁弯里都跨着个小篮 装的苦菜 线菜 或者小蒜 蘑菇 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 叽叽嘎嘎地吵 争抢着把牛粪搓回窑里去 越是穷地方 农活也越重 春天播种 夏天收卖 秋天玉米 高粱 骨子都熟了 更忙 冬天打坝 修梯田 总不得闲 单说春重吧 往山上送粪 全靠人挑 一旦粪六七十斤 一早上就得送四五烫 挣个两公分 和六分钱 在北京才购买两根冰棍的 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 在山上干活可及了 什么水都喝 天不亮 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梨 赶着牛上山了 太阳出来 已经耕完了几赏地 火红的太阳 把牛和人的影子 长长地印在山坡上 浮梨的后面 跟着撒粪的 撒粪的后头 跟着点子的 点子的后头 是达吐柯拉的 一行人慢慢地走 又节奏地向前移动 随着那悠长的 腰牛声 腰牛声 有时疲惫七晚 有时又欢快 诙谐 引动一片笑声 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 自己是生活在 哪个世纪 默默地想着 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 人类好像 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 我病倒了 腰腿疼得厉害 那时只以为 是坐骨神经疼 或是腰肌劳损 没想到会发展到 现在这么严重 陕北的清明前后 爱刮风 天都是黄的 太阳白萌萌的 窑洞的窗帜 被风沙打得 刷啦啦响 我一个人 躺在土炕上 那天 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清明节 家家都争白馍 再穷也要争几个 白馍被染得 红红绿绿的 老乡管那叫 自炊 开始我们不知道 是哪两个字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跟着叫 自炊 后来才知道 叫自推 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 一个叫 戒子推的人的 破老汉说 那是个刚强的人 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 也不出去做官 我没有考证过 我没有考证过 也不知史学家们 对此作何评价 反正吃一顿白馍 清平湾的老老少少 都很高兴 尤其是孩子们 头好几天就喊着 要吃自推馍馍了 春秋 距今两千多年了 陕北的文化 很古老 就像黄河 譬如 陕北画中 有好些 很文的字眼 喊 不说喊 要说呐喊 香菜 叫圆穗 骗人 也不说骗人 叫做玄黄 连最没文化的老婆 也会用酝酿这个词 开社员会时 黑压压做了一摇人 小油灯冒着黑烟 四下里闪着烟带锅的红光 知书念完了文件 喊一声 不敢睡 大家讨论下一个 人群中 于是吸了憨声 不紧不慢地应着 酝酿酝酿了再 这酝酿二字 使人想到 那儿的确是革命圣地 老乡们还记得 当年的好作风 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 酝酿不过是一种 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 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 心里也明白 求是不定 可知书让发言 大伙总得有个说的 知书也是难 其实那些政策条文 早已经定了 最后知书再喊一声 同意啊不 大伙回答同意 然后回摇睡觉 那天 队长把一碗紫推 放在炕炎上让我吃 他也坐在炕炎上 巴达巴达地抽烟 紫推 扶头用的是头两茬面 很白 里头都是黑面 肤子全没了进去 队长看着我吃 不言喻 临走时 他吹吹烟锅说 唉 心家不容易 离家远 心就是孩子的意思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队里再开会时 队长提议让我喂牛 社员们都赞成 年轻后生家 不敢让腰腿做下病 好好家把咱的牛喂上 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 在那个地方 丹粪 砍柴 挑水 清明磨豆腐 端午做凉粉 出麻油 打窑洞 全靠自己动手 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 唯一能够代替人里的牛 简直是宝贝 老乡们把喂牛这样的基要工作 交给我 我心里很感动 嘴上却说不出什么 农民们不看嘴 看手 我喂石头 破老汉喂石头 在同一个饲养场上 饲养场 建在村子的最高处 一片平地 两排牛棚 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 清平河水 整日家哗哗啦啦的 水很浅 在村前拐了一个弯 形成了一个水潭 河湾的一边是石崖 另一边是开阔的河滩 夏天 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 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 有时候捉到一只鳖 又笑又嚷 闹翻了天 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摇顶上看着 一带接一带地抽烟 心儿架不小地愁 他说 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 提起那家来 家有名 家住在隋德三十里铺村 破老汉是隋德人 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 就住下了 隋德出打短工的 出石匠 出说书的 那地方更穷 隋德还出吹手 农历年前夕后 坐在饲养场上 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 那些吹手 也有从米纸夹下来的 但多数是从隋德来的 他们到处窜 随便站在谁家摇钱 就吹上一阵 如果碰巧 哪家要是娶媳妇 他们就被请去 屋里挖啦吹一天 吃一天好饭 要是运气不好 吹完了 就只能向人家 要一点吃的或钱 或多或少 家家都给 破老汉尤其给的多 他说 谁也有难下的时候 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 吃是能吃饱 可是常要受冻 要是没人请 夜里就得住寒瑶 懒工人难 哎哟 懒工人难 正月里上宫 十月里满 瘦得牛马苦 吃得猪狗饭 他唱着给牛添草 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 陕北民歌 到清平湾不久 干活歇下的时候 我们就请老乡唱 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 也唱得好 老汉的日子 熬见了 人愁了 才唱得好善歌 确实 陕北的民歌 多半都有一种 忧伤的调子 但是一唱起来 人就快活了 有时候赶着牛出村 破老汉憋戏了嗓子 唱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也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到大门口 走路你走大路 再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马多 来回解忧愁 厂院上的婆姨女子们 嘻嘻哈哈地冲我嚷 让老汉唱个光棍哭泣嘛 老汉唱得可美 破老汉只坐没听见 调子一转 唱起了女儿架 一更里叮当响 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 娘问女孩什么响 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哟 往下的歌词 就不宜言传了 我和老汉赶着牛 走出很远了 还听见婆姨女子们 在厂院上骂 老汉冲我眨眨眼 撅一根柳条 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 只带这个七八岁的 小孙女过 那孩子小名叫刘晓 两口人的饭 尝试他做 把牛赶到山里 正是赏五 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 要冒火似的 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 滋滋地叫 群山也显得疲乏 乌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 方圆十几里内 只有我和破老汉 只有我们的妖牛声 哪儿有泉水 破老汉都知道 挤绝头 挖成一个小土坑 一会儿 坑里就激起了水 细珠子似的 小气泡 一串串地往上冒 水很小 又凉又甜 你看下我来 我也看下你 老汉喝口水 磨磨嘴 扯着嗓子又唱一句 不知道 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 蓝牛可不清线 好草都长在田边 离庄稼很近 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 骂着 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 爹娘八辈祖宗 骂得那么亲热 稍不留神 哪个狡猾的家伙 就会偷吃了田苗 最讨厌的是 破老汉味的那头老黑牛 称得上是老谋深算 他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 他假装吃着田边的草 慢慢接近田苗 低着头 眼睛却溜着我 我看着他的时候 田苗离他再近也不吃 一副连结奉公的样 等我刚一回头 他就趁机啃倒一颗玉米或高粱 掉头便走 我识破了他的诡计 他再接近田苗 我假装不看他 等他确信无虞 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 我才大吼一声 老家伙烈烈怯怯地后退 既惊慌又愧愧 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 有时候看着他们 累得草也不想吃 呼吱呼吱喘粗气 身子都跟着晃 我真害怕他们趴架 尤其是当那些牛 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 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了 我几次想给他们买些盐 但自己嘴又馋 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 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 待到十一二点 一遍遍给牛添草 草添得要勤 每次不能太多 刘晓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 他的小手绢里 总包两块红薯 或一把玉米粒 破老汉 用牛吃剩下的草鸽结 打起一堆火 干得噼噼啪啪的响 湿得滋滋冒烟 火光照亮了饲养场 照着吃草的牛 四周的山显得更高 黑须须的 刘晓把红薯或者玉米 埋在烧尽的草灰里 如果是玉米 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 啪的一响 爆出了一个玉米花 那是山里玩最好的灵嘴了 刘晓没完没了地 问我北京的事 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 不是窑 是电影院 前回你说是窑里 哦 那是电视 一个方侠侠和电影一样 他歪着头想 大约想不出 又问起别的 啥时想吃肉就吃 嗯 玄黄 真的 成天就想吃呢 那就成天就吃 这些话他问过好多次了 也知道我是怎么回答 但还是问 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 他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 很奇怪 他仰着小脸 望着天上的星星 北京的神秘 对他来说 不亚于那道银河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蜻蜓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不开 破老汉说 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 他1937年就入了党 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 他常常讲起广州 霓虹灯成朽地点着 广州人连蛇也吃 到处是高楼 楼里有电梯 刘晓儿听得叫也不睡 我说 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 城里人解开个狗吗 刘晓儿问 咯咯地笑 他指的是 我们刚到青平湾的时候 被狗追得满村跑 学生家连贱牛和生牛 也解不开 刘晓儿说着 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 一边数道 红贱牛 猴贱牛 花生牛 爷 老黑牛怕是难活下了 不肯吃 他老了 熬了 老汉说 山里的夜晚 静急了 只听见牛吃草的沙沙声 吱吱叫 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嚎 破老汉 有把破湖进 滋滋嘎嘎嘎地拉起来 唱 依旧头上财力东 闯往领兵下河东 幽州困住杨文广 年太平 金花小姐领大兵 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刘晓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 你常去天安门 常去 常能照着毛主席 哪来的 我从来没见过 咦 他就呈在天安门上 你去了会照不着 他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 像画上画的那样 有一回 他趴在我耳边说 你东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 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 你跟他说说嘛 他可相信你说的了 盘查我有 你哪来的钱 卖鸡蛋的钱 我爷爷不要 都给了我 让我买挂挂的 多少 五块 不够 嘻 我哄你 看 八块半 他掏出个小布包 打开 有两张一块的 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 那些钱 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 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 想解解馋 也就是买几个鸡蛋 我怎么跟刘晓说呢 我真想冬天回家时 把它带上 可就在那年冬天 我病厉害了 其实 喂牛没什么难的 用破老汉的话说 只要勤紧 肯操心就行 喂牛 苦不重 就是熬人 夜里得起来好几趟 一年到头 睡不成个胡伦觉 冬天 半夜从热被窝里 爬出来的滋味 可是不好受的 尤其是五更天 给牛拌料 牛埋下头吃的香 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 能睡好几觉 破老汉在我耳边唠叨 黑市的梁架又涨了 合作社来了花条绒 留小的凹 烂的露了花 我哼哼哈哈的硬着 刚梦见全聚得的烤鸭 又忽然掉进了 石刹海的冰窟窿 打个冷战醒了 破老汉还没唠叨完 要不回摇睡去吧 二次料我给你绊上 老汉说 天上划过一道亮光 是流星 月亮也躲进了山谷 星星和山鸾不知是谁望着谁 或者谁忘了谁 这营盛不是后生家做的 后生家正好是睡觉的时候 破老汉说 然后哀哀地发着感叹 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 我们俩就躲进牛棚 牛棚里净是粪尿 连打个盹的地方都没有 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 岛运的天 破老汉骂 然后对我说 北京够咋没 偏来这山沟沟里做什么吗 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 我随便问 他抓着那几根黄胡子 用烟锅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弯 瞪着眼睛愣半天说 咋 让你把我问着了 我也不晓得咋的 然后又愣半天 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说 我那池要是不回来 这池也住上洋楼喽 也把警卫员带上了 山里人憨着嘞 只想打扒了仗就回家 哪单也不胜谣理好 要不我的刘晓 这池还愁穿不上个条绒敖 每回家里给我寄来钱 破老汉总嚷着 让我请他抽纸烟 行 我说 牡丹怎么样 咻 黄金叶的就拔尖了 可有个条件啊 我凑到他耳边 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 汉娃娃 他骂 后沟里的指的是 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 比破老汉小十几岁 村里人都知道 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 老汉抽着纸烟 望着远处 我也唱一句 你看下我来 我也看下你 递给他几根纸烟 向后沟的方向示意 他不言串 笑眯眯的 不知想着什么了 末了 他把几根纸烟 装进烟河堡说 刘小大了 嫁到北京去呀 说吧笑笑 知道那是不沾边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 远远地望着后沟里 那沿土窑洞 我问破老汉 那婆姨怎么样 亮亮嘛 人可好 他说 我问 那你干嘛不跟他过 嘻 老了老了还 他打岔 算了吧 我说 那你夜里 常往他摇里跑 我其实是开玩笑 咦 不敢瞎说 他装得一本正经 我炸他 我都看见了 你还不承认 他不言串了 尴尬地笑着 其实 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 望着山脚下的那眼摇动 摇前 亮亮妈正费力地 披着一嘎的树根 一个男孩子帮着他披 是亮亮 我看你就把他娶了吧 他一个人也够难的 再说 也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 哎 丢下刘晓谁管 你打理过吗 爬得亮亮也浇灌得危险 刘晓要受气呢 后妈总不顶亲的 什么后妈 刘晓得管他叫奶奶了 还不一样 山里没人 我们敞开了说 亮亮家的窑顶上 冒起了催烟 老汉呆呆地望着 一缕蓝色的青烟 在山沟里飘绕 小学校放学的钟声 当当地敲响了 太阳下山了 收工的人们 扛着锄头 在木矮中走 蓝羊的也吆喝着羊群 回村了 大洋喊 小洋叫 咩咩地响成一片 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 闷闷地抽烟 他分明是心动了 可又怕对不起刘晓 刘晓的爸 死得惨 平时谁也不敢 向破老汉问起这事 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听说 都是因为破老汉 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 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 其实送十来斤米或面就行 那些年月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秋天 在山里拦牛 简直是一种享受 庄稼都收完了 地里光秃秃的 山蛙沟掌里的荒草 却长得茂盛 把牛往沟里一烘 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 或是把牛赶上山 在下山的路口上坐下 看书 秋天的色彩 也不再那么单调 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 杜梨树的叶子黄了 酸枣磕子 坠满了珊瑚珠式的小酸枣 尤其是山坡上 绽开了一层层野花 淡蓝色的 一层挨着一层 雾蒙蒙的 灰色的小田鼠 从黄土磕了后面 探头探脑 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 钻出来 扑愣愣飞上天 野鸡咕咕嘎嘎地叫着 时而出现在崖顶上 时而又钻进了草丛 我很奇怪 生活那么酷 竟然没人捕食这些小动物 也许是因为没有枪 也许是因为这鸟太小也太少 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 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 家家都把窗户打开 希望燕子到窑里来做窝 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 没人伤害它们 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 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 瞪你一眼 咦,一二吗 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 牛就都闲下了 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 老汉不闲着 把牛赶到地方 跟我交代几句就不见了 有时忽然见它出现在半崖上 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 吃得难 烧得也难 为了一小把柴 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 老汉说 过去不是这样 过去人少 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 密密杂杂的 人也钻不进去 老人们最怀恋的是 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 打倒了地主 分了地单干 财红了那城 吃也有的吃 烧也有的烧 这杂魂做过了 老乡们都这么说 真是 这杂魂 迷信活动 到死灰复燃 有一回 传说从黄河东 来了神圣 有些老乡 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 去祷告 许愿 破老汉不去 我问他为什么 他皱着眉头不说 又哼哼起 山丹丹开花 红艳艳 那才是 红了那城的歌 过了半天 使劲磕磕烟带锅 叹了口气 哎 都是那号婆姨闹的 哪号 我有点明知故问 他用烟带指指天 摇摇头 撇撇嘴 那号婆姨 我一照就晓得 如此算来 破老汉反四人帮 要比四五运动 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 有那些牛作伴 即便剩我一个人 也并不寂寞 我半天半天地 看着那些牛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意味着什么 我全懂 平时牛不爱叫 只有奶着独自的 生牛才爱叫 太阳一偏西 奶着独的生牛 就急着要回村了 你要是不让它回 它就摸摸地叫个不停 急得团团转 无心在吃草 有一回 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 醒来太阳已经 挨进了山顶 我和破老汉 邀起牛回村 忽然发现少了一头 山里常有 被雨水冲成的暗洞 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 破老汉先也一惊 但马上看明白了说 没妈的 它想儿儿回去了 我才发现 少了的是一头奶毒的生牛 离村老远 就听见饲养场上 一声声牛叫了 儿一声 娘一声 似乎一天不见 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 牛犊在母亲肚子底下 一下一下地壮 吃奶 母牛的目光 充满了温柔 慈爱 神态那么满足 平静 我喜欢那头母牛 喜欢那只牛犊 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剑牛 高高的尖锋 腰长腿壮 单套也能拉得动大不离 红剑牛的鸡脚长得好 又粗又长 向前弯去 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 他都把对方的首领 顶得败阵而逃 我总是多给他办些料 犒劳他 但他不是首领 最讨厌的 还是那头老黑牛 不仅老尖巨滑 而且专横跋扈 双套他也会气喘吁吁 却站着首领的位置 遇到外部落的首领 他倒也勇敢 但不下两个回合 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 那头老生牛就好 虽然比老黑牛还老 却和蔼得很 再小的牛冲他撑撑脖子 他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 和牛在一起 也可谓其乐无穷了 不然怎么办呢 方圆十几里内 看不见一个人 全是山 偶尔有蓝羊的人 从山梁上走过 冲我呐喊两声 黑色的山羊 在陡峭的岩壁上走 如走平地 远远看去 像是挂着的棋盘 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 是白棋子 山沟里有泉水 渴了就喝 热了就拖个金光 洗一通 那生活 倒是自由自在 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 我就是顶替了他为牛的 据说那人奸华 偷牛料 头几年 还因为投机倒把 做过县大狱 我倒不觉得 那人有多坏 他不过是争了白膜 跑到几十里外的车站上 去卖高架 从中赚出几生玉米 高粱米 白面 自家舍不得吃 还说他捉了乌鸦 做熟了当鸡脉 而且白膜里 也掺了甲 破老汉 看不上他弟弟 破老汉 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 破老汉 担着两捆柴回来了 饿了吧 他问我 我把你的干粮吃了 我说 吃得下那好干粮 他似乎感到快味 他哼哼哀哀地唱 带我到山贝弯里的 一棵大肚梨树下 咋吃 他说着爬上树去 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 看上去还要老 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 他站在树上 把一叉叉 结满了肚梨的树枝 撅下来 扔给我 那果实是古铜色的 小纸盖大小 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 酸极了 倒牙 老汉坐在树叉上吃 又唱起来 对面家沟里流河水 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 那是信天游 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 他说他给刘志丹排过棺材 守过灵 别人说他是吹牛 破老汉有时嗜好吹吹牛 牵牛牛开花 羊跑青 二月里见霸到如今 还是信天游 我冲他喊 不是夜来黑了才见的吗 憨娃娃 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 操心把心耽误下 他反唇相机 后沟里的可会迷南人 咦 亮亮妈 人可好 这梁捆柴 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 谁情愿要谁扛去 这话是真的 老汉穷可不小气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有一回 我半夜起来去喂牛 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 摸进草摇 刚要拦草 忽然从草堆里 站起来两个人 吓得我头皮发麻 不禁地喊了一声 把那两个人 也吓得够呛 一个岁数大写的连忙说 别怕我们是好人 破老汉提着个马灯 跑了来 以为是有了狼 那两个人 是瞎子说书的 从隋德来 那两个人 是瞎子说书的 从隋德来 天黑了 就摸进草摇 睡了 破老汉 把他们引回自家摇里 端出剩干粮 让他们吃 山北有句民谣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老汉和两个瞎子 长须短叹 老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 破老汉操持着 全村人 出钱请两个瞎子 说了一回书 书说得乱七八糟 李玉和也有 江太公也有 一会儿是吴子旭 一夜白了头 一会儿又是 主席语录 摇顶上 院墙上 墨盘上 坐的全是人 都听得入神 可说的是什么 谁也含糊 人们听得都是 那么个调调 陕北的说书 实际是唱 盘着三弦 哀哀怨怨怨地唱 如漆如素 像是村前 鼓鼓而流的 清平河水 河水上 跳动着月光 满山的高亮骨子 被晚风吹得 沙沙响 时不时传来一阵 响亮的驴叫 破老汉搂着刘晓 刘晓坐在人堆里 小声跟着唱 亮亮妈 带着亮亮 坐在摇顶上 穿得齐齐整整 刘晓在老汉怀里 睡着了 她本想是 听完了书 再去饲养场上 爆玉米花的 手里攥着 那个小手卷包 山村里 难得热闹 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 去看牛顶架 那实在 也是一项 有益的娱乐 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 一种拼搏的激励 我对牛打架 颇有研究 二十头牛 都排了座次 当然不是 以姓氏笔画为序 但究竟根据什么 我一开始也糊涂 我喂的那头 最壮的红剑牛 却敬畏破老汉喂的 那头老黑牛 红剑牛 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尖峰上的鸡肉 像一座小山 走起路来步履生风 而老黑牛 却已显出 龙中老态 野兽 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 然而老黑牛 却是首领 遇上有哪头 母牛发了情 老黑牛 便几乎不吃不喝地 勘定在那母牛的身旁 绝不允许其他同性接近 我几次怂恿红剑牛 向他挑战 然而只要老黑牛 晃晃鸡脚 红剑牛便慌忙躲开 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 专横 又为红剑牛的怯懦而生气 后来我才知道 牛的排座次 是根据每年一度的搅斗 谁夺了魁 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 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 即便他在这一年中 变得病弱或者衰老 其他的牛 也仍为他当年的威风所震慑 不敢贸然不公 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 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 闲了一冬 十几头剑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 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 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 自然地推举出一头 有时是两头 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 与前冠军进行决赛 那年春天 我的红剑牛正处在新秀的位置上 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 我悄悄促成他们决斗 把他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 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 否则他会骂 一开始红剑牛仍有些胆怯 老黑牛尚有余威 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 都显得越发俊俏吧 红剑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 摸摸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 他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 用蹄子刨土 等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 接近 猛地扭打到一起 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 是勇气 鸡脚的形状起了很大作用 躺着两只粗长而向前弯曲的脚 便极有力 左右一晃 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 然而红剑牛和老黑牛 都长了这样的两只脚 这就要比机智了 前冠军毕竟老朽了 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 鲜秀却认真敏捷 红剑牛占据了有力地形 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 只剩下招架之功 红剑牛毫不松懈 瞧准机会把头一低 一晃一冲 顶到了对方的脖子 老黑牛转身败走 红剑牛追上去 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 加上一道失败的标记 第一回合就此结束 这样的较量 通常是五局三胜 或九局五胜之 鲜秀连胜几局 元老便自愿到一旁 回忆自己当年的交勇去了 为了这事 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 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 他抽着烟 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 他老了呀 他救过人的命 据说 有一年除夕夜 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 吃油膜 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嚎 他想起了一只 出生不久的牛不老 赶紧跑到牛棚 好家伙 就见这牛 把一只狼顶在墙嘎啦里 黑牛的脸 被狼抓得流着血 但他一动不动 把鸡脚牢牢地 插进了狼肚子 老汉打死了那只狼 卖了狼皮 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 不是这 老汉说 那一年村里的牛 死的死 杀的杀 坏光了 全凭好歹留下来的 这头黑牛 和那头老生牛 村里的牛 才又多起来 全靠了它 要不全村人捣运吧 破老汉 摸摸老黑牛的鸡脚 对他分外敬重 这牛死了 可不敢吃他的肉 得埋了它 破老汉说 可是老黑牛 最终还是被人 拖到河滩上 杀了 那年冬天 老黑牛不小心 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 摔断了腿 牛被杀的时候 要流泪 是真的 只有破老汉和我 没有吃他的肉 那天村里 处处飘着肉香 老汉呆坐在 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 只是一个劲儿的抽烟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 有天夜里 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 都发现老黑牛站着 不卧下 别的牛 都累得早糟地卧下睡了 只有他喘着粗气站着 我以为他病了 走进牛棚 摸摸他的耳朵 这才发现 在他肚皮底下 握着一只牛不老 小牛犊正睡得香 响着均匀的憨声 牛棚很窄 各有各的床位 如果老黑牛握下 就会把小牛犊压坏 我把小牛犊赶开 老黑牛扑通一声握倒了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他一定是感激我了 他不知道 谁应该感激他 那年冬天 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了 回到北京不久 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 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 带来了乡亲们给我烧的东西 小米 绿豆 红枣 芝麻 我认出了一个小手券包 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 说是破老汉让他烧给我的 粮票很破 自透了油污 自透了油污 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了 这是陕西省通用的 在北京不能用 破老汉不信 说 咦 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 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 咋了 不能用 我只好带给你 破老汉说 你治病时 会用得上 哦 我记得他儿子的病 是怎么耽误的了 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 前年刘晓来了趟北京 他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 他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 能吃饱 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 他说黑肉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 青瓶河水还流吗 我狐狸八兔地这样问 流了吗 刘晓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戒牛还活着吗 再嘞 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 我那头浑身是劲的红戒牛 老了会是什么样 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 既专横又慈爱 刘晓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 自己想买台缝纫机 可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整天就瞎唱 还唱走稀口吗 唱 蓝弓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 谁说的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 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 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 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 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幽幽的山歌 牙畔上开花 牙畔上红 受苦人过得好光景 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 老汉唱的本也不是牙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 而是长在牙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 红的年年开 哦 我的白老汉 我的牛群 我的遥远的 清平弯 1982年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 已有很久了 仅此一句 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 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 事已至此 承认下来是上策 我选择上策 原来我甚至想提名为 詹牧师某传的 可眼下不实行作传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传 正传也不适宜 一来文体旧了 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 二来有鲁迅先生 而且至今魅力尤存 只有长茂傻气的人才不懂 不伟人之后 只能预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 由此也可见 我的套用 绝非是想也做一名伟人 实在倒是冒了 卑微和浅薄的风险呢 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 天有不测风云 明白说 你摸得清谁的底细 换言之 你胆敢保谁的历史 就完全清白 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 当过三五天特务 或者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 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 活过来的人 谁敢拍拍胸脯说 自己一向尽怀 这两年情况变了 但一般来说 悠着点总没亏吃 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 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 有说 为阶级敌人数杯立传的 没有说 为阶级敌人数杯立报告文学的 想来 报告二字的妙用无穷 无论是什么事 报告了 总归没错 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 不也是得报告吗 我要写报告文学 还因受了一个其有的启发 那天我刚要吃掉她的老姜 她忽然推说 她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 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 算我赢了 她说她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 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 也可以是 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 或者是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 牧师 其有极力笑出几个高音 把舒奇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 那是她年轻的时候 做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 后来她负责传呼电话 其有的笑声更加响亮 等我把棋子马入棋核 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 谁都会认为舒奇的是我了 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 其有说 纸笔都现成 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我心里一动 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现今知道詹牧师 做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 知道他获国神识两项硕士学位的人 就更少 多数人只记得 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 一向服务态度很好 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 一般报告文学 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欲写起 写到其人终于匪生某谈 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制 顶不计也要写到贝伯乐发现 可是詹牧师 末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 我相信这与他的面相有关 虽然天庭饱满 但下巴过于奸虚 一直未能长到地格方圆的程度 据说年轻时 詹牧师为此很苦恼 查考过几本相书 也不使人乐观 而历之年一过 他转而愤懑 在一篇论文里曾写到 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接着他隐身了马丁路德的思想 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 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 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 最后他写道 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 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 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 违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 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 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连 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 实质全国已经解放 国际民生蓬勃日上 他进而怀疑有了神论 并于无意之中贬低了他的主 他说 有神论者都是因为 并没有弄懂基督的真谛 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 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 一些人说他是墙头草 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大 詹牧师处之泰然 说 他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 而是为了真理 主耶稣是会赞同的 其有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 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 以多少为宜 五万两千七八百字 你看够不够 其有问 凑个整吧 十万字 够一台彩电 其有频频点头 就在那一刻 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青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写法嘛 其实和写新闻报道 相去不远 大概也都是 技术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 及其成功之路 说一说该人 是怎么落生的 怎么长大的 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 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 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 所不同的是 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熊鹰的生活习性 比方说 海燕喜欢滑破阴沉的天空 熊鹰则更善于鸡 鹰鸡长空 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 黄金品质的 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 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 譬如闪电 雷鸣 暴风雨 震撼着这个小山村 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 一个婴儿孤孤坠地 一个伟大的生命 来到了人间 相当不幸 上述猪条 詹牧师一条都不占 前面已经说过 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格方圆 始终没能伟大得了 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 也早已散失 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 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 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 父母早逝 连生辰八字 也是一笔糊涂账 并不是我一味地 要套用伟人的路数 实在是因为 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 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 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 非要写一写 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 我只能说 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 南非的燕镇 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 教堂的钟声 悠长而凄黄地敲响 路旁的落叶堆中 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 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 经过这里 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鹰 以至后来的七十多年里 世上有了詹牧师奇人 不过我至今拿不准 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 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 记得很牢 记得久了 并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 譬如就说这生日 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 填上十月十日 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武类人士 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 说是 这也不无阶级性 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 继而慢慢回忆 自己在落叶堆中 未必只是待了一天 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 是不会不痛苦的 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 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 如此算来 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 为这事 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 申明了理由 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 重新颠倒过来 他儿子问他 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1949呢 那样 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 他儿子说 詹牧师无言以对 詹夫人一向的任务 就是在父子间或悉尼 此刻为丈夫解围道 你爸爸不是那种 哪种呢 没有下文 其实 詹夫人边洗菜 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 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 叫庆生 虽然是为了庆贺 生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 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 但与十月十日连在一起想 总不见得会有好处 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 那一脸花白的胡茬 那一脸愁苦的皱纹 心里一阵阵发酸 那个和他一起 细水撑船的少年 庆生到哪儿去了呢 那个教他胡风筝放风筝的快乐庆生 到哪儿去了呢 岁月如梦如烟 疏忽即逝又 他于是只对儿子说 你也会老啊 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 詹姆士蹲过来 帮着夫人洗菜 你不要往心里去 詹夫人说 我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 你心里不痛快 詹姆士一个劲儿洗菜 不言喻 别总瞎想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詹姆士说 洗菜的手有些发抖 詹夫人愣了片刻 故意笑笑 谁嫌谁呀 咱俩都老了 可我要做的事 都还没做 她们默默地洗菜 再有 写报告文学 势必懂些音乐 人家问你 命运交响曲是谁做的 你得会说贝多芬 要是进而再能知道 那是第五交响曲 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 那么你日后会发现 这很有广泛的用途 写小说 写诗歌 也都离不了的 美术也要懂一点 在恰当的段落里 提一提毕加索 和亚维农的少女们 会使你的作品 显出高雅的气质 至于文学 那是本行知识 别人不会在这方面 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 有什么怀疑 有机会 说一句海明未盖了 或是卡夫卡 真他们厉害 也就足够 等等这些吧 我都不行 重要的是 怎么把这些知识 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 詹牧师当年做牧师时 会弹两下子管风琴 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 这早已成了历史 教堂里的管风琴 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 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 也是一个原因 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 联系起来的 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阳光照大地 在你的光辉照耀之下 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歌詹夫人爱唱 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 嗓子又好 中学时代 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 詹牧师也就会唱 其实詹牧师 还会唱很多歌 但可惜 都与我主耶稣有关 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 小时候在故乡 不知怎么一个机缘 詹牧师被选进了 小教堂的唱诗班 可以想见 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 眼睛还很明澈 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 虔诚地唱 我听主声欢迎 照我与主相亲 在主所留宝穴里面 我心能够洗净 门边站着个小姑娘 听得入迷 痴痴地盯着少年庆声 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 姓白 明指 听起来像一味中药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青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 照例不该不写 然而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氏 从来是讳莫如深的 他活着的时候 我也没有深问过 他这方面的事 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 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功夫 向他的亲友们做了一些调查 片片段段汇总起来 所能写的不过这么几条 一 詹牧师的老丈人 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 兼儿也坐坐郎中 家里还有吉姆好地 雇了人重 詹庆生十四岁上 到这药铺做了学徒 起早练晚地 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 人很勤俭 懂得爱惜各种草药 脑子灵活 算盘又打得好 很为小老板赏识 虽然出于某种规矩 学徒的生活照例轻苦 但少女白纸对她明显地关照 小老板亦均认可 至于小老板心下无儿 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 排养成继承人一节 现在已无从考证 二 少年庆生绝非甘愿 寄人篱下之辈 平生志愿 也绝非简易小老板耳 每晚事后的师父洗了脚 师母也喝完了炉根水 她便到殿堂里去读书 什么一宗全剑 本草备药 贫胡卖绝 雷公药幸富 早已不在话下 三国演绎 水浒传 东周列国志 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 连玉侠记 枕中书 则偶论 乃至蚂蚁像法 阴阳八卦都读 甚至不知从哪 逃换来一批孔梦老庄的经典 及诸子百家的红柱 小老板见他是读书 也就不练习游灯 那时白纸已经上了初中 时常悄悄溜进店里 带来各式各样的新书 天文 地理 生物 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 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也有胡适的文章 两小无猜 在灯下兼读 兼嚷 兼笑 老板娘虽看不上眼 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 小老板逐渐明白 这徒弟是不会长久 在此耽误前程了 三 青年庆生 学识日深 凭着小老板的灯游 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 靠了白纸的鼓励 他决定弃商就学 不料 机会却决定了人生 每逢礼拜日 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 听讲 竟被信主兄弟 不分国族 同来携手欢心 同为天父孝顺儿女 契合如在家庭一类的骗局所获 决心去学神学了 他对他的少女说 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 接兄弟是一样的吗 两人都高兴 觉得比小老板的回春堂 要妙多了 那你还能结婚吗 白纸问 能 当了牧师也能 庆生回答 白纸放心了 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 边走边想 边想边唱 在主爱中真诚的心 到处相爱相亲 基督精神如环如带 契合万族万民 故乡欢畅的小和 载着阳光和花瓣 流过山脚 流过树林 流过回春堂 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 教堂的钟声 飘得很远 小和流得很远 青年庆生 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 他们不知道 有什么骗局 远方有没有深渊 四 青年庆生 考上了一所 著名大学的神学院 课外帮助别人 抄写文稿 或出一些别的力气 攻读自助 其间 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 可惜这两地书 均于文化大革命 期间烧毁 与之二人之间 是从什么时候 改变称呼的 有没有冠以亲爱的 或者干脆是dear 都不可能 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 校制上查到 庆生已于大学期间 改名红胡了 沾红胡 五 小老板不久去世了 引起一场风波 老板娘为了生计 愿意女儿 嫁给一个大药铺的 少掌柜的 女儿心里 有着原来的小学徒 执意不肯 险些闹地出了人命 先是女儿要吞马钳子 幸亏是错吞了车钳子 后是老板娘中风不雨 好在安宫牛荒丸和人参再造丸都现成 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 不说哀红遍野吧 总也是民不聊生 小药铺终归倒闭 大药铺极极不可终日 正当沾红胡翻译了几篇文稿 倾其所得 寄予母女俩 老板娘方才替泪俱下 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 是不错的 六 张红胡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 在一所教堂里任职 经济情况稍有好转 她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 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 到红胡身边来 不久 张红胡与白芷 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 一位杨牧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 你愿意她做你的丈夫吗 答曰 愿意 你愿意她做你的妻子吗 也说愿意 张红胡又开始攻读史学 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 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 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 对教堂里的信约 红胡夫妇恪守终生 二人如影如形 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 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 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 只是由杨牧师做了证婚人一节 到惹得老夫妻于文革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 写过几份交代材料 这是后话 七 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 即 张红胡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 有一次 张牧师曾对现今的年轻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 表示过不满 或可推断 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 但由张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这一方面想又觉得证据不足 我料定 要给张牧师写报告文学 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 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 只能写到干巴巴 胃同嚼辣为止 没有诗意 可以有一点趣味的是风筝 张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 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可以放风筝 傍晚 学生们打完了球都回家了 校园里宽阔又安静 那年 詹夫人已经病重 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 詹牧师正认真的放风筝 糊得很好的一只沙印 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 晃悠悠生起 詹牧师洒出了一段线 飘悠 飘悠 风筝又急剧下栽 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 詹夫人喊 留神电线挂上 呼呼 摇摇 风筝又升起来 小心楼顶 詹夫人说 攥紧拳头 詹牧师一下一下 熟练地拽着线 风筝平稳地升高 飘向夕阳 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 詹夫人松开了拳头 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 坐到夫人身边来 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 像一个彩色的斑点 移动不动 两位老人也移动不动 四只眼睛也移动不动 有多少年不放了 詹夫人说 十年还多了 詹牧师说 其实为1977年春 你放起来倒还没忘 生数多了 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于 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 我还是最喜欢 一上一下 一下一上 那种确实好 那是用娟做的 最好是用娟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 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 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 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 成了一座黑色的墙 风筝看不见了 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 那段白色的线 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的 出现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说 让我想一想 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 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 在我们家乡时也长放 像真的鹰在盘旋 那叫纸鸳 詹牧师纠正说 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那确实叫纸鸳 你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做人不见得 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 我知道 可是 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 詹牧师的思绪 还在天空中盘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 说是两间小棚子 一点不过分 早在六十年代初 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 挂过一块匾鹅 大棚屋 取棚屋之谐音 疏远大之志向 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 嘲笑他 红湖雾入棚 大鸟错居屋 屋呀屋屋呀 鸦屋呀鸦屋 詹牧师看霸一笑 奋笔回敬道 孔明居草庐 江上坐渔翁 熊鹰一阵翅 鸦雀记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 詹牧师依然住着大棚屋 这倒没关系 问题是熊鹰何时 能振翅高飞呢 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 看见年老的白纸 仍然撑着重病之身 在为他补衣服 悲酸质感油然而生 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 他想他对不起白纸 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 一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 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 但是我又犹豫了 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 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呢 我甚至怀疑 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 虽然风风雨雨之中 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 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 也有一些关于祖国和人民 非常有益的内容 但够格为文学报告的人 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 记者的胶卷有限 报刊的版面有限 电视台的时间有限 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 对了 得是人物 既不可单单是人 又不能仅仅是物 得是人物 这很要紧 分开说 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 谁不是人呢 后者则要吃耳光 合在一起说 效果就好 人物 你这样说谁 凭良心 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 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 平摆扶搁着的人物 均已被报告完毕 再想报告 就得多搭尽些功夫去了 我盘算 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 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 是有眼见的 既必屈颜夫事之嫌 又渴望做一伯乐 还有一层 常言道 落难公子多情 登科状元寡异 躺一村姑 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吃 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言之下 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 一边躲语一边背外语单词 当然 根据需要 村姑可以换算成德茂奇辈的现代化姑娘 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宫和烙大饼的 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 因为詹牧师虽曾做过硕士 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 而水暖宫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 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 凭了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 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 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 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去 还是到朱圈里去寻找千里马 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 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 你报告了贱姓小明 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 对方依旧一连你是谁的表情 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 名不见经传之苦呢 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 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 真是此物最相思 单相思 不同势力到这般水平 也想写报告文学 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 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 我至今笃信不疑 这与生死无关 死人也又突然又成了人物的 这样的事 古今中外屡有发生 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 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 正是古稀之年 斗士之中 全是一罗罗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 一罗罗落满灰尘的书籍 和一罗罗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 邻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 为灰暗的小屋 评添了许多气派 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 抬起头来 摘掉一有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 半长途嘛 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 他说 请问詹小舟同志在吗 他稍事审夺 慌忙起身 从一堆堆菜轮的遗产中绕出来 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 我就是 詹天佑的詹 小舟嘛 就是小船的意思 詹牧师于1953年自动退出教会 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 1955年 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 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 就是在那时 他又改了名字 改洪湖为小舟了 据说 当时他的书桌前 挂过一张条符 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 小舟从此事 江海济余生 其名 大约取义于此 据当年 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事过的人讲 洪湖与教务政主任 常常意见相左 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 俊纳威现在已退休的主任讲 詹洪湖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 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 老大不甘心 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 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 由此再联想到 苏氏词中的另一句 常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盈盈 或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 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又走访了当年 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 据校长回忆 詹洪湖 却有郁郁不得其至的情绪 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詹牧师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 校长为他践行 久之半憨 他忽然捉笔狂书 什么一呼鹰鼓磊 劫虎平川 什么淋漓醉墨 看龙蛇飞落瞒间 最后是 君记曲 风猴势在 功名不信游天 奇情奇景 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 想过少年壮志 看白发贫添 不觉山然泪下 于是赞成詹洪胡 趁年夫立强之日 回家专门去做学问了 您是 詹牧师问我 我坦然地报了姓名 又报了我们那个 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 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 慢慢地抽回去 他又直着眼睛 接连地咽唾沫 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 他的脖子很细 喉结很大 您这地方不好找 我说 哦 请坐 请坐 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 脸色却发白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 他继续咽唾沫 搓着双手站着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 欲显得艰苦了 颤抖着嘴唇 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我的公事 已经办完 准确地说 已经用不着进行了 这么回事 我在报社负责 表扬与批评专栏 我经常于来稿中 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 他总是写表扬稿 譬如某某中年人 十八年如一日地 为大家扫厕所 不取分文 某某老头 常常留心邻居家 是否中了煤气 果然救了三条人命 某某姑娘 坚持为邻居老太太 取奶倒垃圾 某某眼镜店的 青年营业员 认真负责地 为一个老学者 配了眼镜 态度和蔼可亲 如是等等 两年多来 总也有二十几篇 发表了一年半左右 不料前两天 发表的一则 却惹来争议 公安局的同志 来信认为 这篇表扬稿 很可能是伪造的 原文如此 因为文中所说的 爱科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 魏启明 现正在狱中服刑 根本不可能 为邻居的高中生们 义务辅导英语 请报社同志 进一步核查 以正视听 詹牧师呆坐着 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 其他部分的皱纹 显得苍老僵化 门前火炉上的水壶 沙哑地喷出一缕缕白气 有那么一会儿 我很担心 希望生命 还在与他为伴 然后有几个打电话的人 站在窗外打电话 然后放了四分钱 在窗台上 走了 太阳西斜了 几点黄光 落在詹牧师弯曲的脊背上 四周的光线 开始变暗 真不知道 他在盘算什么 注意到他的嘴 并没有歪向一边 鼻翼还在吸动 我觉得不如趁早 悄悄溜掉 詹牧师忽然自语道 这么说 真有个 埃克斯外接 真有 我说 真有个 叫魏启明的 真有 在狱里 而且魏启明 也不懂 也不懂 外语 总没有杀人吧 詹牧师急切地问 紧张地盯着我 双唇做好了 发出霉的形状 似乎深恐 我不会发出这个音 随时都愿意帮我一把 啊 倒霉杀人 只是偷偷东西 我说 这就好 这就好 他松了一口气 连连点头 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 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 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 我收到了詹牧师 退还的两元钱 我这个专栏的稿费 一律是每篇两元 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 如果胡编批评稿 稍微不慎 被批评者 一定不会干蒙不白之冤 闹得真相大白 而至影响了两元收入 是可能性极大的 表扬稿就很少有这种危险性 这次实在是碰巧了 也有人说 这老人真可谓千律一失 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 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 也于情于理十分通顺 我心里却别扭 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 很缺德 他在风风雨雨中 要传多少电话 才能挣到两元钱呢 成千上万元的拿稿费的人 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 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湛牧师的一封信 信中却对稿件的事 只字不提 信的大意是 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 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得以与我相识 时乃三生有幸 我能牵连其寒舍 更使他坚信了 命运是公平的 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 什么文王谓水访贤 汉主三请诸葛 萧和月下追寒信等等 弄得我也愁愁满志起来 信的最后说 老夫不才 如蒙不弃 远洁永好 古今中外 望年之交 而铸成大业者 不声眉举 谎你我志同道合 一见如故 本当携手共计 于国于民 有所贡献才是 我绝技 再去看他一趟了 信的文体 既如此风雅 字里行间 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 古兮老人而同心不民 可料绝非等闲之辈 再说 又是头一遭 有人这么看得起我 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 略显怪异 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 大凡能够印成千字的人物 总都是与风风颠颠 木讷乖张 不识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 这情趣 在凡人是一种缺陷 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 大致若愚者也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 詹牧师正浮暗挥毫 工整的楷书 严金流骨 一丝不苟 写的是两首七律 背望余下 其一 销声匿迹记三十年 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瓶窗 深似海 空庭乙门 淡如烟 凉霄 独展 疏为伴 恶浪孤舟 只作翻 未破禅机 空自渔 报国无境 网逃然 其二 几度沧桑 春似梦 销声吹断 古成秋 时光一世 人一老 壮志难愁 意难修 若冠已读千卷破 古兮游记 似化谋 福利老记 安自弃 利敢批单 为国忧 好诗好诗 我说 好一个古兮游记 似化谋 哪里哪里 信口胡招 聊以自卫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 此一番 却颇凛然 像列宁 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 利敢批单 为国忧吧 列宁在说 忘记过去 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 就是那样 把手伸出去的 我们握了很久的手 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 但试了试 依然抽不出来 也就再次握紧 上下左右的摇 电话铃响了 詹牧师抓起话筒 边问边记录 然后他对我说 实在抱歉 我去去就来 点头弯腰 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炎 就又开了 詹牧师探紧头来 受民之托 不能不尽力 请稍后 稍后 我把门轻轻关上 又觉得有人在外面推 詹牧师又侧身进来 一定不要走 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将就一下 不不不 一言为定 回头还有事 要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 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 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 老弟 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 心里不由地恍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表的水墨画 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 还是没弄清 画的是一只树懒 还是一头马来墨 后来詹牧师告诉我 是一批小马鞠 画得不算好 画上的题词 却是写得好 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 屋子里很多书 我随手一翻 已经肃然 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 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 书本华 但丁 拜伦 斯宾诺沙 杜威 沙士比亚 其余的全茫然 再看另一个书架上 有一成中文的 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 有罗丹的《艺术论》 还有黑格尔的《小逻辑》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 有现装的《史记》和《离骚》 有精装的《资本论》 列宁选集 毛泽东选集 平庄的《心理学》 美学 精神分析学 政治经济学 影印的《东熟读书记》 西域翻国志 南疆一史 北瓷广正谱 杂志有 哲学一从 音乐欣赏 外国文学 世界美术和足球 幸而有足球 我抽得出来 也能读懂 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 最负胆略的事 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 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 既不识字 又无亲无故的 孤老头子家了 1978年 他把这些书 搬回来的时候 既令夫人吃惊 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 进来一个人 年轻的 我站起来 和他面对面 站了约半分钟 然后我们同时问 您要办长途吗 然后都笑了 互相介绍 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 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 詹牧师的儿子问我 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后来詹牧师的儿子 向我解释了这件事 1974年冬天 早晨 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 一进门 就冲着詹牧师 来了一句Good morning 詹牧师随口应道 Morning 就一个单词 发音之准确 表情之自然 都不在美国人之下 小伙子顿时被震住 本来无意卖弄 不料却遇到了能人 尴尬万分 詹牧师赶紧改口 你早你早 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 偏要詹牧师做他的老师 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报复 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 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 不免感动 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 仍有人如此好学 不免更感动 于是约好 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 小伙子来学口语 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 一连几天都很激动 总对詹夫人念叨 能够把她教好 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力气 詹夫人忙里忙外 顾不上多说 只是说这样的事 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 詹牧师默默 很明白 这事一经请示 准得告吹 詹牧师沉思良久 横了一条心 经中报国死而后已 儿子又笑他 胡乏激昂慷慨之词 詹夫人则又说 你爸爸绝不是那种 至于是哪种 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 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 做早点收拾屋子 这些事 平时都是詹夫人的分内 詹牧师虽然已沦落为 一个传电话的 但在夫人面前 仍不识学者风度 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 抹得很平整 只等学生到来 七点半 老人便耐不住了 到门口去瞭望 中午十二点 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 坐了一会儿 换下了那条新床单 幸亏儿子出去了 詹夫人悄悄地 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 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 詹牧师心里 这才好过了一些 说否则他不会不来 然后 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 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 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 站得久了 受了风寒 詹夫人说 那样的人你何必 詹牧师说 别这样讲 那小伙子其实很好 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 那个小伙子 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 没敢来 那时詹牧师 正因其历史问题 而受监督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詹牧师的儿子 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哦不 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 疑惑地看了看我 便到书架旁翻他那些书去了 他找到了一本书 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 你是 他的儿子 他对着书回答 哦 我是说 你在哪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 回来流窜 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 太费事 算了 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 户口 文凭 证明 证件 一张张 小纸片 他忽然笑起来 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 举到我眼前 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是人起源于户口呢 还是户口起源于人 他问我 当然 我说 我们家老头 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 当然就好了 他从来不明白 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 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 不说话了 一连抽了两支盐 之后他看了看表 开始从书包里 往桌上掏东西 卖乳精 蜂蜜 果汁 蛋糕 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 这些药要坚持吃 对他的肾和血压 都有好处 我还有事 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老家 再说 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 碰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 拿了两本书 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 他捡起来看了看 痴痴地笑个不停 你看看这个 他把那张纸 放在我面前 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 一看便知 是瞻牧师的手笔 信的开头一两页 大约已经丢失 现把残余部分 备忘余下 论文的题目为 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 1945年获史学硕士学位 以后两年 又翻一盒赚注了几本小册子 如世界三大宗教 宗教与哲学 信仰论等等 原计划 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 和简明宗教史等 均因题目较大 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 又逢内战 生计艰难 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 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 随改变原来计划 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 大有收益 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 搞通了思想 自动退出宗教团体 努力追求进步 不料 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 贡献力量之际 我患了风尸病 不得不回家疗养 疑病多年 养病期间 我仍坚持学习研究 研究范围 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 革命史传 三 心理学及教育学 四 文学艺术 因我早年 曾走过一段弯路 做过牧师 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 文革中 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 住过牛棚 后经内查外调 弄清了历史 确认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 之后又参加了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从事人房建设 学习班毕业后 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 竟接到居委会推荐 当了六年临时壮工 尽管工作繁忙 业余时间 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 读书看报 学习钻研 四人帮被粉碎后 我和全国人民一样 感到欢欣鼓舞 我参加了庆祝游行 我背着一面大鼓 走了三十多里路 我深深感到 此处可能还有一页 已经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 对丝化问题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 成竹在胸 切实可行 然则报国无境 献策无门 成恐古兮将近 时日不待 一旦逝去 遗恨无穷 无奈 毛遂自荐 为国为民 甘坐犬马 荣辱毁育 置之度外 如蒙先生引路 得以有所作为 成功之日 此意名目 此诵 传奇 詹小舟上 由传奇二字推断 此信是写给某位 曹比墨以为生涯者的 又由先生二字可见 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 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 先生云云 是否也盖出于谦逊 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 有许多执着的同体字 还有许多小小的 有手印 我后来设想是这样 灯下 詹牧师哄着孙子 教孙子写字 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 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 春天来了 孙子不听话 闹 詹牧师给了她一些油炸的食品 那么就是说 此信是在1979年 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 詹夫人死后 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住过牛棚 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 仿佛是一件难难可贵的行为 这倒无妨 可是人住了牛棚 牛住在哪儿呢 二是 詹牧师是自动退职呢 还是因为患风湿病 回家疗养的 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 他是自动退职的 但也确实有一点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 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 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 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 他的风湿病 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 而回家疗养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尝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 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 您这是干嘛呢 他便有机会回答 我的风湿病很厉害 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 有一个夏天的中午 他又去晒太阳 天很热 太阳又很毒 人都躲到屋里去了 詹牧师晒了许久 不见一个人来问 又心疼失去的时间 就此回去很不甘心 于是再晒 结果晒过了头 中了鼠 儿子又说怪话 詹夫人又说 詹牧师不是那种 詹牧师的风湿病 出发于1954年 在小学任教期间 那一年秋天 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 天气已经很冷了 河泥上都结了冰茬 他挥舞着铁锹 站在刺骨的泥水里 拼命地干 有人让他上来歇一歇 他不 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 亚赛黄中 他干得更有兴趣 说自己改造的还不够 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 他开始感到 周深的骨节全腾 并且有低烧 他鼓励自己 轻伤不下火线 想想红军两万五 等等 想想红军两万五 等等 又干了几天 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 已经九点半钟了 他买了酒和肉 买了包子和好烟 从蹄兜里 一一掏出 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 买不到更好的东西 招待我 无论我说多少遍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他还是说 吃吧 不要客气 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 开始于这天晚上 时间是 1981年4月7日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现在仔细回味 绝出詹牧师之所以 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 也是有所图的 其实这无可厚非 有目的的功利主义 总比莫名其妙的 扯皮主义要好 贪嘴的人 希望认识大师傅 好穿的人 愿意结交老采访 有病的人 巴望与大夫套进户 将死的人 乐于同勘坟的 论交情 都很正常 况且詹牧师的目的 也并非不可告人 他只是估摸 我或许在出版界 有点路子 说不定能帮他 发表一点作品 詹牧师 想创作一些 黑色幽默派小说 他反复申明 他所以这样做 绝不是因为 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 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 是相当可信的 詹牧师历来有 信主兄弟不分国族 同来携手欢心的思想 这一思想固然愚昧 而又缺乏阶级分析 但与派性 却实在水火难容 解放初期 他甚至为这种思想 找到过理论根据 根据有三 一 公人阶级没有祖国 即不分国度 二 民族矛盾 说到底是阶级矛盾 那么同事受苦受难的 云云众生 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 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打碎的是 脚镣 手铐 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相当于同来携手欢心 这些言论在文革中 都被列为他的罪证 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 其实 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 就已经认识到了 他上述思想的错误 他对于基督教 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 一 主是伪善的 信主兄弟 弃合在主爱中 携手欢心 这是不是说 只有你信主 主才爱你 如果你不信主 主就不管你的死活 多么狭隘的派性 简直有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味道 二 主是骗人的 主既然一向宣称 他上十字架去受苦难 只是为了救世救民 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 万族万民 惧当向主欢呼送扬呢 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吗 假如万族万民 不去向主欢呼送扬 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 还是依然任劳任怨的 去救世救民呢 三 主是愚昧的 主竟认为 仅凭他自己的神通 就可以拯救万族万民 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 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 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 一个犹大岂能得逞 宗上三点 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 他认为 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 狭隘 愚昧 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 相信真理 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 那又为什么非得加入教会不可呢 让真理去指引你 比让教规来约束你 要好得多 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 原因也有三 一 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 而不是主张迷信的 二 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 而绝不要求人民巨当跪倒在其面前 欢呼颂养 三 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 而不是依靠拉帮结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 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 詹牧师说 所以读者可以相信 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黑色幽默派的小说 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 其动机之纯粹 我愿以头作报 我有些作品要发 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 哦 在哪家刊物上 哦 不不不 我是说 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 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 编辑愿意结交作者 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 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让一个老知识分子 赵直开口求人是难于上青天的 什么题材 小说 他连忙说 哦 能大概讲一讲吗 哦 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吗 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和一个叫小弗尼格的人 詹牧师憨厚地笑了 哦 不 黑色幽默派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 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吗 你以为如临外事中没有黑色幽默吗 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师吗 阿Q的处境怎么样 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 黑色幽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 作为一种美学形式 它属于喜剧范畴 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 其作品常以夸张超现实的手法 将欢乐与痛苦 可笑与可怖 柔情与残酷 荒唐古怪 与一本正经柔合在一起 黑色幽默的产生 是与六十年代 黑色幽默的产生 是与六十年代 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 他接着说 就像中国的围棋 被日本人学了去 倒反过来又向我们指高气扬 吃吧 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 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 谁发明的 当然 我说 真的 到底谁发明的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 是哪国人写的 当然 我吃了一小片腊肠 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 当然当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 不也是中国人造的 吃吧吃吧 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小片腊肠 我不懂乐器的制造 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 这总是公认的吧 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 早晚美国人也来指教我们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 连外国人也承认 我对烹调挺内行 黑色幽默也面临这个问题 吴静子 吴静子不知要比小弗尼格大几倍呢 当然 我们不妨大度些 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 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账 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 中国人可以办到 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 中国人更没有理由办不到 我想起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来 也就是为的这个 行吗 信心告诉你 主是什么 主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交往中 这是詹牧师唯一一次 主动提到主 那么 主是黑色幽默的了 我说 他顿时愣住 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 接着又吃了两片 我赶紧说 我不过开玩笑啊 他一律地瞅了我一会儿说 我也不过打个比方 他又看看窗外 小声提醒我 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咱们这是在屋里说一语 同时间被三种意思 一 在外面不能这样说 二 咱们现在说的 外面的人并没听见 三 咱们之间是了解的 信任的 谁也不会出卖谁 自文革以来 詹牧师是忌讳别人 跟他谈主和宗教的 读者会慢慢抱怨 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 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 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 我说 很重要啊 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做呢 总共两个特点 黑色和幽默 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 又感到可笑 这难吗 笑话 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 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啊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私存片刻 讲了一个 备忘余下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文革中 王某出差到某地 刚下火车 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 必配红袖章的人 揪了出来 那群人问 你是宝线党委的 还是反线党委的 王某听他们把宝排在前面 就说宝 无料那群人正是反线党委的一派 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石皮带 王某跑出车站 立足未稳 又被一群必配红袖章 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 你是宝线党委的 还是反线党委的 王某慌忙说了后一种 反 于是他又被追着打了石皮带 原来那是宝线党委一派的 王某想 这地方真怪 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 他连忙返回车站 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 转眼之间 他又被一群人围住 你是什么观点的 真抱歉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王某又立刻挨了石皮带 我只是还不太清楚 王某申辩道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 就等于没有灵魂 你没有灵魂 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 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 王某挨了三十皮带 清醒了 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 握在手里 大摇大摆上了列车 一上车 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 你是哪一派 那人对答如流 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王某想了想说 嗯 这很好 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 我说 不 这不行 詹牧师说 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 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 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 詹牧师又说 黑色幽默 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我们一定要做起来 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头枪 像鲁迅先生那样 试问 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 劳苦大众 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 还是劳苦大众 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 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 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 都是他们领先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涉足过数理化 但那需要设备 我又想搞音乐 但一架钢琴又太贵 我也试图钻研美术 可屋子太小 而蒙娜丽莎 戈尔尼卡那样的作品 都是很大的 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 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 搞教育吧 唉 詹姆士说到伤心处 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嘛 请您原谅 干嘛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 我说 不不 咱们是在屋子里说话 当然了 可是 不过说起来 你懂了吗 我是说 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儿菜 又喝了一点果子酒 詹姆士的脸色 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 他说 我探索了这么多年 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 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 文学有生活就行 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 而且很公平 美人一份 近两年 我专门找一些 外国人在其中自明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 譬如意识流 荒诞派 新小说派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 表现主义等等 我都试着写过 并不难 我只是想证明一点 外国人能做到的 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 詹姆士说着 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 在下面那只箱子里 没关系 防空洞我都挖过 那些水泥构建 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 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先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 介绍一下 一 新小说派小说 在路上 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 不知从哪发源 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 依然流向远方 天际 飘着一缕凌乱的催烟 那或许有个村落 有了人家 候鸟在天空中 仓皇飞过 从不落下来 这儿没有他们落脚的地方 他们的羽毛 娇嫩得像花瓣 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 旗帜还在手里 还在烈烈地飘展 认真的抖响着 一个个坚强的阴阶 鞋子烂了 嘎唧一声 留在了路上 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 那屡凌乱的催烟 还是很远 在天地交香的地方飘舞 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 突就在头顶上盘旋 转着发红的眼睛 忽然一个俯冲 冲向一头倒下去的巡路 旗帜还在手里 确实还在 又烂了一只鞋子 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 象征主义小说 石头船节选 老头一有空 就拿着锤子和凿子 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 叮叮当当的凿 像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 乖乖地坐在老头身边 您干嘛不坐一条木头船 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 老头回答 别人都是坐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一下一下地凿 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儿也不能下水去走啊 我没有木头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 老头在船舱里坐着 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哗 孩子说 你坐下 闭上眼睛 老头说 干嘛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 老头问 嗯 是有点 你觉出他在走了吗 嗯 真的 他往哪走呢 你的心告诉你 在往哪走 就是在往哪走 我去告诉他们 您是不是疯老头 老头笑了 对孩子说 别去 别人有木头 三 一时留小说 排骨 节选 老伴提起菜篮 对他说 我去排会儿队 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 算了 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 排骨在里面滚动 应该在他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 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 老伴说着走出去 轻轻地关上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盒窗 老伴再向警察说明情况 院子里 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门终于被撞开了 屋子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本书 老伴坐在那本书旁 莺莺地哭说 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现在完成了 他走了 不知道哪儿去了 只有老伴理解他 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 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他去买排骨了 为了给他补补身子 他不能现在死去 一层老人斑 在排骨上滑动 被抓紧 在告别人事之前 写成一本书 对祖国有贡献 他铺开稿纸 清蒸的 红烧的 糖醋的 他从小爱吃排骨 那还是在故乡 故乡的小河 真美 不会老 他在水里游啊游 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 也没有老人斑 四 荒诞派小说 死魂附身 梗概 尹明总说 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 摆脱不掉 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 写不出好作品来 纠缠过他的死魂有 托尔斯泰 雨果 巴尔扎克 斯汤达 契科夫 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 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 贯穿到隐明的作品中去 致使隐明的作品 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 忽然戈培尔的死魂 附在了隐明身上 隐明走了运 写起东西来 得心应手 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 文化革命过去了 戈培尔的死魂 却还是不肯离去 隐明又备了运 有一天 隐明醉酒后走失 他老婆无幸 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示 启示中特别说明 望见到他的人 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 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 被死魂左右 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 四人帮时代的话 启示登出不久 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 声称发现了隐明 无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 走了许多地方 见到了许多 与隐明的情况相似的人 但都不是隐明 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 无幸在一个茶摊上 找到了隐明 他正在卖茶水 隐明说自己非常高兴 一身轻松 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 找回了他自己 无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 超现实主义小说 本书出版之日 略 六 表现主义小说 赤胆忠心 略 七 新感觉派小说 荣雪 略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死魂附身一篇 为詹牧师夫妇和谐 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 据他们的儿子讲 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 写着玩的 詹牧师却连连叫绝 詹夫人说 算了 算了 值得你这么认真 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 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 真正的荒诞派呀 那天是除夕 詹夫人烧鱼顿肉 忙得高兴 不理她 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片东西 深刻 深刻 也讨然 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 破坏了本来的和谐气氛 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 儿子说 詹牧师沉寂伴上似有所悟 午夜饭也没有吃好 夜里躺在床上 詹牧师问詹夫人 你是在写我 没有 你别听孩子瞎扯 你认为 我没有灵魂 我只是说 人要有自己的主见 我没有主见 人应该自己把握住自己 别在乎虚名 我是名利之徒 詹牧师的泪水 在眼圈里转 没想到连白纸 也不能完全理解她 我没那么说 真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詹夫人 万分歉意地安慰她 不过父亲这人 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 他们的儿子说 他不会为了这事 就去否定那篇小说 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 写得深刻 并且花了不少力气 去修改他的结构和语言 我使信詹牧师 唯一准人物 就是在这时 虽然他的小说 并非那么完美 但敢于涉足 这么多流派的作者 已不多见 每一种手法 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 就更可珍贵了 我确信詹牧师 终有瑕尔闻名之日 卡夫卡如何 生前默默无闻 呼一日 名声大作 使诺贝尔讲评委会 也愧会不及 真人物也 詹牧师 却很谦虚 说这些玩意儿 都不算什么 不过是资产阶级 与日博西山 气息奄奄的 一种挣扎 纯属没落文学 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 是因为他们太尽狂妄 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 我中华并非无人 我们不写罢了 一旦写来 绝不会比他们差 而且根本用不着 什么大作家去费神 唉 想来惭愧 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却总也写不出 只好从这一个侧面 贡献一点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 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 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着 恰当的角度 唉 怎么也找不到 此生夙愿 怕要付诸东流了 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 妄自菲薄 唉 詹牧师叹一声气 出口成诗 常恨少年不努力 老来方悔报国难 又是一年春柳绿 依然独自已微蓝 这时 窗外正有几个孩子 嘟嘟嘟地吹着柳少 柳絮飘飘扬扬 他感慨细枝 又做了一首 义琴鹅 春光豪 柳迪阵阵 催人老 催人老 平天滑发 壮心未了 祖替武剑 文积名 小舟纵笔 业绩小 业绩小 无多好梦 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 发表一些作品 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 黑色幽默派小说 然后汇编成集 就只差 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 烫金的标题 詹小舟小说选 我有几分罪意 不不 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 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 是要叫避肘集 意思是 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 避肘的意思是 破条肘 写到这儿 我又有点犯嘀咕 詹牧师何以比头 竟这般勇敢呢 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 他也要反复申明 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怎么他写起文章来 却从没有贯知一一句 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 带着这一问题 前不久 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 正就陕北的农林木结构问题 同一个人辩论 我说明了来意 他笑了 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 对我父亲来说 写作是写作 生活是生活 理论是理论 实践是实践 对付不同的事 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 对不起 我很忙 闲话少说 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 1982年5月中旬 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 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 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 倒不是我们无能 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 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 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 虽则荒诞可怕 却又行神逼真 尽管行神逼真 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 其妙处全在于此 谁都没见过 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 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 都被詹牧师否定了 他说 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 就得真像黑色幽默 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疚 我们写的这些事 虽然也荒诞不惊 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 大家都见过 听说过 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 他最后强调说 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 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 有了一个构思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某学校吃一苦饭 每人一个康窝头 红武类学生问黑武类老师 好吃吗 老师忙说 好吃 好吃 学生怒目原睁 这么说 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 好吧 你再吃三天 老师又吃了三天康窝头 学生又问 好吃吗 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 很难吃 学生说 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算很不错了 而你倒说难吃 你再吃三天 三天后 学生又来问 老师回答 我准备继续吃下去 像你们的父兄那样 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 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邪法 您自己倒忘了 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 我说 怎么 这也发生过 当然 我说 我没敢说 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姆士捏着下巴 努力地回忆了一阵 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 哎 我倒忘了 这是我老伴经历过的事 这是纯属巧合 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 我的那位老师也是男的 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 几天后 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 读林彪的书 不知怎么一个缘由 老夫问老夫 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 老夫随手写下 Satan 犹大呢 老夫又写 Judas Iskariot 忽然 老夫妇俩全吓呆了 他把那两个名字 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 怎么办 他们先是用墨笔 把字迹涂去 但发现是欲盖弥彰 他们又忙不迭抠去 反而迷迷张张 末了干脆把书烧了 老夫妇俩看着火光 面如土色 天哪 这是亵渎 是诋毁 是反动 老两口商量 还是吃安眠药算了 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 被救活了 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 口口声声说 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 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 老夫老妻又险些坐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 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你们 还帮谁啊 怎么回事 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不用不好意思 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 凡发生过的事 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 重来吧 只好重来 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大革命中 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 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 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 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 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 你是黑帮分子 黑帮分子 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 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 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 这本身就是 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 你们说我是黑帮 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 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这证据还不够 老干部说 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 你是黑帮 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 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 我说 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 沉默良久说 但是这又不行 这又是发生过的事 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 他是我的良师义友 我的指路人 他太耿直 太嘴硬 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 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 又把他那位良师义友的遗像拿出来 默默地祈祷 暗自垂类 那个老干部 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 詹牧师放弃基督教 而转向马列主义 是与这个人 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 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 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峰谅节 刚知不阿 坚持真理 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 请他注意身体 我们还是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 为了死者 也为了后人 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 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 我说 好吧 我们再干 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 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 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 这给了我们刺激 也给了我们力量 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 也要让那些自清自荐的中国人醒悟 那些日子 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 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 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 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 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 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 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 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 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 文化革命前的工作 多么井然有序 他想 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 让他们老老实实 对行满祸事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 以期他们倍感温暖 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 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丽丽的吗 要是忽然有一天哪个成了英雄 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 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吗 猛的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 你可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 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 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 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 得全面一些 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 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 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 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 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 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吗 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 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 跟您这么说得了 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 糟糕 我想 这么说 这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 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 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 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 我们全力去做荒诞的想象 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 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 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 一天 詹姆士的儿子来了 看见我们的囧太 哈哈一笑说 活人别让尿憋死 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 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 到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 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姆士看吧 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姆士变言变色 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姆士不言语 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 没料到我的想象 又与詹姆士的实践 撞了车 詹姆士被隔离审查期间 住在一个破庙里 庙里有个孩子 淘气地出圈 惯搞恶作剧 有一回 这孩子在所有 可以撒尿的地方 都贴上了画 而在那样的画前 撒尿是不相宜的 詹姆士身为审查对象 又不能离开破庙 结果尿憋得过了火 再想撒时 已不能如愿 詹姆士的肾脏 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 你把我的事写出来 詹姆士说着苦笑 又连连叹气 又说 唉 可是这仍然不是 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 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 我就想象不出一件 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 平生的志愿 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 配上两条胳膊 他琢磨了大半辈子 呕心利血 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 给米洛的维纳斯 配上了健美的双臂 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左右开弓 给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 詹姆士忽然疯了似的 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 我十分惊诧 詹姆士背过身去 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姆士转过身来 满脸泪痕对我说 对不起 请你原谅 不过请你不要 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姆士忽然在胸前 画起十字来 上帝饶恕我 上帝看得清楚 我 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我打电话 把他的儿子叫来 这时我才知道 詹姆士原来还有个女儿 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 詹姆士亲密地叫他 我的小维纳斯 我的小维纳斯 比米洛的可强十倍 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 詹姆士常常和女儿 开这样的玩笑 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 在1966年 给了他一顿耳光 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声称与他断绝妇女关系 愤然离家出走 这件事 把詹姆士的心伤透了 后来女儿醒悟了 想回到父亲身边来 但詹姆士不允许 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 他说 再后来 女儿在插队的地方 因公牺牲了 詹姆士后悔莫及 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 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 他喊 他哭 叫着我的小维纳斯 从那以后 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 希望他 把他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 唉 詹姆士 住进了医院 诊断为 动脉痙攣 脑工血不足 这病很奇怪 震发性的 詹姆士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大夫说 他年岁大了 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姆士的儿子埋怨我 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那些往事 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 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 詹姆士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 在这之前 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 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 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 既然你们想象 荒诞的能力 超不过已经发生的事实 何必非要写 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 为什么不能用 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 很有道理 詹姆士住在医院里 病情时好时坏 甚至恍惚的时候 他总说胡话 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 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的 不能成立 清醒的时候 他就长须短叹 想这个 想那个 想自己的一生 填写了几首 一江南 其一 女儿好 为父太心残 夜夜梦中相对作 朝朝醒来又难远 此恨到何年 其二 我儿强 不似富于满 做人当有君子勇 行路虚仿 小人禅 逆耳 是忠言 其三 死何惧 无奈不心安 一生勤勉 为虚度 百般壮志 做空谈 不死 亦无言 其四 历竭尽 何必自寻凡 历路千金 清如土 清风两袖 重如山 为此又心安 其五 平生意 醉意是童年 白纸送茶 难成梦 庆生福岸 不知眠 殿堂 小灯前 其六 盼来世 当即此生难 漠海疏州 重努力 雄冠险道 再登攀 胜败 不由天 其七 终有汉 此汉在人间 朽树油燃 雄雄火 落花也留 片片丹 小舟 势如烟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我心里很难过 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 想起他儿子的话 我说 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 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 哎 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 我说 如果您愿意 您口述 我来整理 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 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 许久不言语 一会儿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 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 以安慰 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 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一些的时候 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 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 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 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 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 您的作品得到他们一致好评 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 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 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 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 这下子行了 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 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想那样的东西能发表 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 慢慢直起腰 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 这个构思好 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 半天才缓过劲来 我们向他说明 是真的能发表 控诉私人帮的罪行 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 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 以便总结历史经验 防止悲剧的重演 这样的作品 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入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 詹牧师死前 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1982年12月12日零点57分 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终年73岁 最近 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 我又查阅了詹牧师的一些遗物 这是经过了詹牧师的儿子允许的 他说 反正你们这些五文弄墨的人闲着也是闲着 不过你们要是再不说真话 你自己掂量 你们是在干嘛吧 然后他就由我去翻腾詹牧师的遗物了 他去忙他的事 他正筹备办工厂 并兼办一所幼儿园 将来有条件 我还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办大学呢 他说 实业和教育是最重要的 他说 其他才能谈得上 他说 詹牧师的遗物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大量的藏书 大量的手稿 和大量的没有寄出的信件 有一个发现弄得我心情很沉重 我不能不如实地告诉各位读者 詹牧师确凿是一个丰盘人物 我也很难过 但事实终归是事实 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 毫无办法 许多物证就是那样铁一般的存在着 我又是个记者 神圣的使命 要求我必须忠于事实 其实倒露的是我 詹牧师早已解脱了 而我的这篇报告文学 却有前功尽弃的危险 谁见过报告一个丰派人物的文学呢 虽然也是人物 就此放弃 又舍不得 还是试试看吧 反正是报告 又不是为他唱颂歌 万一有人给我扣帽子 我就往詹牧师身上一推了事 事情是他干的 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 先确定某人是一个丰派人物 然后再去凑证据 我是先有证据 后做结论的 证据之一 是詹牧师的藏书 书名 购买日期 分页上的题字 或批注之间的关系 颇耐人寻味 为方便读者起见 我选其中的一小部分 做成了一份表格 显公之于众 以醒后人 由此表不难看出 詹牧师的观点和立场 随机性很强 往好了说 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久前 我又去詹牧师当年所在的教会 做了一次采访 所得的印象 也与钱相差不多 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 詹洪湖一向是敢潮流的 没有自己的主见 五十年代他退出教会时 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 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 他又来祝贺 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也证明 詹先生还在留言簿上 写了一位名人的话 人在经研哲学之后 重新皈依的那位上帝 和由于对哲学支支不深 而远离的那位上帝 根本不是同一位上帝 现任主讲牧师何少光说 洪湖是有意重新出山 托人和我提起过 我倒是没意见 但一来人事方面没有名额 二来嘛 别人都担心 他会不会什么时候 又来一个反歌一击 哎 洪湖当年的学生 目前都在教会中 负责一定的责任了 经常接待外宾 他自己反倒落得传电话 他当年要不是 哎 洪湖一生善良勤勉 吃亏就在赶潮流上 还有两份材料可以证明 詹牧师确是冠于剑锋使舵的 其一是詹牧师于1966年10月 写的一份声明 其二是他于1981年10月 写的一份声明书 两相对照 一般可见全报 放弃硕士学位声明 节路 我是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 几十年来 一直迷恋于成名成家 陷进了风姿修的臭泥堂 不能自拔 自以为有学问 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 迷失了政治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 震醒了我 使我心明眼亮 我现在郑重声明 从即日起 放弃硕士学位 干当人民的老黄牛 同时声明 于明日下午三时 烧毁我的所有著作 我是心甘情愿的 在革命派的帮助下 我认识到我过去的全部著作 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产物 无非一堆废纸 不烧何用 博士学位申请书 节路 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做自己祖国的博士 我决心努力攀登哲学高峰 写出中国宗教思想概论 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已于三十多年前 就获取了神学 史学 两项硕士学位 三十多年来 我一直兢兢业业 努力奋斗 刻苦钻研 坚持不懈 在严酷的考验中 我的愿望深埋心底 耐心等待 我终于盼到了今天 学位委员会的成立 燃起我希望之火 召唤我纵马登城 祖国正是百废待举 背须人才之计 我虽年迈 但壮心犹存 为其年迈 才当百倍抓紧 万倍努力 春蚕到死 思方尽 蜡锯成灰 泪屎干 我决心尽残年之威力 写好博士论文 为四个现代化 做出贡献 据调查 声明和申请 都没有贴出寄出过 詹牧师写完了声明 征求詹夫人的意见 詹夫人不答 漠然垂类 詹牧师也没了主意 半天詹夫人才说 你要不去买那把刀子 何至于引得他们来抄家 詹牧师 有一把很漂亮的蒙古刀 纯粹的工艺美术品 但他担心被人告发为 私藏武器 妄图变天 在1966年的一个深夜 拿出去想埋掉 结果被几个红卫兵抓住 我不去埋 他们也要抄的 詹牧师愧然答道 我们不如回老家去 省得被他们赶 詹夫人说 不知家里的房子还有没有 可以先向亲戚们借一件 回春堂 不知有没有 家乡多安静 我喜欢安静 尤其是夜里 什么声音也没有 睡得也香甜 有时候 有卖馄饨地在窗外吆喝 放些虾皮儿紫菜 还有香菜和清酒沫 再放点香油 什么时候 我给你坐一会 你可坐不出那味儿 但他们没有贴出声明 也没有回老家去 申请呢 是什么原因 使之没有寄出去 不详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还有两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第一份是詹牧师做的一首 满江红悼念周总理 幸亦当初没有落入四人帮之手 否则他大约就不会活到被我发现的时候了 诗词原文如下 恶号呼闻哭无泪 肝肠欲裂 周总理 公盖乾坤 得朝日月 唯我运筹轻生死 握发图补无昼夜 探古今 被害是忠良 天当灭 潇潇雨 飘飘雪 风生夜 哀生绝 把杯酒清泪 制成先烈 大地真埋 难而骨 长河敬炼 英雄血 恨难消 何日斩群妖 天下谢 如果我的发现 到此为止多好啊 那样我既可以为自己 与这样一位勇士相识而自豪 我的报告文学 也就可以具有英雄史诗般的气魄了 然而不幸 我又发现了一份证据 詹牧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 天哪 幸亏是他让我发现了 我为死者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是落在外人手里 詹牧师便有一百张嘴 也难说清楚了 信文如下 敬爱的江青同志 首先祝您身体健康 我是 信文到此结束 以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算式 估计是詹牧师 在计算当日的生活开销时所为 两脚三分 估计是一瓶酱油 四脚五分 估计是半斤鸡蛋 两分 可能是一盒火柴 红笔写得一脚二分 大约是当日的财政赤字 如此等等 就不一一推敲了 也许是因为此信没有写下去 也许更是因为账目的重要性 詹牧师把这一页纸留了下来 后来就忘了 所以没有及时销毁 诗文和信文 都没有著名写作的日期 哎 我的詹牧师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又走访了一位 詹牧师生前最亲密的朋友 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 可喜可贺 这位老先生的证词 似乎可以推翻 詹牧师是个风派人物 这一结论 他说 小周嘛 也谈不上什么 敢潮流 不敢潮流 更谈不上什么风派 不风派 他不过是闲不住 而且总是自命不凡 想干一番大事业 愿意和一些名人 大事发生些联系 他总有怀才不遇的思想 常常就做出些古怪的事情来 这位老先生举了几个例子 以资证明 A 詹牧师并非只给江青写过信 在齐奥塞斯库当选为总统的时候 他也请罗马尼亚驻华使馆 带转过他的贺信 他不光写贺信 也写过抗议信 苏军侵略阿富汗的时候 他给伯列日涅夫写过抗议信 英军进攻马岛的时候 他给萨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总统 都写过劝告信 只是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 B 估计收到过詹牧师的信的人会很多 只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位先进人物 或别的什么人物 他就要立刻地写信去 向人家表示祝贺或慰问 詹牧师对名人总是由衷地敬仰 有一回詹牧师的小孙子大便之后 对使得出处表示了惶恐 爷爷这是从哪儿出来的 肛门 什么是肛门 这就是肛门 詹牧师一边给小孙子擦屁股 一边解释道 您也有肛门吗 有 所有的人都有 孙子忽然指着报纸上一位名人的照片问 他也有吗 詹牧师给了孙子一巴掌 嗨 不许 不许瞎说 有一点需要强调 敬仰归敬仰 詹牧师绝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除非万不得已 他从来是不求人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 詹牧师也并不是只敬仰名人 如果要胡顶棚 他崇拜胡将 要是七桌子 他只信得过七将 有一回 詹牧师碰巧得了一些木料 想做一支书架 儿子几次要动手都被他制止 你做过什么 他说 等儿子瞒着他把书架做好了 对他说 我找了个七级木工给做的 詹牧师连连夸奖 这活儿做得够多地道 因詹牧师的儿子计划不周 在书架的左立柱上 多锯了一道口 为对称起见 索性又在右立柱上 也锯了一道 詹牧师一直琢磨不出 这两道口是做什么用的 试着往上面挂了两回网袋 也挂不住 C 凡国内外大事 詹牧师都关心 国内的 譬如东北及西南邻区的 乱砍烂阀问题 华南虎及丹顶鹤的保护问题 各地名胜古迹 应该加强管理和利用起来 发展旅游业问题 城进郊区应该发展养鱼业 街道两旁应改种香榛树 以解决春季蔬菜短缺状况 以至目前晚遇造成的 难产率增高的问题等等 他都给予关注 他去图书馆查阅书籍资料 去请教过专家 也给有关方面写过信 深述了自己的意见 国外呢 主要是世界和平问题 他曾在自家墙上挂过一张民用世界地图 并做了一块布帘挡在上面 有时候他拉开布帘 在地图上画些箭头虚线和实线 也插一些小旗子 红的白的黑的 然后在屋子里低头踱步 默默地思考 他确实有过一些颇具先见之名的预言 譬如他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说过 欧洲是世界战略的重点 亚洲的问题出在印度和西亚 不过也有过错误的判断 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D 詹牧师喜欢体验一种崇高感 或者叫做价值感 只要能稍稍与国内外大事有所关联 他便要陶醉 甚至闹到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地步 亏得有詹夫人时常阻拦他 向他小以利害 这才避免了不少祸事 否则 詹牧师的老朋友说 真难说他要做出什么事来呢 假如四人帮重用他 他说不定会因为被重用而忘乎所以的 反过来 唐使有一位厂长或局长什么的看重他 他肯定也会费寝忘食地为四话出力 他早就提出过要重视智力开发的主张 可惜那时没人理他 他就是盼望被人重视 我看他之所以想起给江青写信 准是有什么人在他耳边吹风 吹得多了神了 他就信以为真 觉得似乎那样就能有机会实现他的某项设想 至于这首满江红吗 我敢担保的只是 小周对总理是忠心热爱的 总理试试当天 我们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待了一天 什么也吃不下 什么也说不出 小周一个劲地叹气搓脚把黄土地上搓了两道伸钩 他有胆子写那么一首诗词也肯定是受了别人的鼓动 十有八九是受了他儿子的鼓动 否则他绝不敢写什么和日斩群腰之类的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那首词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 他儿子就常说他不是史学硕士 而是史学修士 意思就是说 他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修改打扮自己的历史 不然 他敢把这么一首诗词保留下来 是不大好想象的 占目师甚至喜欢模仿伟人的动作 不错 这一点笔者也可以证明 他每次和我见面 哪怕只是相隔半天 也要和我握手 伸手的姿势就像猎宁 但从以上五点 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占目师不是丰派吗 能说明占目师就是丰派吗 我实在也吃不准 但报告文学是应该报告的准确 真实全面的 所以我把这些情况也都零零碎碎地写了下来 如果能在片头印上八个字 内部参考请勿外传 我以为是慎重的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关于占目师多次伪造表扬稿 以骗取稿费 并在被揭露后 坚口不谈此时一节 我一直考虑是否删去 倒不是怕会淫会到误人子弟 实在是那样喜来 太有些不明不白 正当我举其不定之际 昨天 占目师的街坊们 又向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 假 占目师的老街坊宋科长的书面意见 我认为 占小舟同志 绝不是那种为了名利 就去昧着良心胡编烂造的人 为了名吗 可是发表那么几篇表扬稿 能出什么名呢 为了钱吗 更不可信 占小舟同志多年以来 一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 街坊们曾经商量着 要给他些报酬 每月九块 他都不要 他说我不是为了钱 我也不是打扫厕所的 大家不敢再提 我们有时候也想帮助打扫打扫 但每天早晨 无论你起得多早 厕所还是已经被 占小舟同志打扫过了 后来发现 占小舟同志 是在夜里打扫厕所的 他每夜都要看书学习到一两点钟 然后就去打扫厕所 我们都睡得早 不能等到所有的人 把一天的厕所都上完 再去睡呀 以 詹牧师的邻居徐老太太的口头证明 可不是怎么的 詹大哥 尽给大伙办好事 正经八百一个老雷锋 甭巧我还比他小两岁 可腿脚不济 取烫奶来回就得一个多钟头 詹大哥每天清早帮我取奶 黑了还管倒脏土 我心里不落忍的 人家也那么大岁数了不是 我就说您甭去了 可詹大哥说 街里街坊的一块住着 谁混谁呀 人家可不是像我这么说的 人家开口就是文明词 说是五周四海翻腾 到辽都得往一块走 估计詹牧师的原话可能是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走到一起来了 嗨 那可是个善惊人 说他骗钱花 说这话的人 可真是瞎了狗眼了 丙 詹牧师隔壁的孙老师的书面证明 詹老先生常说 这些年社会风气的变坏 全是因为四人帮 把人们的道德标准搞乱了 善而不赏 恶而不乏 必定助患无穷 而罚恶的好办法 莫过于赏善 善计利 恶不成 所以我认为 詹老先生之所以总写表扬稿 意在赏善 用现行的语言说就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前年 詹老先生去眼镜店配眼镜 营业员不耐烦地把眼镜扔给他 把一个镜片摔碎了 营业员反而怨詹老先生没接住 一定要詹老先生陪 后来詹老先生对我说 你跟他吵有什么好处 你说三道四地教育他 反倒会激起他的反抗心理 使他更加不热爱本职工作 所以詹老先生就原价 把那副眼镜买下来 并写了一篇表扬稿 表扬了一个假设的 态度非常好的营业员 丁 职工学校的开门人 老锅头的口头证明 您问詹老 那老头可是心眼好 那人心眼忒好 那老梁口子心眼都好 没笔 说件具体的 我说的这些全是具体的 说件真事 我刚来这儿的时候是夏天 大赏武的老杨挺毒 詹老头一盆一盆地 往球场上泼水 我不懂规矩 还直撑着人家 感情他是为了学生们 下了课好打球 我还给人家埋怨了一顿 好人哪 詹太太人更好 包了饺子就喊我去 说我一人闷的话 其实我倒惯了 也不觉着闷 这会儿 那老两口全死了 我时常倒真觉着憋闷了 好人哪 上了天堂了 还有一些证词 因篇幅所限 略趣 詹牧师死后 我和他儿子给他换衣服时发现 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 有一个小塑料包 打开一层塑料包 又是一层塑料包 一共三四层 里面包着两张照片 一张是全家福 年轻的詹牧师抱着小女儿 年轻的詹夫人 露着儿子 另一张是詹牧师 当年获硕士学位时的流影 戴着硕士帽 风度翩翩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东西 怎么说呢 请诸君原谅 并且保密 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 还有一件事 詹牧师的儿子 给詹牧师写了一篇 非常奇怪的道词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我问爸爸 树叶是什么颜色的 爸爸回答绿的 我又问 那绿色是什么样的 爸爸回答 就是树叶那样的 我说 如果这就是绿色 那绿色 又是什么样的呢 爸爸想了半天 笑了 拍拍我的肩膀 那时候 多快乐呀 1984年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去年 我竟做梦似的 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 回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 想了快十年了 我的精神 没什么毛病 一直都明白 那不过是梦想 我插队的那地方 离北京几千里路 坐了火车 再坐火车 倒了汽车 再倒汽车 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 连汽车也不通 我这人唯一的优点 是精神正常 对这两条残腿 表示了深恶痛绝 就又回到现实中来 何况这两条腿 给我的遗憾 又并非为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 关于插队的小说 不少人说 还像那么回事 我就跟几个 也写小说的朋友 说起了我的梦想 大家说 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 不过这一回 倒未必是 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 他们哥们几个 愿意把我背着扛着 走一回陕北 我在交友方面 永远能得金牌 可惜没这项比赛 作家协会的同志 说我怎么不早说 我说我要是知道行 我早就说了 大伙都说嗨 连着几夜失眠 我一头一头地想着 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 不知道他们当中 是不是还有活着的 耕牛的寿命 一般只有十几年 我又逐个地想一遍 村里的老乡 肯定有些 已经老得认不出了 有些长大了 变了模样 我走后出生的娃娃 当然更不会认得 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 那几眼旧石摇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又去向那些山梁 山毛 山沟的名字 有些已经记不清了 我拦过两年牛 为了知道哪有好草 那些山梁 山毛 山沟 我全走遍 很快 定了行期 我每晚吃一片安定 养精蓄锐 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 当年在晋中插队 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 32岁成家 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 去旅行结婚 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 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 离他待过的村子越近 他的脸色越轻 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 一瞧认的 这小子胡子拉扎 二话没说 先咧开大嘴哭了 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 都能理解 不过为什么哭 大约没人能说清 不过我想 我最好别那样 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 是好像精神都有点毛病 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 除我之外 都没到过陕北 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 不知从哪儿学了几句陕北民歌 哼哼唧唧地唱 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 丢了很多人情味 只一人例外 说要不是为了我 他干嘛要去陕北 我不如用这半个月价回趟太行山 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 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 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 要壮观得多 美得多 我说也许正相反 他说 明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 于是扯了脖子唱 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 我便跟他一块唱 走起路来 好像水上飘 扯淡 这明明是陕北民歌 扯淡 他也说 当然是太行山的 过了一会儿有人提醒我们 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他说 似乎找到了一点平衡 十几年前 我离开那儿的时候 老乡就说 这一走 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 我那时只是腰腿疼 走路有些吃力 回北京来看病 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老乡们也没料到 我的腿会残废 但却已料到 我不会再回去 那是春天 那年春天 雨水又少 满山遍野刮着黄蜂 太阳浑蒙蒙地 从东山上升起来 山里受苦去的人们 扛着老爵 扛着厨 扛着弯曲的木梨 站在村头高高的 土崖上 远远地望着我 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 咋 回北京去呀 咋 不要在这打受煎熬了 这些迟早都要走啊 老乡们把知青 统称为这些或那些 众伟帮忙 把我的行李搬上旅车 绑好 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 娃娃们追过河 追着我们的旅车跑 终于追不上了 就都站下来 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 旅车沿着青平河走 青平河挤胜了几尺宽的细流 随随赶着车 总担心到县里住宿 要花很多钱 想当天返回来 众伟说 来回一百六七十里 把驴打死 你也赶不回来 放心 饭钱房钱 一分不用你出 随随这才松了口气 又对我说 这一走 怕再不得回 随随比我大几岁 念过三年书 得回来 怕记也记不起 他在鞋底上 磕磕烟锅 蓝布鞋帮上 用白线秘密地 纳了云彩似的图案 我光是说 怎么会忘呢 不会 村头那面高高的 土崖上 好像还有人站在那 朝我们忘 十几年了 想回去看看 看看那块地方 看看那儿的人 不为别的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有人说 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 总好念到那些插队的日子 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 是在插队中度过的 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 二十出头的时候呢 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 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 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 或是那个小伙子 也记住了那个地方 那段生活 被承认 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 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 没插过对 否则他不会说 只是因为 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 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做梦 屋边的黄土连着天 起伏绵延的山群 像一只巨大的恐龙 扶握着 用光秃秃的脊背 没日没夜地 驮着落日 驮着星光 河水吃够了泥土 流得沉重 留得沉重艰辛 只在半崖上 默默地生着几从 葛珍 狼牙刺 也都蒙满黄尘 天地沉寂 原始一样的荒凉 忽然 不知是从哪儿 缓缓地响起了歌声 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 也像是从天上 听不清唱的是什么 于是贫瘠的土地上 有深褐色的梨迹在走 在伸长 掘头的闪光 在山被弯里 一落一扬 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 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 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 吹散开在高原上 依呀嗨 幽味 还是听不清唱什么 也雄浑 也缠绵 辽远 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 在高原上走 偶尔有人停下来 弯腰捡些什么 又直起腰来继续走 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 大家都停步看一阵 又继续走 村里的钟声 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 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 碰巧金涛也来了 带着儿子 金涛的儿子三岁多 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 屋里屋外地跑 尖叫着 一会儿哭了一个 一会儿又都笑了 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 去插队的时候 我们也还都是孩子 十七岁 有的还不到 后来 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相册 翻着翻着嚷起来 这是我爸爸在陕北的 这是我爸爸在青平湾 叔叔 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 女孩子说 男孩子也说 叔叔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 看 黄土高原 才不是呢 这是山 也是山 也是黄土高原 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 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众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 一把夺过相册去 我爸爸在那插过队 我爸爸也在那插过队 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干嘛插队 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梅花说 就是有点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 询问般地看着他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批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 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 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 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 不像我们带了那么多的感情 我 众伟 金涛 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 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 还有一张 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 这就是我们一块儿在青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 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 山卯 冒着催烟的窑洞 村前那条没不了西的河 金涛和李卓坐在脉垛上 众伟一本正经扛着老爵站在河滩里 袁晓斌一条腿蹬在磨盘上 身旁握着丸主 丸主是我们养的狗 属我照得浪漫些 抱着我的牛犊子 那牛犊子才出生四天 我记得很清楚 去年回青平湾去 我估计那群牛中 最有可能还活着的就是他 我向老乡问起 人们说 那牛也老了 年西签到旗上卖了 可惜的是 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 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 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 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 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 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 还是两年前 我见到沈梦平时跟她要的 她说 那时候刘夕几次说 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相 我说 那你们干嘛不早说 她说 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 我说 恐怕不是不敢 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 她就笑说 真的 真是不敢 现在敢了 现在晚了 不知道谁怕谁呢 谁怕谁也晚了 那条河叫清平河 那道川叫清平川 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 几十户人家 几十眼窑洞 坐落在山腰 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 七八十里到了县城 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 黄河边陡沿峭壁 细小的清平河水 在那儿注入了黄河 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 也壮伪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 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 有在河北的 又在湖南的 有的留在了陕西 两个人出了国 李卓在芝加哥 徐月月也在美国 多数有回到北京 差不多都结了婚 有了孩子 各自忙着一摊事 偶尔碰上 学理工的 学文史的 学农林的 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 干什么的都有 共同的话题倒少了 唯一提起插队 大家兴致就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 砍了灶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 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 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 越抽越饿 画多起来 笔手画脚起来 坐着的站起来 站着的满屋子转开 说得兴奋了 也许就一痒 在床上躺下 脚丫子翘上桌 都没了规矩 仿佛又都回到了窑洞里 反复说起那些往事 平淡 甚至琐碎 却又说到很晚很晚 直到哪位忽然想起老婆孩子 众人就纷纷看表 起立告辞 说是不得了 老婆要发火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去插队的那年 我十七岁 直到上了火车 直到火车开了 我仍然觉得 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 跟下乡去卖收差不多 也有点像大串联 大串联的时候 我还小 什么都不懂 起哄似的跟着人家 跑了几个城市 又抄大字报 又印传单 什么也不懂 其实我最愿意 这么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 有男的有女的 都差不多大 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去干一点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启动了 老实说 我一点都没悲伤 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 只是很兴奋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 我那么兴奋 都是因为什么 譬如说 一想到从现在开始 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 就兴奋 譬如说 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 那群女生 准得吓得又喊又叫 我想我应该很镇静 说不定我们男生 还得好歹 把他们女生救出来 不过由此 又联想到死 心里却含糊 这时 金涛凑到我跟前来 满脸诡秘地笑说 刚才众伟他妈 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 说真的 你怕死吗 我忽然说 然后我装出 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 不怕呀 干嘛 不干嘛 问问 金涛挺认真的看着我 猜不透 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 我就问问 你刚才说什么 众伟他妈跟他姐 真神 他满脸又涌起 鬼秘地笑 刚才跟众伟说 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 都不小了 要是有什么事 你们得多关心人家 神不神 这怎么了 这有什么 我说 金涛咽了口唾沫 脸上的笑纹变浅 我的反应 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老实说 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众伟跟你说的 不是 是我听见的 当时我就在旁边 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 紧盯着我 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 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 假如需要死 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 金涛又说 哎 说真的 你真的怕死不怕 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甭废话 你真的怕不怕 他严肃地想了 大约一秒钟 嗯 不怕 你呢 废话 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 火车在变换轨道 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摩擦声 许多条铁轨 穿插交错 众伟他妈跟他姐 真够神的 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 个子并不矮 但是瘦 脸小 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 外号却叫牛 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 又怪模怪样 学起女人哭来 嘴里念念有词 一扬顿挫 自己并不笑 大伙都说学得像 都笑 车启动的那会儿 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 猛地大哭大喊 像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 车上车下 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 只是没那么邪乎 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背 在站台上瞎溜达 以便吃果谱 李卓带了一盒果谱 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 她不时地捅捅我说 快瞧 那儿又有俩哭的 快瞧快瞧 又一个 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 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 能注意到我们的 泰然自若的神态 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 不妨再多点 再邪乎点 所谓 唯恐天下不乱 我暗自庆幸 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 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 捡个人少的地方 靠着跟石柱子坐下 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谱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 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 他们戏里的人 说不定要整她 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儿 李卓又说 反正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他们戏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 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 我说 然后严肃地 向毛主席做了保证 后来我才知道 这事根本用不着 我去跟别人说 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众伟不知 从哪喘吁吁地钻出来 你们俩上哪儿了 我说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他们呢 我问众伟 我让他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 李卓问 众伟装着没听见 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 你妈哭了吗 我说 牛他们也不知去哪儿了 众伟 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 金涛和小斌他们 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众伟 你妈哭 我踹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众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愣 这会儿问 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 只把那盒国谱吃光 然后把纸盒 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 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 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 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 你就知道了 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 火车就开了 似乎一切都太简单 还没过够瘾 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 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 天呀地呀的 牛 别瞎学了 那是徐月月他妈 不知从哪传出了这么个消息 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小伙子们却添了兴致 纷纷上厕所 厕所在车厢前边 女生们都坐在前边 我们先是想看看那个 又漂亮又厉害的徐月月哭没哭 哭起来是不是还那么傲慢 后来则发现 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 找女生群中扫两眼 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 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 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 头发太长 金涛说 徐月月并没哭 事件小遗憾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 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丝鸣 已经是冬天 车窗外 北风刮得凶 树和荒草 东倒西摇 遇见荒凉了 预感到离北京远了 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 赶车地抱着鞭子 下巴缩到林口里 马车上还坐个孩子 两只手尽力往绣筒里插 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的一个村落 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 想了一下母亲 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 盼着一种湿静的降临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 月在中天的时候 还有什么 塞外的风吧 滚滚的盐河水了 一群青年人 姑娘和小伙子 怎么怎么了吧 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 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 等等 还有隐约而欢快的守风琴声 等等 想得呆 想得陶醉 唉 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 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 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 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 像我这么随潮流 而又怀了一堆空射的诗意去插队的 就多些 更多数呢 其实都不想去 不得不去罢了 不得不去 便情愿相信 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 其实能不去呢 还是不去 今天有不少人说 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 满怀豪情壮志 如何如何告别故乡 奔赴什么什么地方 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 冷静下来便想起 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 确有吸引力 不过如果那时候说 也可以到 如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区插队 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 我那时既不懂发愁 也不太去向什么前途 一切单凭兴趣 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 是在1967年秋天 那年我15岁 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 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 户口也迁去 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 不挣工资挣工分 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 我问众伟 你去吗 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吧 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 牛 你去吗 不去 金涛正满嘴嚼着姜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 正在清华园里闲逛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 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 接近一苦饭水平 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 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 大家都不阔 无非是每人一包姜米条 一毛衣 一两粮票 或者一包闸牌叉 价格同上 嘴里嘎吱嘎吱的响亮的脚 在清华园里逛 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 碰上批斗会 也听一会儿批斗会 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 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 事后金涛就吹嘘 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 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 大伙就说牛 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 大伙还是说牛 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 嘴里的东西嚼完了 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的走 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 随便别在路边的那辆自行车的斧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 我们都是逍遥派 我们几个既非红武类子弟 又非黑武类出身 因而不是敌人 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 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 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 何以解惭愧 唯有读马列的书 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的经典 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 像过去被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 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 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 惭愧少了些 天之以骄傲 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 一是引出大段大段 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 一是引出大段大段 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茨基的话 靠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 这就看谁功夫深了 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 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 旁观者也不由地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 我真正感兴趣的 是千方百计找一本《读草》来读 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 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 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 通常是和众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 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齐两道坝 小河很浅 且水流速得很慢 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 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脸、泥鳩 有时还能抓到黄鳝 鱼都不大 主要为了玩 1968年秋天 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 传开了一个消息 说是谁也别做梦 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 都得去插队 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 谁说的 多新鲜 真的 蒙人是什么 孙子 这有点让我失望 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 自己能有点钱 能买一双回力求鞋的 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 最以为时髦的鞋 十块多钱一双 在当时算很贵 都去哪儿 全中国哪儿都去 都得去 不错 拍拍脑袋算一个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 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古 山西陕西云南 没准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 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 几身衣服 一顶皮帽子 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 我妈也没说我 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 我妈忽然慷慨起来 无论我想买什么 她都不再嫌贵 痛痛快快地掏钱 好像一夜之间 我成了大人 让你觉得单位这个去插队 也值得 我最心于整理行装 最心于把我的财产 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 反复地码来码去 有机会我就对人说 我要走了 插队去 八尘进不了 我妈开始叹气 开始暗暗地落泪 好多成年人 对此也都叹气 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 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 手里摇着箱子的钥匙 端向着那箱子做沉丝状 觉得那样才更不像个孩子了 才更像要出远门去的样子 后来定了去延安 我妈一天说好几回 毕竟那是老区 眼泪少了些 我却盼着走 盼着高原上 月在中天的时候 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 列车奔向远方 以后呢 管那么多根老娘们似的 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 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 向我走近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分组的方法 新鲜而且美妙 一个村子 一个知识青年小组 每个小组 都是按照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 这是什么意思 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 又是这么个分配法 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 起了骚动 爆发了一阵抵抗 我们组只要男生 光男生就够了 好家伙 这得逆犯死多少人呢 我们可不负责养护他们 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 掩盖得又很拙劣 因为抵抗的并不顽强 姑娘们当时怎么想 我不知道 现在想来 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 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 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 欲盖弥彰 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 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 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 也许是因为那个年龄 我们已对女性不感兴趣 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 平时 我们看见他们就装没看见 扭着头走过去 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 走过去之后 要活动活动脖子 他们迎面碰上我们 多半是低下头 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些 袁小斌不同凡响 他是为了刘希才去插队的 刘希是我们班一个女生 小斌本来可以去当兵 他爹是高干 老战友变天下 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 毕竟工厂还让人羡慕 这小子偏要去插队 跟家里也吵翻了 住在学校不回去 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 至于那么革命吗 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斌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 块头也大 外号大驴斑或者驴斑 干事从来不同反响 愣 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 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 皮育老师说 女同学立驾地出列 四五个女生站出去 男生队伍里便隐隐 有不满的唏嘘声 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 忽然小斌也站了出去 皮育老师一愣 你什么事 请立驾 回答得很有底气 体育老师直发懵 凭什么光让女生请 不让男生请 小斌问得有理 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 互相使眼色 这更把男生都激怒了 老师只好说 他们身体不好 我们也身体不好啊 男生群里嚷开了 说肚子疼的 说脚崴了的 闪了腰的 他们怎么了 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 再说身体不好 才应该锻炼锻炼呢 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 那节体育课没上成 一直吵 那时我们真太小了 那时没有性教育 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 驴鞭是在犯愣 事情是这么败露的 刘西和我们分在一组 小斌也要求分在我们组 可光荣榜公布时 刘西的名字 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 小斌于是要求 也调到那个组去 等到宫宣队 批准他调过去了 光荣榜上的错误 又被改正 小斌又要求再调回来 男子汉们 对此类事 从来反应灵敏 干嘛刘西上哪个组 你上哪个组呀 嘿 看来你主要不是想 跟我们哥们几个在一块 驴鞭 你多半看上刘西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 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 小伙子们都聚拢来 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 我们以为驴鞭 肯定会否认 会赌咒发誓 说他没那么想 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西 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 驴鞭 肯定保密 说话算数 真的 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 就这几个人知道 谁说出去 大伙一块治他 大伙都说 谁说出去 谁是孙子 小斌 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 可以大笑一场的 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 都在脸上凝固消失 气氛竟然严肃 小斌眨巴着眼睛 尝出气 似乎求所有人原谅 大伙面面相去 我觉得心里有些乱 金涛说小斌够意思 对咱们够信任的 咱们得挨个保证 不说出去 于是在场的人 都很感动 纷纷指天发誓 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 安慰小斌 说刘夕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事能成 还有人说 谁早晚都得有这事 怕什么的 那天下午 我 仲伟 李卓 金涛 又去圆明圆摸鱼 已经秋深 小河上飘着金黄的落叶 像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 四个人兴致都不高 都说水太凉 光是坐在岸上 把藤慈脸盆敲得叮当响 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 不说起袁小斌 也不说起刘夕 中午 众位曾特地跑来跟我说 哎 刘夕可是井冈山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 袁小斌是老红卫兵的 和刘夕是对立派 我没理他 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 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圆的秋天 色彩缤纷 树林净净的 远处的红楼 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教室 我记起阳光头在黑板上 白杨树的影子在那摇 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 注意了 注意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金涛说 嘿 犯什么傻呢 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 下月就该走了 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 使我们感到了一点 别离的味道 感到了一点人生的严肃 我们在小河上筑坝 掏水 摸了不少鱼 摸到很晚 月亮出来的时候 我们坐在小河边 搓着冻麻辣的腿和脚 又觉得很快活了 鱼在水盆里翻着荧光 扑愣扑愣想往外跳 众伟说 小冰跟刘夕可不是一派的 金涛说 那有什么新鲜的 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十六年过去 弹指一挥剑 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 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 他在读博士 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 很便宜 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 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 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 可惜 没有咱们那哥们几个在一块 他说 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 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 他说等他回国后 咱们哥几个也来一次旅游 回清平湾去看看 我说别忘了 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 有两条路 一条是走西安 那条路好走些 另一条是走太远 走戒修 然后换汽车 从军渡过黄河 到隋德歇一宿 再换汽车到永平 下了汽车 再走三四十里山路 插队那些年 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 难走 却能少花几块钱 这条路建筑和保养的都差 逢上雨雪 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阵子上 就走不动了 我们就花三毛钱 在车马大殿的长炕上 找一个位置 盼着天晴 三毛钱 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 没有铺盖 走这条路 原本是为省钱 当然不舍得在花五毛钱 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 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 连背带抱 把我弄上了卧铺车厢 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 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 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 没有什么变化 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 差不多 不过站台上 人群的色彩变了 那时候都是蓝的 灰的 国防绿 如果见一点红色 确定无疑是绣张 或者雨露本 现在处处是披肩发 牛仔裤 国际流行色 不过十几年吧 历史的脚步 不算慢 换一种说法也对 十几年了 还不算慢 还要怎样才算慢 我是想 历史以自己的脚步 再向前走 庞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启动了 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 火车行驶的声音 在矿野上散开 也显得弱小 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 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 建了火车 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 不少老婆 连汽车也没见过 更别说火车 清平湾不同汽车 要看汽车 得翻两架大山 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 那些老婆们的 三寸金莲又走不动 套上旅车 专程去看一回吧 他们又觉得 那太近奢侈和浪费 他们倒都见过飞机 是湖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 命运其实不公平 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 他家请了个小保姆 从安徽农村过来 十七岁 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 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 见那小保姆 正在穿衣镜前 做一个舞蹈姿势 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 学得确实很到家 他说他马上想起 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 那时 他们时常给临近的老乡 演一点样板戏一类 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 那女孩就来缠他 央告着也让他拉两下 看我拉得响不 这孩子颇有灵气 他离开太行山时 那孩子已经拉得不比他差 可惜 没有个像样的老师教 他说 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 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 说哪止十七八呀 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 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 没准都成了孩子吗 一伙人又都感慨 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 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在那儿 我于是想起鸣娃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有一年 冥娃和冥娃妈 跟我们一起来到北京 给冥娃治病 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 头一回见平原 一天一宿不睡 也不困 扒着窗口望外望 说受苦也这大家受了 卖中得够咋愁 说坐生灵 也要在这大坐了 一满是平川地 正是清晨 广阔的平原上 阳光渐渐扑开 雾气也变得辉煌 冥娃却忽然叹气说 今生不顶事儿了 不剩早些死下再脱生 冥娃妈眼角的皱纹 立刻都散开 沉了脸怨她 又瞎说嘞 散开的皱纹 都是一道道白痕 因为那儿太阳晒得少些 我们也劝冥娃 别胡想 来北京不正是为了 把病治好吗 冥娃再不言喘 母子俩都不再说话 望着窗外 窗外仿佛全是虚空 冥娃的病 是先天性心脏病 才到清平湾时 我们自己的窑洞还没有 就掀住了冥娃家 一眼就石窑 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 离崖边二三十米 终日听见清平河的水声 冥娃的达叫八子 不记得她的学名 陕北化管麻子叫八子 冥娃妈也叫八子婆姨 叫个什么凤鹰或者什么玉鹰 冥娃是老大 下面六个都是小子 排挤就叫挤圆 冥娃若生在北京 至少不会那么年轻就死 生在我们那地方 除去是动弹不得 就总是个受苦吧 山里的苦都不清 就是跟在牛屁股后头 打土磕了 你也得抡着老爵 慌慌地走 一个成年劳力 打土磕了 要跟得住三四促牛 十七八岁 往成年劳力过渡 最要付出大气力 别人不情愿承认你长大了 不情愿给你计十分工 冥娃正是这个年纪 拼着命想挣十分工 除非你在体魄和力气上 先就压倒了许多成年劳力 否则就难 冥娃长得不矮 却叫病闹得瘦 收工时 众人纷纷往回村走 她要站在地头喘一阵气 把住绝霸 嘴唇没有血色 后走的人劝她不要贪图着工分 倒把身体垮了 她便硬冲着笑 说砸也不砸 连着喘气 声音低得像在对自己说话 书上这么介绍了我们那儿 地表破碎 两毛起伏 沟壑纵横 黄河沿岸地带 山梁狭窄 坡斗沟深 鸡眼裸露 形成峡谷峭壁 据说是风 把黄土搬来 成了那一片纵横几千公里的高原 水又在漫长的年月里 把它们切割得破碎 1969年出去的时候 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 扬起几里滚滚黄尘 哼哼地在高原上爬 人全在车棚里颠 不久看见了窑洞 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 大伙都感叹 一会儿又见了羊群 蓝羊老汉 披着老羊皮袄 大家都从心里崇敬 冲老汉招手 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 然后又看见了 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 拥在原畔上 木然且疑惑地 看着我们的车队 我们又冲人家招手 人家仍旧木然 且疑惑地站着 原地平坦而开阔 就像平原 一望无际 忽然 汽车仿佛 开到了大地的尽头 平平的原地 俯砍刀劈般 塌下去一大片深谷 往下看 头晕目眩 深谷中也有人间 催烟鸟鸟 犬废鸡鸣 生灵和赶生灵的人 小得如蚂蚁在爬 越往北走 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 渐渐不见了平地 全是起伏不断地山凉 然后到了延安 然后发现 宝塔山并不微微 沿河又因在冬天 不能滚滚流 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 伸来饭碗 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 我心里的失忆 遭受了挫折 李卓在牙间撕了一声 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们县境内 在小镇上下了卡车 带队的县干部问 是歇一宿 再走那几十里山路 还是现在走 男男女女都晒着英雄 说来了也来了 就不再怕什么 现在走就现在走 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 翻了山又过了沟 过了沟又翻山 说是寻一条近路 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 买着骆驼一样的步伐 往山上爬 哪一件行李 都有七八十斤重 山都又高又陡 一样的光秃 阳长小道盘在上面 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 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卯 四下望去 仍是不尽的山梁 山卯 深沟大鹤 茫茫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平整整的松土 众伟喘着问我 这上面还种庄稼 不可能 金涛说 也喘 女生中也有人问 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 是风刮的吧 这么平 老乡们笑起来 有那来便宜的风 还要往这达送粪嘞 怎么送 人丹里嘛 种什么 卖 母产多少 两三斗 是多少斤 合上七八十斤 一亩 哦嘛 一亩才七八十斤 咦 那就八斤 还要赶上好年城 行了 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了 都默默地低下头走 不知是这些老乡们在骗我们 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宫宣队骗了我们 腿下 于是沉重起来 那翻松的土地上 确实长着麦苗 阵阵山风 吹得它们发抖 八子撅着屁股 坑坑地走 扛的正是我那只 装了书的箱子 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 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 马列经典和文学的 哲学的名著 心想 即使走入社会 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 不能再去想摸鱼了 八子不知道他正扛着 那么多思想和主意 似乎也奇怪 这不大的箱子 何以会这么沉 看他额上渗出汗来 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 让我来扛一会儿 我只惭愧地问 沉吗 八子眼角上 额头上 立刻堆起笑闻 哎呀 他说 然后满脸笑闻 一直保持着 扛着箱子 越走越欢 半天 他才又寻出一句话 问我 北京起身呀是 我说是从北京来 哎呀 他说 满脸笑闻 又一直保持着 努力想 却再寻不出别的话 多会儿回 另一个老乡问 我说不回去了 以后就在清平湾 哎呀 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 笑个不停 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嗨呀 含义很多 与北京话中的 没至了略似 说好说坏 是惊讶 是嘲笑 还是赞叹 羡慕 得是具体情况定 到清平湾第二天 早晨一睁眼 抗炎前 已经站满了一排人 老汉 娃娃 厚生 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 就进窑里来窜 一排脑袋 瞪着一排眼睛 正嗨呀嗨呀的 轻声铠叹 捏捏厚厚的铺盖 嗨呀 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 嗨呀 彤彤李卓的半导体 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 又都嗨呀 众伟的假牙 放在窗台上的漱口碑里 一排人轮番看过 都不言串了 一个老汉敲声问 石妈家 一个后生回答 不晓得 八字挤到前边 看了说 狗牙 我们都笑得醒过来 知道不能再睡了 八字还在争辩 人说公社里 摇树几家婆姨 年兮肚子疼得 一满不行 到西安换了节狗长长 哦妈 十二长 他歪着头比划 把周围的人都看一遍 看有感对此表示 怀疑的人没有 脸上的麻子全变红 这是我晓得嘞 一个老汉作证说 那老汉 像是在众里人 有些威望 李卓开了半导体 音乐一响 满窑又是嗨呀嗨呀的 惊叹声 婆姨女子们 远都远远地站着望 这时也不顾了 进到窑里来 贴着墙站着 几个小女子 悄悄地互相推嗓 那是清平湾的人 头一回见到半导体 那么一个小东西 却能唱得那么红火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三十七岁 看上去像有五十 八字是不大会发愁的人 或者也会 只是旁人看不出 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 一是受苦 一是抽烟 两件事都做得愉快 单份上山 众人的筐更像盘子 八字的筐 却如一对坛子 他光记得力气用不完 却忘了多出力 要多吃饭 窑里的粮 却有限 明娃妈骂他憨恼 他坐在碾盘上 丝丝地抽烟 仿佛研究烟的道理 明娃妈 三十五 这年龄要在北京 上课飘飘洋洋地 穿一身连衣裙 明娃妈 已经有了七个儿子 山沟里生孩子 随便找把茧子 就把旗带剪断 死亡率很高 明娃妈倒是生了七个 就活了七个 除去明娃 个个都活蹦蹦地 结实着嘞 冬天的早晨 学钢廷 五圆六圆 站在窑前撒尿 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 在雪地里嚷 在雪地上尿住 一排排小洞 晚上 一条炕上睡一排 一个比一个短一截 横盖一条背 这时候明娃妈 就要坐到炕里去 开始仿线或者织布 油灯又跳又摇 冒着黑烟 八子或者一心抽烟 或者边抽烟 边响起憨声 人说黑市上 粮价涨了 明娃妈说 那时私人卖粮 是犯法的事 哦 八子应道 停了憨声 卖上几身玉米吧 咦 咬里吃肾 卖了玉米换些红薯回来 明娃妈盘算 这就又能余下些钱 明娃睡不着了 又为自己只挣七份工心交 起身到我们摇里来 袁小斌和金涛 正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事儿在喊 我和李卓也不时参加进去 那时我们开始想些正经事儿了 小斌一上手就读资本论 我和李卓想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或许更实用 众位每晚都要拉小提琴 偶尔给我们评判一下 谁说的更合逻辑 然后支支嘎嘎地拉 每日都不见长进 明娃却如一首梦幻曲 无声地在灶火前坐下 无声地望灶堂里添柴 寿宵的脸上光盛了眼睛 火光在那闪亮 又在那熄灭 半夜起来出去撒尿 还听见明娃妈的支不击声 看见窗纸上印着她的影子 头发垂在脸边顾不上楼 在她手里 你看不出有什么东西 需要花钱买 线自己仿的 布自己织的 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 油自己出 把麻籽炒了再放大锅里熬 慢慢地麻渣沉下去 清亮亮的麻油浮上来 酱也是自己酿 用麦敷 或者也加些黑豆 单是买些盐 还要买些盐料 把织好的布染黑 钱都抬起 钢瓣变漂漂 小漂漂变大漂漂 明娃妈有一桩要用钱的事 去给明娃把病治了 线上不行上延安 再不行去西安 去北京 明娃已经问下婆姨 那女子是三十里外 赵家何人 咱看到北京 什么病治不了 明娃妈跟明娃说 在她想来 北京还有治不了的病吗 治罢病 咱也去天安门看一会 她故意说得轻松 怕明娃心疼钱 明娃坐在窑前的墨盘上 画玉米不言穿 画玉米 就是把玉米粒 从玉米棒上搓下来 明娃妈在纳鞋底 把麻线扯得痴啦啦响 不要叫我打探窑上去 明娃忽然说 明娃妈愣一下 继续纳鞋底 只是眼角的皱纹 又散成一道道白痕 不要叫去 明娃妈不搭话 不要叫去 不去又怎么办 明娃妈停下手里的事 卖猪卖鸡蛋卖青油 只能卖多少 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 母亲望着儿子 他有七个儿子 不因为有七个 就对其中的一个 爱得轻些 碳窑就是煤矿 我们那地方有煤 不过煤层很薄 而且分不零散 只是公社一级 常组这些开采 设备极原始 称不上矿 叫碳窑很恰当 打一眼井 比一般的水井大些 井口上一个碌碌 也比一般的碌碌大 几个人摇 把滔碳的人掉下去 把滔好的碳掉上来 地下水 也是从这口井里掉上来 用一张大牛皮兜着 掉上来倒掉 几般人轮番不停地摇碌碌 用鸡肉代替吊车 代替抽水机 哼哼嗨嗨地喊 滔碳的人 嘴上叼一盏小油灯 攀在绳索上下去 三四丈深 到了煤层 向道只一米来高 又很窄 没有坑木 用不着 也用不起 滔碳的人在里头爬 有时要爬几里地 挖一块煤 几百斤 用绳拖在身后 再往回爬 膝盖磨烂了 然后磨出桨子 煤掉上来了 然后滔碳的人 也掉上来了 人和煤都湿漉漉的 冬天 井口上挂满了冰铃 所谓安全设备 就是地面上 有几根不高的烟囱 为通风用 不能没有 流传下来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哪个人下了探窑 他就是欠了你再多的钱粮 你也不能去催药了 不然就是逼人去死 下了探窑 就是说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讨饭 只是不顾了脸 滔碳 却是不顾了命 然而我们在的那些年 这规矩 这规矩只成了一个传说 实际人们却争着下探窑 一个人下探窑 一家人的日子就好过些 下探窑的人能吃饱 吃白膜 吃小米 吃不掺夫也不掺康的 净玉米干粮 偶尔还能吃一顿大肉 有些萝卜 洋芋 主要是能给姚李 挣回些钱 八子一直羡慕人家去掏探 自己没机会 这年 八子的哥哥 在公社造坊上 给干部们做饭 慢慢跟些人混熟 给八子争来了这个机会 同事走后门搞不正直风 有人给自家的儿女 弄得去上了大学 有人给自家的兄弟 弄个舍命的事做 探窑上的窑头 也看得下八子 知道她苦好 厚道 有力气 明娃妈想 等把明娃治病的钱攒够 就不再叫男人下探窑 她想 一天总能挣回一块钱 一年三百几 两年下来 就再不叫八子下探窑去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老乡们都烧柴 煤价虽不高 但总要钱买 柴可以自己去山里看 只要有力气 煤都运到公社 运到线上 运到邮局 医院 商店 车站去 给工价的烧去 老乡们管挣工资的人 叫公家的 就是公家的儿子 看给公家围儿够杂美 消消停停 倒把钱挣下 或者 看那些公家儿的杂招意 烧炭火 吃白膜 话里含了怨气 自然也含了羡慕 所以老乡们的审美标准 也与公家儿的有关 先媳妇出嫁 要在花条绒袄外 再披一件制服棉袄 要在红红绿绿的头巾上 再加一点黑泥子制帽 小伙子去相亲呢 要有一包纸烟 要在上衣兜里 别制钢笔 这确实是一条 唯物主义美学官的佐证 明娃的香好来了 听见娃娃们喊 我们都跑去看 纷纷扬扬的大雪 落白了群山 让人想起那首打油诗 江山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黑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娃娃们也喊 狗也叫 呐喊山寂静的小路上 下来两个人 前面一个黑的 后面一个红的 前边的头上 裹一条白手巾 后边的 带一条花头巾 加一顶黑泥子帽 吓得呐喊山 走过呐喊坪 朝庄里来了 所谓呐喊山 呐喊坪 就是村子对面 最近的山河坪 在那儿呐喊一声 全村都能听见 因而得名 黑泥子帽下 根本是一个 还没有长大的小姑娘 胸脯扁扁的 头发黄黄的 穿了一身红条绒 怯怯地跟在一个 中年汉子身后走 壁弯里跨个篮 篮子上盖块花布 中年汉子在前边 背起手 悠悠地迈着大步 一群嘎娃娃 追在那小女子身后 问 寻鸣娃了是 鸣娃在里 等得新娇里 给鸣娃做婆姨了是 小女子红了脸紧走 忽然反转身来喊 看把人家的鞋 踩掉了没嘛 娃娃们笑嚷着散开 她弯腰去提鞋 篮子上的花布开了 里面是蒸的白膜 每个膜上一个红点 如同北京人串亲戚 常拿一盒点心 这就是碧莲 虚岁才十七 随随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 两手插在绣筒里 下雪天 她没去拦阳 女生们也都站在 小学校的窑顶上 随随 你问下婆姨了没 徐月也问 女生们都嘻嘻哈哈地笑 只是跟老乡们说话时 他们才这么大方 问下了 随随一本正经 怎么没见过 庄宁问 常来串嘞 你们倒没见着 哪个村的 随随想想 嗯 猪家沟 叫个黑羽鹰 众人都笑起来 笑什么你们 赵 一个老婆说 黑羽鹰串来了 不远处 哼哼地换过来一只老母猪 女生们都骂 自然是北京妇女界最传统的用词 流氓 我们不敢笑 凡女生们参与其中的事 我们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否则 他们会以为 我们多么希望理他们 他们也只当我们不在场 活到三十几岁 回过头来想 才知道 旁小伙子们不在场 姑娘们也不至于 那么叽叽嘎嘎 嚷得欢 咦 敢是没钱吗 随随说 寻个婆姨 没有五六百块 不得过去 鸣娃的婆姨六百块 那天 八子又给碧莲达 交了十五块钱 交够了叔叔过门 那儿的规矩 没想到 所谓老区圣地 竟还是这样 倒真是 信之生难恶 反世生女好 如果这一家养的女子多 这家便富一些 八子的七个全是儿子 七六四千两百块 幸亏七个儿子 不是同时都长大 徐月月为这事 跑去找八子辩论 你就不给 看她敢怎么着 咦 不能不给吗 怎么不能 哎呀 你买了人家的东西 不给人家钱能行嘞 你说什么 这是买东西啊 必连是人 人里吗 不露出六百块 你是不是贫下中农 徐月月急了 要上纲上线了 八子全然不出这一套 贫农咋了 哎呀 贫农也出得起六百块 那年明晚来北京治病 我们带她看了天安门 照了像 又逛了颐和园 动物园 王府警 病却不能治 大夫说 若是早几年 或许还可以做手术 现在只好吃些药 多注意保养 明娃妈背着明娃哭了几场 便不练习钱 让明娃在北京 美美地玩几回 吃几回 买几件像样的衣裳 明娃明白母亲的心愿 便显出高兴的样子 说清平湾的人 有几个能像她这样 到北京来逛过呢 从北京回去后 明娃妈把攒下治病的钱 一回全交给了碧莲达 不久 碧莲过了门 明娃妈说 不能让明娃 这辈子连婆也没有过 一年后 碧莲给明娃生了个儿子 这孩子倒很壮实 这孩子一岁多时 明娃死了 死在山里 扔掏地便倒在山上 还回村里 已经不出气 明娃妈让那孩子也带上笑 抱着去给明娃送葬 碧莲哭得死去活来 说她才晓得明娃 有这么重的病 哭得重人都落泪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医 随随家 是全村数得着的穷户 随随的达是个瞎子 据说她三岁上 害了场大病 险些送了命 小棺材也打下了 她又没死 但是把一双眼睛瞎了 六十年 她没走出过清平湾 也没有成亲 随随是她收养的别人的孩子 姚里短个女人 日子穷半边 衣裳要求人缝 穿鞋要买着穿 她先前是跟着哥哥 嫂嫂一打理过 她能悬墨 能碾毛线 能单水劈柴 还能炸草挣些公分 一把炸刀两个人 一个人入草 一个人掌刀 这瞎子掌刀 谁把草入得太长 她也觉得出 笑骂一句 笑骂一句 你狗日的懒怂 把炸刀悬在半空 不往下落 所以不用担心 她会炸到别人的手 每天去饲养场上 炸半赏草 挣四分 有时候炸一整天 就炸八分 公分全交给哥嫂 自己除去吃穿 再无所求 反倒帮哥嫂 把光景过得强些 有个跳大神的巫婆 给她说过 这瞎子 四十五岁上 能成家了 她笑笑 摇头 不言喘 是不相信呢 是无所谓呢 还是心想要是那样感情好呢 众人都没想起问 常见她一个人半赏半赏地仰着脸 哭别的眼窝不住地蠕动 她依稀记得山川的模样 偏偏在她四十六岁这年 从隋德来了个吹手 提着一把唢呐 带个三四岁的男娃 天黑时 吹手领着孩子走到了清平湾 睡在了纳罕山上的小庙里 吹手病倒了 病得很重 过了两天 要不是那个男孩子哭喊 众人还不晓得 纳罕山的小庙里住着父子俩 众人来看时 吹手已经不行了 吹手撂下了一把唢呐和一个孩子 这孩子就是随随 瞎子不顾一切地 要收养这个孩子 求人去给扯布做衣裳 求人去供销社给称堂 搂着随随不放手 嫂嫂说 咱再养不起了吗 他回答得坚定 我个人养 哥哥说 你能养得活 咋拉倒不能 他心底的父性 忽然炙烈地爆发 或者也是母性 众人想起了那个巫婆的话 哎呀 那跳绳的婆姨 真格有法类 只晚了一年 咦 说周岁 瞎子不正是四十五嘞 其实算命 哪有论周岁的 嗨呀 随后人们又都记起 那巫婆说的不是成亲 是成家 瞎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家 他和随随 他们住在脑畔山后羊圈旁的一眼小土窑里 这窑原来也是羊圈 比一般的窑洞要低矮得多 也没有门窗 众人帮忙在窑里雷起一面土墙 但是两扇门 不得不用了些木料 门上边 门上边像栅栏一样竖几根船 算作窗户 土窑洞里昏昏暗暗的 反正他也无所谓 陕北的土窑 造价本来十分低廉 出去做门窗要花些钱 黄土山是足够大 只要你不断向纵身挖掘 便可任意扩大自己的居住面积 白天他去炸草 随随自己在窑里 窑旁就是牛圈 羊高高也盼着老羊回来 随随蹲在栅栏外 羊高站在栅栏里 随随拔些青草喂羊高 羊高在圈里又蹦又跳 随随在摇前又滚又爬 羊高高比随随长得快 虾子把草炸得更细更好 怕丢了这营生 炸下的草喂大了多少头牛 炸草的人靠这营生养活随随 按平均一天六分算 三百六十天补物一个工 一年下来刚好不用再给人家交良钱 再有用钱的地方呢 年复一年总是欠着债 他盼着随随长大 随随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因为随随不是管别人 而是管他教达 村里的人都叫他瞎老汉 大人们这么叫 娃娃们也这么叫 语气中绝无稽巢 却是含着亲近和尊敬 瞎老汉 哪打儿去 娃娃们喊 哪打儿也不去 他说 哪打儿不去你走得可欢欢家 哦 我在这崖畔上望望 人们不以为奇怪 甚至相信他能看见明眼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土崖有五六丈高 刀枭般陡峭的崖面上 有野鸽子在那儿做窝 长着几株葛针和黄蒿 清平河常年在他脚下留 这高高的黄土崖 是清平湾的标志和象征 远路回家来的人 翻山越岭 山转路回 忽然眼前一亮 远远地先看见那面土崖 离家去谋生的人 沿着川道走出极离远 回头还望见这土崖 望见亲人们站在崖畔上 正如歌中所唱 他哥哥就在大路边 干妹子就在崖畔上站 或者 走一回三边买一回盐 小妹妹想你在崖畔上看 不知道虾老汉能忘见什么 土崖有时候塌方 依着山势越塌越显得高峻 轰隆一声 几十吨黄土塌下去 把清平河都变黄 虾老汉每天都爬上崖去 众人担心他迟早会蹚下去 却不知道他靠了什么神灵指点 再走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 他停下来 六十年了 清平湾的每一寸黄土 他都清楚 他站在崖畔上 或者坐在那儿 默默地长久地面对群山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花脑蹲在他身旁 也那么无声地瞭望 花脑是一只小母狗 浑身黄土色 脑袋上有些黑斑 做什么嘞 瞎老汉 娃娃们又问 什么也不做 能召见随随咧 他很有把握地笑笑 随随在苦行山梁上 随随长大了 小时候跟羊羔羔一打耍 谁想长大了也拦羊 随随随十五岁上 就拦起队里一群羊 拦一群羊 挣八分 包公 无论老少 若是早晨再上山受一阵苦 一天就能挣十分 随随想早些承担起 做儿子的责任 你咋小的是在苦行山上 这尘又上葫芦毛 众人说 这父子俩 有神神给传话来 随随投错了胎 随随当根 就是瞎老汉的儿来 老天爷不晓得 咋就闹混乱了 一招 咋弄成了个肾 咋拆那吹手 把随随送了来 苦行山和葫芦毛 离村里少说 有五六里远 瞎老汉却说 他听见了随随的 咬羊声和歌声 这尘随随又到哪达 往窑里回啦 山被窝里的阴影趴高了 夕阳把群山的封顶都染红 娃娃们都回家了 瞎老汉还坐在牙畔上 野鸽子也归巢了 在他脚下飞 咕咕地叫 村里便处处升起 晚催的薄烟 忽然 花脑兴奋地叫起来 顺着落日最后的余光 呐喊山后 隐隐传过来山歌 不来哟 就说你不来的话 省得一个兰花花 长等下 你要来哟 你早早些来 来迟了 兰花花门不开 这是山北民歌中最有名的一首 男女老少都会唱 兰花花是个胆大又苦命的女子 瞎老汉便又想起随随到了该寻婆异的年纪 可姚里没钱 他近两年常为这事新交 书头中间亲了个口 你要什么哥哥也有 不爱你东来 不爱你西 单爱上哥哥的二十一 黑的山羊 白的绵羊 从呐喊沟里转出来 咩咩地叫 有的嗓音低沉暗哑 有的高亢娇嫩 像是散了什么集会 随随出现在呐喊山的山腰上 挥起羊铲喊一声 花脑来 那只狗又窜又跳 下了兔牙 摇着尾巴迎过河去 瞎老汉站起身 往窑里回 心里依然盘算着钱的事 随随大了 光景本该好过了 可他却老了 他近几年身上总是难活 不是这达就是那达 常出现毛病 唉 老了 胃里准也是有了病 在饲养场上炸着草 常就吐下一滩滩酸水 夜里心口疼得一满睡不成 随随拉上架子车 送他到公社 线上都去过 脑糟蹋了钱 不顶事 羊都进了卷 天完全黑了 随随回到窑里 瞎老汉已经做熟了饭 天天是这样 随随一五一十地把羊放进卷去的时候 还听见自家窑里呼打呼打的风箱声 进的窑来 瞎老汉正把饭菜摆上炕 因为这饭菜太简单 半瓦盆豆钱饭 抓上一把盐 再有一小波辣子 随随点上灯 小油灯只照亮半个炕 父子俩盘腿炕上座 喝着比清水愁很多的豆钱饭 稀溜稀溜的响 这会儿 清平湾家家户户 都是这响亮的稀溜声 那些年 人们已经忘了晚上也可以吃干粮 达 叫你做些白面吗 想吃白面来 我吃甚也能行 你不要今儿黑的 又闹得睡不成 豆钱饭 就是把黑豆在碾子上压扁 然后兑上充足的水熬成粥 也叫钱钱饭 因为黑豆压扁了 样子向钱吧 人缺什么 想什么 什么都不缺 就写一条艰苦奋斗的字符 挂在客厅里 夜来黑地心口疼得好心没 好心 玄黄嘞 我听着你又吃纸腾片 其实这药对味不仅无益 反而有害 可这是老乡们的万应灵丹 不管什么病 都先吃纸腾片 一则便宜 二则累了一天 浑身都酸疼 吃一片可以解乏 无论什么病也就仿佛渐轻 再不好 求后卖些粮上延安去 东力饿死去 今年年成差不多 几时给你问下婆姨 几时我的病才得好 长就是说到这儿 没了话 响亮的溪流声 勺子刮得盆底响 灯花 滋滋泼泼的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随随想起后上 在苦行山梁上 遇见鹰鹅的事 苦行山离沙架沟不远了 山那边就是沙架沟的地界 那城随随正攀在半崖上砍柴 听见有人喊 谁的羊吃上桃薯来 桃薯就是高粱 随随寻声望去 见山娃娃里走上来个女子 穿得崭新的一双红条绒鞋 是鹰鹅 随随认得鹰鹅 鹰鹅不认得随随 她常来清平弯串亲戚 是刘志高家婆异的妹妹 刘志高家婆异 被认为是全村年轻婆异当中 最漂亮最能干的一个 鹰鹅更俊 腿长 身上很丰满 又不像她姐姐那么太显得壮 鹰鹅又喊 蓝羊的死到哪里去了 随随声性嘎 便唱 你妈打你不成才 陆水水地里穿红鞋 鹰鹅气了骂开 哪装里的个黑皮 羊吃了人家的桃薯 还逞什么嘞 随随装作没听见 又唱 你穿红鞋 泼泼上站 把我们年轻人心搅乱 咦 看把你能的 这好酸泉 谁解不开 随随再唱 我穿红鞋 我好看 与你们旁人秋相干 鹰鹅咯咯地笑开了 眉眉脸 哪打去 随随问 你管 鹰鹅又板起脸 随随吆喝了几声羊 反转身去看柴 鹰鹅仰着脸看随随 你是哪装里的 鹰鹅问 你管 谁管你嘞 鹰鹅说 却不动 依旧仰了脸望随随 不说我也小得嘞 敢是马家平看王康去 鹰鹅腾得红了脸 但立刻又现出怒气 谁去 看他嘞 看个鬼 那你这城哪去 在这娃娃里寻菜嘞吗 寻菜嘞 六月里黄瓜下了架 瞧口口说下哄人的话 随随又唱 谁哄你 鹰鹅把壁弯里的篮子 举给随随看 里面果然是些苦苦菜 王康儿随随认得 那人实在是长得丑 随随记得听刘志高说过 鹰鹅不情愿那门亲事 随随也觉得 王康儿实在配不上鹰鹅 不知为什么 随随却说 王康儿给你烧话来 想你想的 难活下了 趴远 大青石上握白云 难活不过人想人 想你想的眼发花 吐磕了看成个早红马 趴远远的 鹰鹅一扭身 下了山坡 随随呐喊 鹰鹅的声音里 怎么会带了哭腔 他独自响了一阵 似乎有些觉悟 这一夜 随随睡得很迟 花脑握在窑前 不住地耸耸鼻子 空气里似乎有什么诱人的气味 千山万鹤 都浸在月光里 像一张宽大无比的牛皮纸揉皱了 又扑展开 寂静的星辰 挨着寂静的风鸾 清平河水 夜里也不停歇 在月光下赶着路程 老绵羊半夜里咳嗽 声音就像人 窗纸上有个窟窿 正看见一个又圆又远的月亮 随随又想到窑里没有钱 又想到他答的病要赶紧治 而像鹰鹅那么好的婆姨 没有一千块钱 就怕问不下 花脑仰天肠肺几声 那声音颤颤的 有些古怪 第二天 随随早早起身去蓝阳 心里晃晃的又上了苦行山 鹰鹅已经在那山洼里 依旧穿了那双耀眼的红条绒鞋 我晓得你是哪装里的了 你比你姐姐还能 这一天 两个人再没说旁的话 都感到对方炙热的目光 第三天 两个人又都来 一个蓝阳 一个寻菜 白个声声脸脸太阳晒 巧个溜溜手手把苦菜 白布山上坠飘带 人好心好 脾气坏 第四天 第十天 两个人还都来 羊羽花开土里埋 半崖上招手半崖上来 打碗碗花就地开 有什么心事 有什么心事慢慢来 以后两个人便常见面 在苦行山 在葫芦堡 在随随蓝阳的每条小路上 随随蓝阳 竟往沙加沟进处走 一对对山羊 串串走 谁和我相好 手托手 人人呀 都说咱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摆灵子雀儿 摆灵子淡 谁不知道 妹子没好汉 摆灵子雀儿 摆灵子窝 谁不知道 哥哥没老婆 三十三颗荞麦 九十九稻棱 妹子虽是好人家的人 蛤蟆口灶火 烧干柴 越烧越热 离不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好了 我的想象过于浪漫了 事实上 也许完全不像 我想象的这样 事实上 我们到了清平湾的时候 随随和英俄的罗曼史 已告结束 我的想象 是根据了村里的传说 和陕北动人的情歌 去年回陕北去 一路上 我这想象逐渐清晰 便讲给同行的六个人听 大家都被这情歌打动 有老婆的想起了老婆 没有老婆的 便说应该赶紧找了 不然日子有点难熬 那位太行山人士 也说这歌词歌曲 实在做得太好 然后又不失时机地 讲起她的太行山 希望她认识的那个女孩 不要有英俄式的命运 她已料到 英俄和随随的事 不会成 但无论如何 那是清平湾历史上 有数的起庄 自由恋爱之一 而且确实极富浪漫色彩 人说 砍柴时 见二人在苦行山洼里走来 见随随把英俄捉起 亲口来 英俄睡倒在随随怀里 咋才叫羊 把沙家沟的桃鼠 闹糟蹋了 随随是在蓝阳时 与英俄建立和发展了爱情 这一点确凿无疑 1967年冬里 英俄嫁到了马家平 王康儿是个老实人 心里明白 英俄看不下她 便连话也很少敢跟英俄说 一个人不吭不哈地受苦 做饭喂猪 有了钱给英俄买衣裳 英俄不穿她买的衣裳 也不给做饭 也不让她跟她一块睡 英俄还是常往随随拦阳的路上跑 于是英俄娘家的人 就跑到随随摇钱来骂 把瞎老汉也烧上说 叫你跟你打一样 把眼窝瞎了 随随急了 抄起老爵跑出去 说你狗日的骂谁呀 谁的事说谁的事 众人把双方拉开 王康儿家的人告到了公社 公社里来人把随随叫去整治了一顿 英俄听说了便要寻死 据说水银吃了能死人 据说镜子背后涂的就是水银 英俄就刮了镜子背后的水银吃 不顶事儿 她以为那层红的涂料就是水银 她又把镜子摔了 用碎玻璃割脖子 被众人发现拽住 随随也想过死 但又想到撂下瞎老汉谁管 这些都是我们到清平湾之前的事 我们来之后 风波全已平息 只是听说英俄结婚两年 还是没有怀娃娃 第三年还是没有 第四年生了一个儿子 第五年又生了一个女子 众人说这下没麻的了 我在清平湾的几年中 没听随随说过半句这往事 她还是穷得问不下婆姨 却似乎也不急 别人问她 她就随机说些噶话 大家一笑 瞎老汉却心骄 她还是走到那土崖上去 和那条狗在一块 从太阳偏西望到暮色苍茫 望得随随蓝阳回来 随随不再唱山歌 山歌差不多都是情歌 瞎老汉草也炸不了多少了 总是病病歪歪 她一辈子不知道婆姨的味儿 心想不能再拖累的随随 也取不上婆姨 那时李卓干起了赤脚医生 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 自己买了听诊器 注射器 开始给老乡们开药 打针 扎针灸 李卓傻大胆 针干起来也心细 又买了麻药和手术刀 给村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 做起了包皮切除术 竟很成功 那却是极勇鲜学 上午抱着书看几遍 把器械都削了毒 下午就去做 手术的时候 书翻开在旁边 不时再看几眼 老乡说 要看书了吗 不看书能治好个病 绝对相信他的手艺 相信他不时看看书是必要的 我也跟李卓一起去给人打过针 把针使劲往人家屁股上一戳 没进去 针头弯了 李卓就忙说 这针头不行换一个 老乡们就相信那全部是因为我的手艺不济 李卓的医道 于是日渐高超了 虾老汉的病 却难治 李卓再大胆 那时也还不敢做胃溃疡的手术 上延安去治 就又要借钱 虾老汉说死不去 不顶事了 再不要瞎糟他钱 他说 我死了 你就好好家打上两眼摇 虾老汉跟随随说 我死了 你就结婚下婆姨好好家过 随随就急地喊 多会儿死来 咱俩相跟上 有这话 虾老汉心里就满足 于是又想起那个吹手说 也常要给你亲打上坟来 把我也埋在千川枣树摊里 随随不耐烦听 出去和花脑再摇钱坐一会儿 然后使足了力气劈柴 有一天 虾老汉又走上那土崖 看见的人说 他走得缓慢又镇静 身后也没跟着那条狗 虾老汉往崖盼上走 差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 人们以为他会像往常那样停住 可他没停 那牙挤丈高 花脑这时跑来 站在牙上一望 又反身跑开 直往山里去 众人惊叫着跑下牙去 见虾老汉正在河滩上翻身爬起 愣磕磕坐着 浑身是泥 只在脸上被沙粒划破一道口子 阴出血来 这事有点让人难以相信 众人一时都不敢上前 虾老汉愣了一会儿 对众人说 小鬼不接我去嘞 还要再拖累随随来 花脑带着随随走来时 挤了满满意摇人 虾老汉坐在炕上 脸上只贴了块纱布 虾老汉只说 是自己不留神才出了这乱子 砸也不砸 有人还记得 他坐在河滩里说的话 就把原话悄悄地说给随随 有人又记起那条狗 当时被拴在摇前 便把狗叫来看 波径上还有半截被咬断的绳子 随随大哭了一场 发誓要给他打 娶下儿媳妇 众人又劝随随 说这是天意 好人总要有好报 说神神保佑这老汉来 往后的日子要好过了 这之后大约半年 随随和碧莲好上了 随随的话是 碧莲母子命苦来 碧莲是说 随随人好来 心中来 这事便在村里传开 人人都说 这倒是又神神牵线 天佩旧的 这时 明娃已经没下一年多 碧莲是十二分的 看得下随随 比随随要心急得多 催随随 托人去跟公婆说 随随自己去找八子 说明娃的儿 还是姓明娃的姓 明娃在时和我可好了 我不能错待了她的儿 八子没主意 叫她去问明娃妈 随随去了 又是这一套话 明娃妈眼圈又红 沉了好一阵子说 就这 明娃的儿 还是姓明娃的姓 你摇里 我摇里 都是这娃的家 你给咱出上四百块 我家二元也十七了 问婆姨又要使唤钱来 随随愣了半赏 回去 她自然是拿不出四百块 这关头 碧莲却充当了男子汉的角色 说 不怕 她不讲理 一个二婚的 倒要你那么多钱 不怕她 由李走遍天下 火在心里烧 眼见的好男人不能丢 碧莲胆子大了 抱了孩子 拉了随随 去找李卓他们 又找徐月月他们 那时 我已经离开清廷湾 正住在北京的医院里 听金涛来信 说起这事 碧莲知道明娃妈 最信知识青年的话 知道徐月月和金涛的嘴能说 知道那年明娃母子来北京时 吃住都在李卓家 李卓在明娃妈面前 说话最顶事 李卓和徐月月他们 便轮番去跟明娃妈说 都感觉负了正义又神圣的使命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成篇大套的恋爱自由经典学说 男女生间的隔阂 于这时开始融化 我在北京听说了这一节 心里很是羡慕 明娃妈落了泪 说 八字下探窑去挣来的钱 好不容易给明娃娶了婆姨 六百块钱来得那么容易 要再给二元问婆姨 又要五六百来 那几个经典学说的信仰者 立刻都没了话 明娃妈又说 我小得随随穷 两百块总要出来吧 几个人再能说 也都没得说 瞎老汉 竟然悄悄存了些钱 把八字喊来 从枕头里摸出一百零六块 全给了八字 八字说 嘿呀 瞎老汉说 再欠的钱 我死前准定给你还上 能行不 嘿呀 八字说 我们那地方 娶媳妇很热闹 一队人马从女家的村里出来 顺着山路走 最前面是四五个吹手 每人一把锁那 吹手后头 是一个迎亲的老汉 或老婆 骑着驴 然后是新媳妇 也骑了驴 经常也并没有盖头 连反正是 垂到众人 看不明白的程度 在后边 是几匹驴 驮了嫁妆 大致是木箱和被褥 多与少 便标志出穷与富 最后又是一个老汉 或者老婆 是送亲的 一队人在大山里悠悠地走 除了新媳妇之外 似乎都不着急 翻山越岭 都是在冬天 庄稼早都收光 漫山遍野 是裸露的黄土 更显荒芒 幸而天是格外的蓝 格外的深远 远渊望见个村子 吹手们把唢呐高高扬起 让那自由欢畅的曲调 信着天游开 顺着天游开 信天游或顺天游 这曲排名 都不是瞎起的 村子里的人便都跑出来 辨认这是那村里的女子 都露着白牙笑 有相识的 就朝那迎亲的或送亲的 呐喊两声 对方很高兴回答 新媳妇浑身都抽紧 过了村子 吹手们歇下 一对人就走得有些寂寞 新媳妇松口气 不知是应该笑一回 还是想哭一顿 再走一程 唢呐声又信天游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1969年1月17日到清平湾 这日子我记得清楚 永远不会忘 不久就过年 当然是阴历年 哪儿没有人承认阳历 过阴历年 过清明 过端午 过中秋 不过十一和五一 不少人稀里糊涂的 知道有个五一 却不知道有劳动节 劳动就是受苦 何谈节哉 每日都过 我们第一回上山受苦 是在大南山掏地 李卓和金涛 疯狂地抡着老爵 掏向山顶 不久 便都是中殿线上的 马拉松队员 被人搀扶着 安慰着拖到一边去休息 最被重视的是 是阴历年 不用受苦 在热炕上款款程下 喝米酒 吃大肉 吃油膏和油膜 吃豆腐和漏粉 吃白膜和扁食 这才是过节 夜晚 家家摇前吊一盏油灯 在漆黑的山间 如一片朦胧的星光 这一栋 烧的柴是队里派人 给我们砍下的 大队阁委会主任叫徐才 跟我们说 公社通知 知青的烧柴 队里只管着一动 然后陪着笑脸 徐才是个老好人 既无能力 也无威信 既怕公社领导 也怕村里的乡亲 我们无端地想起 老书上说的地宝 就叫他徐帝宝 徐帝宝任何时候 都显出张黄与和蔼 真正有本事 有威望的原大队书记 两年前被公社 降为第二把手 山上雪化了的时候 我们自己去砍柴 提上小绝 背上书包 牵上摔家的黑黑 上山去 黑黑是条公狗 常追踪着随随家的花脑 花脑对他时冷时热 我们想得挺好 砍一阵柴 看一会儿书 书包里背着国家与革命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雪化了 风和泥土都湿润润的 山野间有了清新的生气 清平河开始解冻 早晨的太阳照在疏松的冰层上 这季节的河水也清烈 哗哗啦啦如同奏乐 清缓而安然 向他的名字 我们牵着黑黑在大山上跑 喊 村里的一群孩子也提了小绝 追在我们屁股后头 孩子们请求吹个曲儿吗 众伟带了个口琴 站在山顶上看清平河 一条金属似的袋子 蜿蜒东西不见头 清平湾上扶着薄雾 隐约可见家家谣言下耀眼的红辣椒 隐约可闻十年的支牛声 人的妖驴骂狗声 狗惭愧的讨饶声和驴的隐行高歌 蓝天 黄土 地远天高 云彩的影子在山地上起伏赛跑 几座山卯呼得暗了 几座山卯骤然又辉煌灿烂 那时候你觉得或许在这待一辈子也凑合吧 吹个曲儿吗 娃娃们蹲着跪着趴着把众位围住 吹了个三套车 又吹了个山楂树 又吹小鹿和红河谷 我们跟着哼 遇到姑娘爱情一类的字眼 就含混过去 不咬得太清楚 唱到霍郎与小姐的插曲时 就尤其乱了节奏 舌头都不大利落 娃娃们听不懂 但都满意 因为那个什么东西 竟能吹成个曲儿 吹个道琴 娃娃们说 随随唱道琴唱得好 这词儿不唱了 喂牛的老汉 这词儿还唱 也唱得好 有个大写的男孩就唱一句 半夜里想起干妹妹 狼吃了哥哥不后悔 所有的孩子都笑 说这狗日的骚情呢 那男孩又唱一句 村子小来路又屁 呼啦啦来了些游击队 忽然发现 远处山梁上女生们 正在那照相 他们有人带了个相机 红头巾 绿头巾 蓝头巾 在黄土的大山上 分外鲜明 李卓说 快探旅班 小兵望着那个蓝头巾 又犯傻 众尾吹起海港之夜 我们齐声唱 当天已发亮 在那船尾上 又见那蓝头巾 在飘扬 小兵说 别逗了 我看那边山呢 李卓说 没错 那边那山上 小兵一把把李卓扭倒 大巴掌 照屁股上猛抽 我们重复唱最后一句 又见那蓝头巾 在飘扬 又见那蓝头巾 在飘扬 李卓在地上翻滚 狂呼救命 对面山梁上的头巾 都扭过去 变成脸 奇怪我们这边出了什么事 说真格的小兵 金涛说 你写封信 我负责送到刘夕手里 牛 你敢送去 只要小兵敢写 我替他写 你送不送 那不行 牛 大伙都说 你知道驴奔不敢写 要不然 我去跟刘夕说 就说小兵跟他借相机用用 怎么样 大伙认为这主意好 说要去 现在就去 现在不行 牛 你就牛吧 你们懂什么 这事得瞅准机会 大伙哼着歌散开 去砍柴 那天 我们六七个人 只砍了一捆黄蒿 黄蒿好烧 一点就着 不过不经烧 老乡只用它引火 晌午 我们背着那捆黄蒿 往村里走 以为不算少 那群和我们一到上山来的娃娃 这时纷纷不知从哪都冒出来 一人背一大捆柴 弯着腰走 见了我们的一捆黄蒿 都扭起脸来 学着大人的腔调 嗨呀嗨呀地嘲笑 脸上全是黄泥汉 孩子还不如一捆柴高 远看 只有一捆柴 在山坡上 一跃一跃地移动 晚上烧了一大锅热水 洗脸洗脚 就把那捆黄蒿全用光了 几个人脱了衣服 在灯下抓狮子 浑身起鸡皮疙瘩 李卓让大伙 看他屁股上的血印 说驴背 你这小子手真狠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那天砍柴回来的路上 看见个八九岁的小姑娘 坐在山坡上哭 身旁放了一捆柴 这小姑娘也是追在我们屁股后头上山来砍柴的 怎么了你 她光流泪 不哭出声 用小脏手在脸上抹 怎么不回家 砍柴时 把买本本的钱撂了 小姑娘小鼻子小眼长得挺秀气 脸被抹脏了 头发上挂着碎黄蒿 买什么本本 小学校要开学了 丢在哪了 不晓得 这山上撤走遍 再寻不着 几块钱 三毛 还有买笔的 这好吧 回家吧 小姑娘 莺莺地哭出声 我打药 打死我嘞 谁带钱了 大伙都摸兜 只小斌 带了一块钱 小姑娘不接 却盯着那一块钱 住了哭声 小斌把钱 放在她膝盖上 她低头看着 不动手 直到一阵风 要把那张票子吹掉 她才一把捂住 这小姑娘 就是怀月儿 这事 我已经忘记 去年回清平湾 见了怀月儿 她跟我说起这事 我才依稀记起 她说她常记的这件事 记得小斌 小斌的个子 高得危险嘞 她这事做什么 我说 她在一家公司里 当了官了 她跟刘夕结婚了是 你怎么知道 她们俩的事 你们不是常笑的嘞 不行 她们俩没成 怀月儿 听了沉默了一会儿 回来我跟小斌 说起怀月儿 还记得 她给了她一块钱的事 小斌说 有这回事吗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说怀月儿 你总记得吧 她说这名字记得 我说怀月儿是金涛的得意门生 她说金涛当小学老师那会儿 她已经当兵走了 我说怀月儿家 就住在卢根沟门上 卢根沟 沟门上 我说怀月儿的答 就是张富贵 怕这下才想起来 张富贵 就是前大队书记 在朝鲜打过仗 在国内也打过 头上一块很大的伤疤 不长头发 所以总戴着帽子 帽子还是当兵时的帽子 已经发白 上了补丁 补丁也已发白 她之所以被降为第二把手 是因为她反对大队分红 主张小队核算 清平湾 老少三百余口 土地是全川最好的 公社决定在这里搞大队分红试点 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只是青年都赞成公社这主张 认为此乃历史前进 必然之途径 改天换地 当然之招法 由小集体到大集体 再到全民所有制 最后消灭阶级 以及赖阶级已生存的国家 才能环球一片红 使三分之二 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 全都过上好日子 这无疑是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 男女生坐在一起开了会 在女生摇里 男生低头搭脑地进来 女生都躲到一个角落去 油灯微光照亮之处 都没人坐 然后开始互相催促着发言 渐渐说起来 总听见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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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觉得 站到斗争前列去 坚决支持大队分红 要与张富贵斗争 但张富贵 毕竟是同志 所以还应该把矛头 指向真正的阶级敌人 村里有一个地主 谁呀 是谁呀 都不知道 光知道有一个地主 又严肃认真的 探讨了一回理论 说到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一结时 产生了疑问 清平湾 目前没有半点机械化 人力 牛力 离绝头 与几百年前 绝无不同 何以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呢 大家沉默着 做了半赏 终于小斌想到 政治思想工作第一 生产工具 不是生产力 掌握生产工具的人 才是生产力 掌握了革命思想的人 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 解决了理论问题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游灯跳跃着 我心想 这土窑洞里 还真有马列主意 小斌说话时 刘夕一直看着她 这让她永生难忘 其实大家都一直看着她 我们去找张富贵 想争取她 我们自信比梁生宝和 萧长春水平高 张富贵 偏偏是第二把手 这项小说 小说中的二把手 常是要人来争取的 张富贵不在窑里 炕上坐着的老汉 是怀月儿的爷爷 正碾毛线 在陕北 碾毛线 织毛衣 毛袜 都是男人的事 您说 大队分红好 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的爷爷 啰啰嗦嗦 说了很多 他不识字 又结巴 说得我们打了哈欠 还不知道他要证明什么 窑里只有两只木箱 几个瓦罐 猪在灶台边 咔嚓咔嚓蹭痒痒 灶台上睡着一只猫 时而睁一下眼睛 看那只瘦猪 猪卷动了几下尾巴 走开了 炕上一条毛毡 两条背 窑掌里 一个很大的金条编好的豚子 木架上整整齐齐 马了些红薯 满窑里 就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就好嘞 怀月儿爷爷 终于告一段落 什么好嘞 大队分红好嘞 就是的 小队分红好嘞 他还有点龙 小队分红好 哦嘛 这次回答得明确 男生看女生 女生看男生 又都四周看 怀月儿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 带着两个弟弟 在炕上抛一只猪尿抛 猪尿抛里吹足了气 用线扎紧 像一只土黄色的气球 墙上贴了很多布票 仔细看 有过期的 也有当年的 家家都买不起那么多布 娃娃们就把布票 贴在墙上当画画看 那您说 是小队分红好呢 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 一苦思甜 似乎只要证明了 小队分红比单干好 就自然证明了 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愣了一下 把脸凑近些 压低声音问 能嘞 颇为怀疑地 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嘞 谁解不下这事 不是不敢言串 众人心里 明个楚楚家 小队分红好 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 都没敢轻易相信 自己听见了什么 怀月儿爷爷 是彻底的贫农 猎数 有三个儿子 一个死在青化匾 一个死在沙家殿 这好话 不敢乱说嘞 他从我们的神情中 大约察觉出了什么 又专心于他的毛线了 一会儿又说 嘴咋家 受苦人 解开个求 我们又去问徐才 村里那个地主是谁 徐才说 那人叫李正发 已经死了三年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在清平湾的头一年 我们吃的国库粮 每人每月四十五斤 玉米 麦子 骨 还有几两清油 老乡们就说 我们也都是公家的 老乡们常要吃麸子 吃糠 还吃一种叫叶子的东西 我至今不知是拿两个字 查了磁海也无结果 总之 比糠还难下咽 若吃一顿净玉米干粮 便如过节般喜庆 老乡说我们 这些谣理有办法 这些的老子 都是中央的干部来 说的听的都点头 确认我们给公家为儿 乃天经地义 每月吃四十几斤好粮 无可厚非 婆姨们常拿着鞋底 聚到我们造房前来那 赞叹说 这些吃得好干粮 洋芋菜 萝卜菜 拂面常见飘的油 然后纷纷给我们以指教 北京市的窝头 引得他们笑说 这看糟件成了肾 玉米面 还是要发了蒸黄 才是正道 菜要煮烂 否则岂不是生吃了 白面不如掺了豆面 赶成杂面条条 茄得细细的 调上酱和辣子 光吃白面能吃几回 我们二十个人 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 都叫苦连天 手艺本来不济 被众婆姨一指点 就更乱了套路 昏天黑地 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 麻线绕在鞋底子上 挽了袖子 下手帮我们做 做一顿好饭 比做不上一顿好饭 当然多了乐趣 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 说灶火该整顿了 不然柴就废得厉害 等他家掌柜的山里回来 给整顿一下 他家掌柜的 整顿灶火有方法 他们都很称赞 北京带来的粉丝 比他们露的粉 又白又细 饭做熟了 我们壮着胆子 请他们也尝尝 他们都退却 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 依旧拿起鞋底来呢 我们给几个娃 掰一点白磨吃 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 才想起让娃 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 女生们没法叫 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 二十个人 都宁可上山受苦 也不愿意做饭 那灶火实在难摆弄 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生火 直到太阳很高 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 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的响 风箱声忽然停歇 浓烟中便烈烈切切地 跳出两个人来 抹眼泪喘粗气 坐在墨盘上 蹲在怨当心 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 相对无言响一阵 又钻回烟中去 要把煤火烧得旺 必须要好柴 譬如狼牙刺 有油性 烧起来 或是既猛又耐久 然而这柴 砍来费劲 我们先跟老乡借一些 借的次数多了 自觉无理 就只好偷一些 反正一样 都不还 偷的次数一多 又觉有违于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的教导 便终于发现了 那海山上小庙的门窗和门槛 小喵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风雨 残垣断壁 处处长满荒草 几间小殿堂 也表示随时要歪倒的愿望 那腐朽的门槛 干裂的窗帘 门框 正是上好的柴 我和金涛有一次到那儿去 先发现了这能源 能源有限 不宜告诉别人 轮到我们俩做饭时 就拿一把斧头去砍一块好柴 先用光了窗帘 又砍门槛 金涛说 这门槛不知是否祥林扫娟的那条 小庙里蹲着几尊尼佛 斑斑勃勃 还有些彩士在身上 中间一尊仿佛观世音 据说每个佛都有一颗心 或者金的 或者银的 铜的 我们俩在那泥胎背后 砍开一个洞 果然掏出一颗心 是木头的 金涛颠颠那木头心 说这就够做一顿饭了 不用再砍门槛 门槛已经所剩不多 佛像前铺了许多麦籍 时常有些外乡人来这儿过夜 从榆林来过两个卖艺的 在这庙里住过几天 一个瘸子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孩子很瘦 头上很多窗在流黄水 两个人来到村子中心的空地上 瘸子就敲起一面小鼓 大喊 表演一回 榆林的硬柿子 孩子把上衣脱光 显出一串脊椎骨和两扇分明的肋骨 也喊 操心看下 眼上一回榆林的硬柿子 瘸子把一根铁丝 缠在孩子的胸上 再把鼓敲一阵 孩子憋足了一口气 弯腰跺脚 就地团团转 想把那铁丝绷断 铁丝没断 孩子直起身 恍然地看着那瘸子 瘸子很机灵 冲众人说 这娃几天没吃干粮了 光喝了一肚子稀米汤 唯看的人都笑 孩子又弯腰跺脚 用了一回力气 铁丝终于崩断 然后换了孩子敲鼓 瘸子 抡拳 摇掌 抵划了一阵 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汗 险些跌倒 那小庙 不知接待过多少流浪的吹手 石匠 说书的 卖艺的 佛像前总有些新烧旧的灰烬 有一年 那小庙恢复了一阵香火 那年到处传说 从黄河东过来了神神 方圆几百里内的寺庙 都兴旺了一阵 寺庙的神灵都复活 人们去庙里跪拜 许愿 烧香 那时没有卖香的 便只好用纸烟代替 指定要延安牌的 说那是神神看下的牌子 一只延安牌烟 脱销了很久 那寒山小庙的门框和门槛 都被补上 窗户用席遮住 观世音后背的窟窿填满泥 刷了白灰 殿堂里光线昏暗 烟雾缭绕 人声嗡嗡 有病的求神神给些药 没儿的求神神给个儿子 缺粮欠债的 求神神保佑年年风调雨顺 且公粮不要收的太多 瞎老汉烧了一包烟 求神神帮助随随取下婆姨 那时随随还是单身 冥娃还在世 冥娃妈卖了一罐清油 拆八子去百十里外的 一个大庙去磕头 据说那庙神灵大 有求必应 县里公社里都出动了人 把跪拜的人群驱散 挑几个不大顺眼的绑走 黄河东的神神 也才回了黄河东 八子失魂落魄地跑回来 说花了十几块钱 嗨呀 显呼叫啄雀 冥娃死后 冥娃妈仍对那神神抱着希望 认为这下冥娃转世 要有好光景过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接近脑畔山的山顶处 有一眼孤零零的窑洞 与纳汉山上的小庙隔阂相望 三面土夯的矮墙围成一个小院落 每天太阳最先照到他的西墙 最后离开他的东墙 姚里安安静静地住着一对老人 老汉是全村最高寿的老汉 七十七岁 老婆是全村岁数最大的人 八十岁 老两口自己过 不靠儿孙 并非是儿孙不孝 实在是儿孙的光景 都过得还不如他们 老两口养了二十几只鸡 养两头老母猪 二十几只鸡能下不少蛋 突然拿到集上卖了 一年下来够一个人的粮钱 六七十块钱就顶一千公分 交到队里 队里给分粮 两只老母猪 一年下几窝猪子 卖了又够一个人的粮钱 还有富裕 年富力壮的人不能这么干 否则就挨一顿批判 或者被公社来人绑一声 那时惩罚农民的办法 只剩这一种 无论什么罪 偷了一身黑豆也好 复辟了资本主义也罢 都是绑一声 一根粗绳 五花大绑 推推嗓嗓地送走 关各把月 村里人都羡慕这老两口 认为这老两口前生 必是做下好事 知识青年们问 咱村里有老红军吗 那老汉就是 打过仗吗 那老汉就打过 炮弹把耳朵震得一满龙下 咱村里有人见过毛主席吗 那老汉就见过 在瓦腰宝 那老汉烧炭 张思德也是烧炭 还怕就在意大利烧嘞 张思德是在安塞烧炭 嗨呀 那就不晓得在不在意大利 那老汉打了几年仗 把耳朵聋下了 那老婆在窑里听说 哭得一满弄不成 咋托人烧话去 老汉就回来 从来没听那老汉说过话 每天早晨 总见他到河对面去担水 慢慢地走过河 慢慢扶下身 把木桶探进井里 水面很高 满满地提一桶水上来 再提一桶上来 慢慢地担了往回走 沿着小路走上脑畔山 白发银须 轻轻地颤 添完水 他就到近处的山里 寻些喂猪的野菜 或者在村前村后 转着捡碎柴 无论碰见谁 他也不打招呼 不管你是公社干部 还是县里的干部 他照旧捡他的柴 偶尔角度适合看你一眼 倒让你有些怀疑 这是青年的到来 应该算是古今罕事 却也不给他任何惊动 他站在人群中看一会儿 目光和面容都极平静 仿佛早已料到 要有上山下乡的运动发生 那老婆呢 却听说了知识青年爱吃鸡蛋 时常用围裙兜十几个鸡蛋 小脚翘翘地 走来问知识青年要不要 那小院落总安安静静地 在朝阳里或在落日中 给人一点神秘感 村里的一切事似乎全与他们无关 明瓦死了 从那老汉的表情来看 未必就是灾祸 随随成亲了 从那老婆的神态看 未必不是苦难 老两口有一对好棺材 百目打下的远近闻名 老汉每年给他们上一遍漆 漆得很仔细 很耐心 棺材放在脑畔山山腰的 一眼闲窑里 窑口堆满了柴草 以遮挡风雨 有一回 小斌偷柴偷到此处 看看四下没人 抱一捆柴正要走 黑乎乎见了那两口棺材 又见一个满头白发 满脸银须的老人 正扶着棺材看着他 他脱了柴赶紧跑 老人一声不响 继续欺他的棺材 有一天早晨 老汉起来倒尿盆 担了水扫了院子 回到窑里就躺在炕上 叫老婆把他的兽衣拿来 无非一身黑条绒袄 老婆以为他又要看看 就去拿来 拿来老汉就穿上说 再没有旁的事了 就闭了眼 那老汉入恋的时候 几乎半个村子的人 都带了笑 都是他的晚辈 男人们跪下来 粗声粗气 呜呜一阵 女人们哭得有腔有调 那老婆平平静静地 坐在棺材旁 摸摸棺材上的漆 又过了两个月 老婆也死了 那座小院落就更加寂静 主要是没有了猪和鸡的生意 随后村里闹了一阵子鬼 好些人都说 又见了那老汉和老婆 有说见二人跟着在村里走的 有说见他俩都在那院前坐着 老汉问明日吃啥 老婆说白膜大肉都有了 情愿吃啥就吃啥 公社来人吓唬了一顿 又拿来一条粗绳 才没人再说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电影放映队要来了 从县城出发了 自下川往上川走 每到一个村子演一晚上 电影队还在几十里外 消息就传到了清平湾 全村人都盼着 总共三部片子 地道战 地雷战 列宁在十月 各村任选一部 娃娃们搬着直头算日子 以免回忆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 就所有能想到的细节争论不休 譬如上了刺刀的步枪 是否还能放响 躺能放响 何必不放响呢 两个人刺刀对刺刀 你干嘛不搂鸡子 你先搂鸡子 对方不就先死了吗 然后说到拼刺刀的场面 娃娃们都兴奋地撸胳膊挽袖子 跑到场院里滚成一团 直到四元把五元的头打出血 五元并不哭 用手捂住伤口 想把血捂回去 四元却吓得脸发白 时指望五元能把血捂回去 八子挣到场里来 四元赶紧跑 所有的孩子都跑散 只剩了五元 五元既流了血 屁股上又挨了八子两脚 这才觉得委屈 一个人哭着回摇去 年轻后生们在山上厨地 从电影说到当兵 说到当兵吃国库粮 每月还有好几块钱着 说到赵家和 有个人年夕当兵走了南方 来信说 一股劲吃大米白面 望饱了吃 不计数数 又说到有个人当了几年兵回来 就分配在县里供销社工作 一个月挣四十几块 不用打仗他够日的 再也去当一回兵 怕不能 立个战功回来 再不要受苦 打过仗的老汉们 就嘲笑这些年轻人 把你能成什么了 炸弹一响 保险你趴下 三天不得过去 你就要想回摇娄老婆了 操心机关枪把你打烂 几个老汉 憋着嘴笑 电影对劲了 离清平湾 还隔着两个村子 老乡们就都跑去看了 走了二十几里路 看一回无数颗地雷乱炸 像是看烟火 婆姨女子们 都穿了出门的衣裳 年轻的后生 就可能买一包纸烟 享受享受 排场排场 地雷一炸 娃娃们都喝彩 清平川没有电 电影队自带一部脚踏式 人力发电机 样子像自行车 两个壮牢里 轮流骑在上面拼立灯 有时灯机器的人 光顾了看电影 看得入了迷 脚下的速度就放慢 于是电影的速度也放慢 荧幕上的光变暗 人物的对话走强走调 地雷的爆炸声 也不同反响 娃娃们又喝彩 大家都笑 觉得愈发有了看头 散了电影 再走二十几里路回来 山路上洒满月光 四处庄稼叶子一响 一群人吵吵嚷嚷 回味着各式各样的地雷 嘲笑日本鬼子的丑态 以为战争本来十分有趣 我们也去看 虽然那几部片子 在北京都看过 但生活需要有点变化 需要红火 有的老乡 要连着看五六个晚上 不怕五六个村子 都选地雷战 爱看打仗的人多 因此选择片名上有战子的 地雷又比地道 显贱的红火 在清平蜿蜒的那天 我们跟徐才说 看列宁在十月吧 电影队长在一旁听见 说那要多出五块钱 这片子是进口的 这也是各村 都选地雷战的原因 我们那儿 一个大队 如果有百八十块钱 攻击金 就算得富对 徐才为难了 把队干部叫来商量 大家说 还是看个便宜的 就对球咯 队里的架子车的轮胎 烂了好几条 还没有钱换 我们赶紧说 不在这五块钱上 列宁在十月老美去 咋 有男的女的亲嘴 李卓说 这一计策果然妙 在场的人都说 哎呀 那就看上一回 穷死不在这五块钱上 看吧 列宁在十月 老乡们都称赞瓦西里 瓦西里好身体 个子怕比袁晓斌还高 瓦西里能行 心中来 一疙瓦干粮 还给婆姨撂下 看那瓦西里的婆姨 生得够杂美 公认这片子 确凿比地雷战好看 议论要延续好多天 延续到窑里 厂院里 山里 有些见识的人说 外国人亲口 和咱这打握手一样样 多数人不信 你和你婆姨 到厂握手来 于是有人说出 不宜见诸文字的话来 又有人唱了 抓住胳膊端起手 扳转肩肩 亲上一个口 有人又喝 把住情人亲个嘴 心里的疙瘩化成水 又唱 要吃砂糖化成水 要吃冰糖嘴对嘴 又喝 砂糖不如冰糖甜 冰糖不如胳膊腕里面 再唱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 面对面睡下还想你 再喝 你是哥哥的命淡淡 搂在怀里打颤颤 再唱 一把捉住哥哥的手 说不下日子你难走 电影队 不定几年才来一回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我们下集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有一篇外国小说中 写过这么一件事 一个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 到平民区去调查情况 兼儿做一次 少生儿女 可以使生活富裕起来的宣传 那的人告诉他 到了晚上 有钱人去看戏了 去跳舞了 去听音乐会了 我们上哪儿 上床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就出事了 不过清平弯 没有床 人都是睡炕 全村三百多人 大约一半是孩子 平均每家四五个娃 少则两三个 多则八九个 村里伴着小学校 小学校有一眼摇 一个老师 几十个学生 摇前的树上 挂一块湖宗南留下的泡弹皮 上课下课时 就把那泡弹皮 当当当的敲 学生多是八九岁 再小的学校不收 再大的 就都能上山受苦 家长不让来了 学生分成两班 一个班在摇上上课时 另一个班就在摇前写字 因为摇太小 轮在摇里的 就不得不跟着老师 朗朗地读书 胸怀祖国 胸怀祖国 不要看外头 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 不要看外头 敢叫日月换 这时 摇外的一个班 不知出了什么事 笑嚷声震天响 老师出来猛吼几声 抓出来一个问 才知道 四元用墨水 把自己两腿之间的东西 染成了蓝色 老师把四元 推散到摇里去罚站 剩下的孩子 都安静下来 纷纷跪在摇前的空地上 撅着屁股写 揪山社宴 和我交朋友 写二十遍 写字的本子 各式各样 有从贡销社买来 也有用胡窗纸钉的 五元的本子 竟是用装肥皂粉的纸袋 撕开后定成的 那纸袋 只可能从知识青年的 窑里捡来 五元头上的伤还没好 缠着布条 转着脸四处看 嘻嘻笑 手下写得飞快 老师是本村的 上过县高中 眼睛近视得厉害 永远瞇着 不和你撞个满怀 绝不能发现你 发现你以后 还要再看你一分钟 然后微笑着 叫出你的名字 不保证一定叫得对 干嘛不配服眼镜 有一副 打碎了 再配一副呢 又要十几块钱 还不晓得 啥时间又打碎 所以他宁可 总瞇着眼睛 老师这营生 也苦 一天上六节课 只挣八分 逢上农忙 还要带着学生 上山织农 年夕娃娃们 捡得卖碎 打了几斗卖 老师对徐才说 哦 卖了几十块钱 看是咋家 老师很想给学校 添些用具 这事要对委会商量 徐才从不独断专行 对干部会上一商量 大家都说 那骨子娃娃也不容易 不如割些大肉 让娃娃们吃一顿 于是大肉买来了 小学校放两天假 教室摇里的灶火 整顿好 吃起大锅来炖肉 又买了漏粉 发了豆芽 所有的对干部 都来帮忙 整修手在大锅旁 肉炖熟了 众干部就都先尝一碗 然后又一锅一锅地 蒸白馍 馍蒸熟了 众干部又都先尝几个 早晨娃娃们过节般地 早早爬起来 抱着父母早给预备下的大碗 来到学校 几十个娃娃排好队 做成一片 捧着碗望着教室 出声地吸着鼻子 捕捉教室里流出的肉香 赞叹声不绝于耳 逐渐地又打闹起来 徐才喊 悄悄 不给吃大肉了 娃娃们都闭上嘴 屏住呼吸 大肉白馍全端出来 娃娃们都把大碗举向半空 所有的眼睛都瞅着 第一个分到大肉和白馍的孩子 一时间 全村都很静 每个娃娃分得一个白馍 小半碗肉 大半碗漏粉 豆芽和肉汤 娃娃们都很快乐 互相比着谁分到的肉更多 而且更肥 都先喝一口肉汤 吃一点豆芽和漏粉 看见别人碗里的肉没动 自己也不动 四元忍不住 吃了一口大肉 别的娃娃都笑她 都在往她碗里看 笑她碗里 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肉了 徐才喊着让孩子们吃 也很快乐 怀悦儿先端着碗望回摇走了 说是要给她打 她爷 她妈 她兄弟都尝尝 所有的娃娃都想起摇里 骄傲地端着碗望回走 一边用筷子蘸点肉汤 在嘴里作 五元永远是个导运鬼 飞似地往摇里跑 肉和菜全扣在地上 一只大碗也捣烂 又遭了八子一顿骂 肉和菜捡起来 喜喜还能吃 半碗汤 却全喂了狗 狗把那块地舔成了一个坑 五月里 麦子黄石下起了暴雨 我们那地方树少草少 山上存不住水 只要二十分钟大暴雨 山洪就下来 那地方的雨也来得快 刚才还是明晃晃的烈日 什么时候天边几块发亮的云彩 忽然响了雷 那云彩立刻黑压压地爬上来 在山里蓝羊蓝牛的人 常常跑不回村 雨就下来 那天 我们正在山上除谷 一抬头 忽然觉得远山一片模糊 像是照在雾中 老虾们就喊 吓得来了 队长捏着下巴看一会儿 说回 每天上山来 就盼着这一个回子 扛起厨 赶紧往回村跑 跑一阵回头望 近处的山野 也变得朦胧 天变得低矮 地显得苍白 骑刷刷一道雨线 几十里拉开 看看泡不脱了 就钻进半崖上的小土窑 山里常见这样的小土窑 半人高 是人们打了砖位碧雨用的 蹲在小土窑里 再往外看 群山都隐没在大雨中 那天亏得我们跑回了村子 我们先是躲在 大南沟口的小窑里 感谢老天爷的照顾 心想可以美美地 歇上一厚赏了 那时我们盼下雨 如同小学生盼星期天 若是早晨还在梦中 就先听见雨声 准有一位怪声的高呼万岁 然后打响一连串喜不自禁的哈欠 把别人也吵醒 被吵醒的人都从窗口看看雨室大小 浑身上下挠一阵再躺下 骂第一个人多事 吵了大家的好叫 下雨就是我们的星期天 可以歇着 不用天不亮就滚起来干活去 也不用为不出宫而在心里谴责自己 没有好好接受再教育 心安理得地躺在窑里看会儿书 打会儿牌 直着脖子唱一阵 最窝心的是唱着唱着雨过天晴 又听见队长站在谁家的窑顶上喊 山里走 那天的雨真下得大 树看看天 云层越来越厚 树说 不敢成了 操心一尘 山水下来 把咱拦在河这头 河水已经涨了 好不容易扭扭歪歪地蹚过去 村里一片叮叮当当的敲盆敲罐声 人们站在谣言下 用木棍石块 把盆盆罐罐敲响 老天爷爷可不敢下冷子 婆姨们一边念叨 神情严峻 仿佛老天爷下包子 专门是为了把盆盆罐罐敲响 人替天敲 天就可以省了这份麻烦 雨紧一阵 叮叮当当的声音也紧一阵 男人们仰面凝神望着天 我想 锣鼓的由来 是否与冰雹有关 山红下来了 极离远 先听见了隆隆的喧响 转眼 墙一样高出水面的洪风就过来 霞裹着山间的泥石沙粒 枯草败叶 呼啸呐喊着奔过清平湾 清平河 不再那么清平舒缓 骤然间变成十丈宽的急流 惊涛汹涌 浊浪拍天 似乎生怕辱没了他黄河子孙的生命 我们披了雨衣 跑向河边 雷声 雨声 水声 响成一片 面对面说话 也要喊 天色灰黑 水色昏黄 乌云紧贴着山头翻滚 滔滔黄水 如与天相连 闪电在云水之间滑开 竟显出火一样的红色 村庄如一座乙穴 若小飘摇 我们站在岸上惊叹着 光看见对方张着大嘴 却听不清喊什么 清平河 只是黄河上一条无名的支流 由此能想见黄河的气势了 平时可以游泳的那个水潭 不见了 急流在那儿形成一个大漩涡 掀起两三丈高的大浪 浪风上 有时托起一块上百斤重的大树根 然后又把它重重地摔进河底 一会儿又见它 在远处的急流里翻滚上来 一百多斤的好柴被洪水抢走 刷头一个跑来捞河柴 身上披一块破麻袋片 拿了木叉镰刀和一根长长的木杆 那儿的规矩 不管什么东西 放在山里绝没人偷 但只要被洪水推走 谁把它从急流中捞上来 谁就是它的新主人 多是些碎柴 偶尔也有一两根原木被推下来 一根原木上百块 谁捞了也高兴 但又想起它的旧主人 真心叹道 不晓得又谁倒霉了 然后把原木抬回窑去 女生们也站在河边 又嚷又笑 似乎还唱 笑嘞 一橙子冷下来 全不要笑 刷儿在我耳边喊 它正把镰刀 往那根长木杆上绑 冷子一打 一年的枯顶喂了狗 它又在我耳边喊 什么 麦子全落在地里 水一推 毛都不剩下一根 我愣一下 不哄你 会下吗 双儿再看看天 敢嘞 我们都安静下来 感到了一点恐怖 想到明年不能再吃国库粮 往后的日子 与收成的好坏有联系 不觉都仰着脸 宁神望着天 那怎么办 弄上根绳子 绳 把脖颈扎起 说儿说 像在说一个平常的玩笑 却不笑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单份上山 沟里走几里 山上再爬几里 六七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 有条沟叫绸牛沟 意思是牛走起来也发愁 绸牛沟的尽头就是苦行山 那家山梁又高又长 是说在那山上走最是件苦事呢 还是说谁能单份爬上那架山 谁就最是好受苦的人呢 北京话说 活干得好 陕北话是说苦行 还有座山叫日天卯 是全村的最高点 绝不是说它高得接近了太阳和天 提醒一句 那山又高又陡 几乎是直上直下 老乡们的想象极大胆 我和众伟小斌在日天卯上掏过地 掏地就是袍地 或者叫翻地 七八个人楼梯式的站成一斜行 从东走到西 再从西走到东 一步一掘 慢慢从山脚掏向山顶 牛跟不过来 就人掏 一把老爵六七斤重 举起来画一个弧落下 腰一塌 屁股一掘 借点惯例 一掘一掘地 把整座山一寸不落地刨开 看着太阳升起来 变红变白变热 身后掏下的地已经不少 看着太阳落下去 变红变大变冷 眼前没有掏开的地 似乎还那么多 除了黄土还是黄土 漫无边际的黄褐色 说笑声便低落 渐渐变成无声 世界上只有掘头 看得地球响 黄土飞扬处 一群人奋力挣扎 肩而喘息 就盼着队长喊歇一程 立即把老爵一扔 咕咚咕咚纷纷倒地 把两只鞋挪起来当枕头 白羊肚手巾盖在脸上 如同死去 想睡一会儿 因为人会累 可是又渴了 因为人又会渴 这些弱点都不如机器 山沟里就有泉眼 这最糟 还不如没有 没有倒是可以死心踏地地歇一会儿了 现在看你是忍着渴 歇一会儿呢 还是放弃休息 去节节渴呢 山太高 跑下沟底去喝一顿 再爬上来 多半正赶上队长喊 烙灶 那时你不会再有另外的感想 只想骂天了 才更觉出日天卯这名字的妙处 日这天老爷的娘 众伟从家里带来快 四十年代的老罗马 清平弯的人 从没在近处观察过手表 于是全体船看了一遍后 都对他倍加崇拜 开始歇歇时 队长郑重地问一声 众伟 给咱把表看好 三点半 众伟说 过了好一阵子 队长问 几点了 众伟早已把表望回拨过 说 三点三十五 队长想 才过了五分钟 再歇一会儿吧 我们再把表望回拨 又过了一阵子 队长又问 众伟说 三点四十 队长望望太阳 心里起疑 搬过众伟的腕子看 果然三点四十 什么怪日表 唠噪 我们只好抡起老爵 继续掏地 身毁搞得太过 致使队长对老罗马 失去信任 再一个偷懒的办法 说出来 大不雅 去拉屎 掏地的人中 有婆姨女子 找个被人处去 方便方便 是颇通情理的 队长没话说 北京人只懂吃饭 是一种享受 绝难理解另一种形式的乐趣 如果再闹闹肚子 就更不失为一种艺术 找个远而被人的地方 自然闹不起很多肚子 我们就各找了位置躺一会儿 长须短探 这他们不是人干的活 我瞪着天 发觉这辈子 有点不堪前瞻了 一天两天好受 一年两年也凑合 一辈子呢 北京又传来消息 说是没来插队的人 都分配了好工作 我们搜长刮肚 用尽所掌握的脏话 大骂了一阵 躺在山坡上 再没有别的主意 小斌 你真不如去当兵 众伟说 小斌愣愣的 姚鹰在天上盘旋 小斌愣愣的 姚鹰在天上盘旋 山的影子在拉长 闹肚子也不能闹到天黑去 只好又爬起来 灰不塌塌地往山上走 肚子咕咕叫 浑身都酸软 对日天卯的理解 又深一步 老天爷不公平 山上 一行人还在上了发条一般 缓缓移动 崛起崛落 崛起崛落 像一排灵活的农具 清平弯的人 世世代代就这样 太阳默默地沉到山后去 山谷里 漫起迷蒙的木崖 绝透依然砍得地球 空空地响 仿佛宇宙中 无始无终的脚步 忽然 山歌响起 游若见强 优美二字 不便形容 不过像权力挣扎中的呼喊 不过像疲劳寂寞时的长叹 也不拘泥节拍 尤其起聚和结束 可以任意脱长 大约依据山野的宽度而定 也可能依据心中愿望的胶着度 歌声在天地间飘荡 沉重得像要把人间捧入天堂 其中有顽强 也有启望 顽强唱给自己 启望是对着苍天 苍天不开恩 一年的力都白出 插过队的人 懂了那启望的虔诚与恐惧 老天爷 可别下包子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青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也有人不去敲盆敲罐 也许是不那么信奉神灵 也许是受惯了生活意外的掠夺 他们大约更相信 只要出力气 随时也能得到上苍的恩助 河岸上站了村子里最精壮的男人们 拿着叉爬 长板镰刀 呼唤呐喊着捞河柴 呼喊声和浪涛声交融在一起 想让掠夺者留下买路钱 双儿四十岁 个子不高 却很壮 绑阔腰圆 小腿肚子上的肌肉 聋起来像一盏灯笼 你不由得要想 他凭了什么 能从康夫参半的食物中 榨取这么一身筋肉 你就想想牛吧 牛从柴火一样的干草中 能提炼出多少力气 双儿端着长把镰刀 立在河岸上 两眼盯着上游的浪风 他指望捞一根原木 他看不下那好戎柴 多一把柴烧顶个肾 一根原木 能换回几斗脉 已经有两根原木 从靠近对岸的地方飘走 几个壮汉瞪着眼看着 骂爹骂娘 像一群备孕的强盗 双儿身旁站了另外两个男人 每人也端着一把长镰刀 三个人说好 得了原木三加平分 双儿实在不愿意同旁人合伙 但要想捞到根大原木 至少得三个人 原木像一匹野兽 从上游横窜竖跳地奔过来 三把镰刀得一头一腰一尾 同时跺上去 一个人不行 原木会把人拖进洪流 据说双儿被拖走过一回 那回他拦住了一根核爆粗的大原木 镰刀剁得很深 他拼死往岸边拉 原木被水冲得横过来 拖着他往前跑 众人喊他放手 核爆粗的一根杜梨木啊 他舍不得 再说也不能就这么倒赔了一把镰刀 原木把他拖进核心 他撒手了镰刀 攀住原木 就那么让浪头挟裹着 摔打着 飘了几十里 没死 也没放那原木 清平河一个急转弯 把人和木头一起扔上了岸 只是浑身被水中的沙粒树枝 拉挂得鲜血淋淋 那样的诗只可做一回 那时年轻 又没有婆姨娃娃牵挂着 刷儿的力气是全村第一 刷儿的饭量是全村第二 都说上川的贾家平 有个人更是好吃法 一顿吃过二十几个白膜 一顿吃过一波几油糊润 有年八月十五 那人割了八斤大肉 放在锅里煮熟 婆姨捞一块切一块 那人吃一块 吃了一尘 那人说 对秀喽 也给你们娘几个留心 婆姨再去捞食 净撂下一锅汤 在山里受苦时 老乡们总爱讲这个故事 讲得有板有眼 语气和表情都掌握得恰当 但是肉的数量一节 常常引起争论 不止八斤嘞 八斤了 我吃着也老消停 嗯 怕够十斤嘞 咦 十二斤也够 不信咋 说十二斤的人 脸也红 脖子也粗 轻筋暴涨 仿佛受了许多年的冤枉 其实没有人压制他 众人都情愿信任他 就像情愿信任老天爷 是有眼的 说十二斤的 慢慢平定了情绪 沉思着点烟 众人也都静静地追忆或畅想 气氛异常和睦起来 这故事我听人讲过不下十次 肉的数量最高到过十六斤 只有放在锅里煮熟 婆姨捞一块切一块 那人吃一块 这一情节不便 而且讲的时候 阴调温柔的 如嫩柳青羊 我渐渐醒悟 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 若长久的饥饿 便能长久的流传 最终如赵王爷 成皇庙 赵公元帅一般 又生出一路神仙 主管人间吃肉的事物 保护众生吃肉的权利 双儿是全村第一个好受苦的人 别人担两烫份 他只用一烫 一烫把两弹份全担上山 剩下的功夫可以整自留地 可以鼓到他的小铁匠炉 他有一套铁匠的家具 和一份打铁的手艺 能打除拖拉机之外的一切农具 他还是个不坏的木匠 手艺当然比不上保生 保生是专业木匠 但要是破木方立柱架梁 人们宁愿请刷 保生专做细木工 而且老了 但那时只有上山受苦 算社会主义 单个铁匠的挑子去懒活做 就不如直接去献大狱 县里公社都有铁匠铺 没有木企加工厂 因而保生获准可以去懒营生 但每日所得要全数交到队里 队里给保生寄十分工 即便如此 刷还是羡慕保生 一天三顿饭吃在雇主头上 省了自家的粮 在刷眼里 天下幸福者莫过于保生 还有榆隋德下来的那些匠人 出了力就能见到钱 钱是汉不死冲不走的 大约榆隋德有另外的政策 我们这地方穷得还不够 有年冬天 刷半夜起身 冒了大雪 担着铁匠挑子 偷偷离了清平湾 婆姨只对人说 她是去串心去了 那一年是遭了旱灾 家家屯子都见底 再看看刷的铁匠家具 全部见了 谁还解不开她做什么去了 刷出去了一东 回来时一根粗绳等着她 五花大榜被请到县大狱去 那些年 人们渐渐不把做大狱 看成太可怕的事 犯人亦可谓公家的 遭不遭灾都有饭吃 监狱以外的人 倒难免吃糠挨饿 乡下人也不在乎 什么档案不档案 想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事 要受档案的影响 刷在狱里养了几个月 白白胖胖地放回来 庄里人都说 哎呀 做得了嘛 一成北京话就是 赚了 或者不亏 只是亏了咬里人 刷婆姨挺着个大肚子 正在地里除豌豆 听说男人回来 慌慌地往回跑 见了刷 眼泪汪汪地坐倒在摇前 当夜 又为刷生下了第四个儿 刷在队里受苦 再不多出力 只是譬如捞河柴的时候 她才又绷紧了浑身的筋肉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谢天谢地 雨渐渐小了 没有下包子 骤然天开了 夕阳异常辉煌 山川灿烂 清平河宽阔浩荡荡 水声依然震耳 大浪还逞着余微 浪风上拖出被淹死的羊 阳光又爬上崖畔 瞎老汉和花脑坐在崖顶上 清平湾又恢复了安详 婆姨娃娃都跑向河边 小脚老婆也翘翘地往河边去 大水翻滚得好看 夕阳在每一个浪尖上 点亮一具火把 像在庆祝一个节日 狂呼狂捂着去黄河 岸上的人群 也像在庆祝一个节日 很多人唠叨了死羊 喊 笑 把羊往摇里抬 又都真诚地未探 不晓得哪庄里又倒了运 我们也来找镰刀绑在木杆上 七唠八唠也截住了一只死羊 使劲往岸上勾 全体女生不近不远地 围在我们身后 模棱两可地念些贺词 呀 哎哟 眼睛还睁着呢 真惨哦 小心别掉下去 呀 重男性就感到身体里添了燃料 七手八脚出了许多笨力气 羊腿一颤 贺词也一颤 哎呀 纷纷退一步 男生退一步进两步 抓了羊腿抓羊头 镇静如一帮圆帅 把羊抬到造房 当即剥皮剔肉 女生仍都围在四周 想帮点忙似的 提醒应该拿一个盆来 再拿一个盆来 你们还不赶紧和面 男生说 和面 啊 白面 当然白面 干嘛 吃 废话 废话 吃什么 谁也不是好惹的 饺子 饺子很鼓舞人 大家都变得勤快 大肚和气 月亮升起来 饺子熟了 男生聚在碾盘周围 稀里呼噜地吞 女生围住墨盘 吃太哑不了太多 终归噪音小些 大家都一样甩汗 几条狗远远地坐在暗处 一只猫跳进造房 被打出来 猪也哼哼唧唧地过来晃 听说人们吃的羊肉 自己有点放心 小斌吃出一块糖来 女生们都笑眯眯地 把目光投向他 说吃着了的有福 这是男女生双边关系上的 一个里程碑 晚上躺在灶上 心里胃力身上都舒服 大伙又记起小斌有福 驴斑算有着落了 你们几个还得让我费心 这孙子 咱们先给他张了一个怎么样 行 给我张了谁吧 沈梦萍怎么样 不行 沈梦萍看上众伟了 听着小子放屁呢 众伟说 那算了 给你说庄宁吧 庄宁 庄宁看上金涛了 真的 何以见得他看上我了 金涛比众伟有幽默感 捞羊那会儿他老看你 没发现 没发现 你发现了 当然 你老看他来着 这时候李卓出去上厕所 提着裤子跳进来 噓 别嚷了 女生就在八字窑里呢 我们和八字家住隔壁 真的 谁 好几个 大家侧耳细听 牙下的水声很大 八字窑里 像是有他们的声音 得 这回可现了 别说话 听 再听 水声依然大 八字窑里 又像没有他们 明娃妈在织布 哎呀 神经病你们 李卓这小子 甭给他张咯 小声点 你们听 又都支棱起耳朵来 八字窑里 确实有 细声细气的北京话 大家都闷了 面面相去了一会儿 又都压低了声音 笑起来 这下可恶心了 咱们刚才都说什么了 大伙逐句回忆一遍 无疑不妙 他们也许听不见 没法听不见 多大声呢 比牛小子声大 你呢 你不比我声大 大家都有点傻眼 我们虽然有时开些 没分寸的玩笑 但心里都把爱情看得 神圣 纯洁 那夜 集体失眠 不断有人去上厕所 头一回 正正经经地探讨了 爱情问题 知无不言 大家 大家都多懂了不少 天亮 小斌去问八子 昨晚女生是否到他窑里去过 八子说没有 不久 另一个装力插队的同学来串 说起他们那儿遭了薄灾 麦子全打烂在山里 老乡们拿着扫帚 搏挤上山去 把混了麦粒的黄土搓起来 一点一点地搏 娃娃们在黄土里 一颗一颗地捡 不少婆异 搏着搏着 哭倒在山坡上 我们听得肃然又悚然 国家会给救济粮吧 给累 给不多 能给多少 求不谈 老乡说 要饭去呀 要饭去 不了咋去 饿死去 这言论可算反动 不过那是北京的习惯 在我们那儿行不通 我们那儿的规矩是 出去赚钱 要绑一生 出去要饭可以随便 方圆几千里内 保证没有外国人 西哈努克来过一回延安 据说那几天 延安街头没有要饭的 要饭多在冬天 一来闲下无事 二来咬里盛的几斗粮 要留到春天吃 否则农忙时 靠什么来转换成 牛一样的力气呢 有时是一个人 托一根木棍 提一个布袋 木棍随时指向 身后称职的狗 有时是一家人 男人喊一声 打发上个儿 婆一定牵娃娃 站在男人身后 挨家挨户的药 只要给 无论多少都满意 给的人 体会要的人难 要的人 看出给的人 据自己也只差一步 刚到清平湾时 我们还信奉着 在我们国家 要饭者 必为好吃懒做之徒的理论 茫茫大雪中 走了一个 拖着木棍的人 村里的狗叫起来 那人走到我们造坊前 喊 打发上个儿 那人长得挺魁伟 你干嘛不好好劳动 徐月月先去质问那人 什么家 那人没听懂 声音很和气 以为是在和他商量一件 什么事 不劳动者不得实 沈梦平说 那人欲茫然 正正地站着 才发现这群人的语言和穿戴 都奇异 你身体这么好 还要饭呢 你是什么农 打发上个儿 那人低声说 他既不懂我们的话 又不知道再该说些什么 明娃妈走到那人跟前 给了他一块干粮说 这些才从北京来 解不开咱这单的事 那人拖着木棍走了 不时惶惑地回头来望 冬天 我们熟悉的人中 也有出去要饭的了 我们知道那些人 实在都是干活 不惜力气的好受苦人 清平湾虽没遭薄子打 但公粮收得太多 年熄欠下的公粮又要补上 年熄我们庄 也是因为遭了灾 公购粮卖得不够指标 指标年年涨 因为年年都有一派大好形式 要饭都是跑出几百里地去要 怕在熟人跟前 脸面上不光彩 又以为越远的地方 生活会越好些 翻山越岭 走雪地 顶风寒 住冷窑 那绝不是好吃懒做的人 能受的 冬天 我回到北京 母亲乐得不行 继而又落泪 我把一年的所见所闻 向来看我的人讲个不停 自我感觉 像个历险归来的英雄 听的人都惊讶 都感动 都叹气 最后又都认为 我长大了 白天剩我一个人在家 站在阳台上 看见上班的人潮 看见下班的车流 看见退休的老人带着孙子 在东阳下散步 心想 天底下雀乎 不只有一个世界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去年暑假 徐月月从美国回来探亲 到我家来看我 她穿了一件结构非常简单的针织衫 一条短裤 戴一副金丝眼镜 留着披肩发 显得比十几年前插队的时候还年轻 也许是因为那时他们都穿又肥又大的蓝制服 显不出身材的美来 她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 正在攻读博士 专业是什么细胞免疫一类 我搞不太清 还要学几年 两年 或者三年 哎 怎么挨了 就是 哎 她自己也笑 沉一下说 嘿 你负责把你们那伙男生都找来 我负责找女生 咱们清平弯的一块聚一聚怎么样 你请客 当然我请 气真粗 财大气粗 嗨 她又笑 怂怂肩 有点美国的毛病 怎么样 都找来恐怕办不到 当然 得在北京的 能找来几个找几个 去烤鸭店 不如就在家里 买些熟食回来 可以好好聊一聊 吃扁食怎么样 哎 吃扁食 那就便宜了你 咱们可以把馅弄得好些 为的是大家一块边包边聊 有气氛 在谁家 当然在你家 你这腿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稳定 雷打不动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大夫 也都说这种病 不过你精神状态 真好 她摇摇头 没办法 没办法的事太多 真是真是 真对 嗨 怎么回事你 她勉强笑笑 又勉强笑笑 也许正像你所说 没办法的事太多 就下星期日 什么 哦行 男生来了六个 女生来了三个 庄宁 沈梦平和徐月月 徐月月又把她在美国的生活 介绍一遍 她自己住一套房子 一间卧室 一间客厅 兼书房 厕所 厨房 洗澡间 都有 住处周围的环境很美 处处是草坪 小树林 白色和红色的小楼房 幽静的小路 春夏一片绿色环绕 秋天色彩斑斓 天发亮时 各种鸟就叫起来 吃的东西非常便宜 只要你别老去下馆子 那可受不了 一个大冰箱 装满了鸡 肉 蛋 菜 水果 饮料和鱼 够吃一星期 花一点时间自己做做饭 吃得很好 过节时请几个朋友来 施展一下中国的烹调技术 把那些美国人都惊倒 你已经把我惊倒了 众伟说 嗯 房子 你知道我现在住几平米 三口人 十平米 其中四平米漏雨 徐月月 徐月月 说她本想也买一辆旧汽车 可她不敢开得太快 那样在高速公路上开就要被罚款 所以没买 她总搭她的美国老师的车 车开起来飞一样 她到她美国老师的家乡去玩过一趟 总之是乡下 是牧场 她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 她老师的父亲经营着牧场 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忙于各种运动 譬如 为残疾儿童募捐 为一些其他国家的难民募捐 或者去游行 抗议和军备竞赛什么的 她在那儿学会了骑马 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跑 太阳出来时 雾气渐渐褪散 陆水依然闪光 牛叫 羊叫 你们知道我 忽然想起了什么 清平弯 唉 谢谢你的中国心 别逗了 你们不理解 这是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垂下眼睛包饺子 其实那儿和清平弯 一点都不像 他们家是一座很大的白色房子 房子后面不远 有一片水塘 晚上她母亲总弹一会儿钢琴 我就想起山北那些懒银上的吹手 屋里哗啦的唢呐声 还有那时众围总在晚上拉小提琴 水塘那儿总有几个孩子在游泳钓鱼 划一条漂亮的木船 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水塘边 从日落一直到月光很亮 白房子那边又传来钢琴声 我忽然想哭 当然 中国人善于不出声地哭 他来问我怎么了 我说你们美国人不会懂 他说他当然懂 很遗憾我会觉得他不会懂 大家又都沉默了一会儿 大约都想起徐月月已经三十多 还没结婚 徐月月带回来一道难题 那个美国人爱上了他 他也喜欢那个美国人 可是他知道他必须要回中国来 怎么必须 没人强迫我 而且那儿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不习惯 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 确实挺好的 模范丈夫 少废话 现在还谈不上 我大骂过他两回 我这人怪 我也知道我这人太怪 中国的很多弊端我可以说 可是我不许他说 他一说我就来火 他倒是不光说中国的 也说美国的 这反而有识国格 好像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是极左分子 少废话 而且不一定只有待在国内才是爱国 这我比谁都懂 可不知怎么的 我想我要是不回来 非忧郁而死不可 我不知道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在为谁 不一定在中国才能为中国干事 杨振宁的成就对全人类都有益 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这我比谁都懂 可我不行 我好像只有看见我是在为谁干事 我才能相信我是在为谁干事 我大概是个感情型的人 那他不能到中国来吗 也许能来 但他能不能永远在中国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那么要求他 他有他的祖国事业 我也不相信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能让他永远在中国 他的研究课题 目前在中国搞起来就很困难 你呢 什么我呢 你的专业 回国后会不会 够员 我有点后悔当初选了这个专业 不如就当个医生 要不就回国当老师 光讲理论 不需要很多设备 你离开他觉得怎么样 庄宁问 他不说话 那怎么办 他强作欢言对我说 所以那天你跟我说没办法的事太多了 我说真对 你们几个男生喝酒呀 要么留在美国 要么回来 小斌干了一杯酒说 再找一个 好人有的事 没什么难办的 找谁 你们都成家了 只有他 他说 可他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不移 徐月月显出美国式的开放和幽默 为了把心底的忧郁冲淡 大家说 应该为徐月月干一杯 为他将来的好运 也为他不再像插队石那样 是个极左分子了 谁是极左分子 他又跳起来 就是你阁下 这没错 后沟里的果树不是你领头砍的 废话 没有你们 只有金涛一直不怎么说话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插队的第二年 村里的小学校要增加一名老师 对干部开会决定让金涛当 认为他的字写得好 又能说保险哄得好那骨子娃娃 金涛上任不久 原来的那个老师又病了 到县里住了医院 金涛说他一个人可不行 要求再派一个老师 徐月月便自告奋勇 徐才想 这事便宜 不用再耽误一个男老李 当即批准 男生又都敏感说 行 牛有点桃花韵 有道理 徐月月八成是奔着牛去的 金涛这下子要受气了 别审了 我受什么气 徐月月可是个厉害主 厉害 瞧我收拾他 牛 嘿 你们等着 我十天之内让他俯首贴耳 我那时当了饲养员 喂牛 二十几头牛 我喂十几头 一个老汉喂十几头 老汉姓白 我在另一篇小说中写过他 饲养场离小学校很近 一下课金涛就跑来 把学校里的去事 不无夸张地跟我说一通 刘志高的儿子没白养活 一道应用题 地主平均每个月剥削 贫下中农245斤粮 一年剥削多少斤粮 他掰着脚丫子 算了一节课 也没算明白 我换一种说法 你答平均每个月 挣245公分 一年挣多少 这小子用了五分钟 算对了 我说那第一道题呢 他说一满不晓得 该用加法还是减法 我说这第二道题呢 他说这样的题 他答常教他做了 用加法 我一看他的操高纸 这小子是个天才 把245加了12遍 居然没出错 我们笑了一阵 白老汉说 实际的公分 不是一个月跟一个月 都不一样吗 山里的娃娃 脑憨的危险 把徐月月收拾得怎么样了 我问金涛 什么 装什么傻 十天已经过去了 哦 他安静了一会儿 五元更神 他又说 565加27 他居然算得出 835 我琢磨了半天才弄明白 他列数事时 把钱都对齐了 我说 咱们别打岔 说徐月月呢 哎呀 找不着茬 这么说 关系不错 别神了你 上课的钟声敲响 他跑回去 敲钟的是徐月月 一边敲 一边朝饲养场上望 我忽然觉得 喂牛 是寂寞了些 有一天 金涛慌慌地跑来跟我说 哎 一会儿徐月月没准 要来跟你借象棋 他跟我借 我说那棋是你的 我不管 把他干了一漏 那我借给他不借 那我管不着 他说完跑回去 这一下午我喂着牛 似乎每一分钟 都有着盼望 寂寞少些 然而徐月月 并没来借象棋 小学校放了学 我路过教室摇前 回自己的摇去 掘出里面有响动 八窗一看 教室里只有金徐二人 正对面而已 金涛低着头 费思考 徐月月的目光 却全投在金涛身上 我以为那目光 在徐月月来说 是罕见的深情 晚上我问金涛 怎么个意思 他说 这家伙太狂 说要杀我三盘不开张 结果多少 一比一 我走了一步大臭棋 不然二比零 我们俩坐在场院里 风很爽 带了雨水打过的 卖街味 从这儿可以望见 女生摇里的灯光 和窗纸上晃动的人影 也望见男生摇里的灯光 听得见众伟的琴声 我们俩好一会儿没再说这事 在平平的场院上 拿了几个大顶 又坐在麦舵旁 清平河 清缓的水声 像位寂静的群山 唱着棉曲 我看 徐月月真对你有点意思 别神 她的语气 有些寒混 你走棋的时候 她不看棋 一直看着你 脸特红 你老逗 我要逗我是孙子 你看见了 我当然看见了 她没说话 就吹起口哨 吹的是 让我们荡起双脚 我们童年时的歌 她今天教学生唱这歌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没过多久 一到晚上 男生姚里就不见了金涛 她和徐月月一块儿去家访 徐月月的新点子 就是到学生家里去 要求家长支持学生好好学习 再宣传一通教育的深远意义 告诉人家 不要鼠目寸光 只看见那几个公分 一到晚上 金涛就往外溜 干嘛去 又往外溜 去家访 美其名曰家访 向毛主席保证 真是家访 金涛往村子中心走 几个男生在后面悄悄跟着 村子中心那片空地上 淡淡的月光照见一个人影 金涛走进去 今天去怀月儿家吧 徐月月的声音 金涛就跟在徐月月身后走 相距三米远 大家有点扫兴 侧儿摒弃再听 两个人再没别的话 几个人再跟踪走一阵 见两人果然走进了怀月儿家 怀月儿答 要让怀月儿退学 说怀月儿妈也要山里受苦去 不然公分就不够 这样姚里就短下一个做饭的人手 徐金二人全力说服张富贵 把学校的成绩册拿来给他看 说怀月儿聪明的危险 又肯下力气学 各科学习成绩都是全校第一 将来肯定能考上初中高中 说不定能上大学 张富贵是个见过世面的 又让二人说得高兴 于是答应 那就让这鬼女子上吧 要真能上了大学 他老子要饭去 也要供养他 我喂牛 很晚才睡 有时发现徐月月和金涛 站在小学校的摇前说话 这办法好 比躲到鸡脚嘎栏去 让人少生猜疑 我一边给牛添草 一边心不在焉地 跟喂牛老汉搭讪着 耳朵却注意着小学校摇前 两个人的说话声也大 总是说着村里的事 教学上的事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事 马列主义认为 或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一会儿金涛冲我喊 马尔萨斯是哪国人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分明是想向我证明 他们俩实在都是说的正事 偶尔 小学校摇前 好一阵子没了说话声 我就叫白老汉的小孙女 刘晓去看看 看啥 看他们俩在干啥 刘晓跑去又跑回来说 二人站着看星星来 一门不言串 我悄悄绕到小学校的摇顶上 往下看 见两人东一个西一个 间隔仍是三米 都站着 羊脸想什么 我在摇顶上等一会儿 徐月月终于说话了 说的却仍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 这两个人平时都灵牙利齿 却在双边关系上都畏缩不前 直至都离开清平湾 两个人谁也没把心愿说明 以致成了双方永远的迷 金涛对自己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大满意 抱怨他妻子比他小了六岁 没插过队 什么都不懂 时常感觉像是隔代人 两口子一度吵到要离婚的地步 去年徐月月来 我偶然说起金涛的这些事 徐月月说根本不在于他爱人插没插过队 金涛这人不太懂感情 对人太冷 金涛知道后说 什么 倒是我太冷 之后笑笑 挥下手 意思是 往事再提也无意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去年回清平湾去 见到怀悦尔 他已经24岁 还没有结婚 问下婆家没有 我问 没嘛 他扭泥地搅了一下手又说 晚婚了嘛 倒不行 24岁的女子还没结婚 在我们那地方就太特殊 晚上住在八子家 成群结队来看我的乡亲们都散尽 怀悦尔还不走 明娃妈说 先叫这睡吧 有话明儿个再拉 她有病了 怀悦尔说 要你老婆说咋 我晓得 我就再说上一句 然而她又半天说不出一句 欲言又止的样子 两只手左脚右脚 表情有些忧郁 明娃妈说 咦 看着女子是咋了 憨了 怀悦尔也笑 说心里有话要说了 一门不晓得咋着说 我说你想咋着说就咋着说 怕什么 她又愣半晌 忽然说一句 我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欺骗了 说得我摸不着头脑 我说 这倒怪了 他们俩都惊得鬼似的 能让你给骗了 她说 不是的 我没本事 考上了初中 考上了高中 白念了一顿 也没考上大学 考了三年 考得一年不剩一年 把金老师和徐老师都辜负了 就这 你回北京见了金老师和徐老师就说给 说怀悦尔没本事 把他们给欺骗了 咋你睡 我走呀 她爬起身就走出去 我躺在炕上抽着烟发愣 明娃妈说 哎 这女子 她常说对不起金涛和徐月月的话来 说要不是他们去跟她答说 她答就不能让她上学 这女子就想上学了 考了几年没考上 不晓得这诚心里想些甚 她打给她说了几回亲 她依满不同意 见也不见 说要个人做主寻婆家 我说是这女子上学上憨了 老不胜不上的好 看把自个儿凹件的 人的命运 真不知在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事情 就被决定了 金涛和徐月月带给怀悦尔的 是幸福还是痛苦 假如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呢 怀悦尔现在是什么样呢 看刘晓这会儿 两个娃了 她嫁到哪村了 高家疙瘩 名娃妈在灯下给我扑背 背微驼了 有些发白 脸上的皱纹散开 还是道道白痕 她爷爷死的时候 她出嫁了没 刘晓出嫁第二年 白老汉就没下 我想 我那位喂牛的老伙计 临终时一定是松心的 这也好 去年 回清平湾之前 我给随随写了信去 说我要来村里住几天 据说随随当了大队书记 然而直到启程之日 还没收到随随的回信 也许是县城到清平川的路段了 发了洪水 邮件送不去 也许是随随拆开信 却记不起我是谁了 坐在火车上 我忽然觉得此行 未免太孩子气 也许那儿根本没人 记得我了 同行的那位太行山人士又说 放心 老乡肯定记得你 我离开太行山已经十五年 我现在要是回去 至少当年跟我学勤的 那个小女孩 肯定记得我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天黑时经过一个小站 客车乱哄哄嚷嚷地靠在站台边 另一边的路基上走着一个汉子 食而弓了腰 用榔头在车轮上敲敲 车窗里透出的灯光 照亮那汉子的脸 木然 眼睛只注意看车轮 绝不对车窗里的人敢一点兴趣 他有自己的生活 火车又乱哄哄嚷嚷地离开小站 我一直看着那汉子走上站台 走进一间黄色的小屋去 清平湾的人 凭什么要记得我们呢 有过那么一群北京学生 少男少女乱哄哄地来了 吵吵嚷嚷地住了三四年 又一个一个都走了 来去匆匆 都不晓得为了什么 清平湾还是清平湾 在那偏僻的大山里 看着日出日落 做着一年四季的营生 过着自己的日子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69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20个人 在家住了两个月 过了春节 又回清平湾的只有17个了 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 一样是插队 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 又离北京近 女生中是刘夕 随父母去了干校 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 母亲为我收拾行装 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 挂面 红糖 荤油 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 一会儿又跑到商店去 捧着抱着回来 罐头奶粉卖乳精 行了 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 我说 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 东一块西一块 带这么多这个干嘛 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 逗得我直笑 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 母亲误会了说 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 我拍拍她的肩膀 歪着头看她 行 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 别跟我贫嘴 多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是没有 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 母亲不言声了 既起了有三十里山路要靠腿走 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 颠来倒去 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 我们还不知道刘西转走的事 袁小斌还很快活 嘿 驴班 你不如去问问 没准刘西他们愿意跟咱们一块走 高 大包小包的 路上帮人家扛着点 你那么壮 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 我们又都长了一岁 十八了 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 有点要暴动似的 但是那愿望 还必须以开玩笑时的语气表达 以便需要时 可以声明 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 我们在北京站的大中下集合 李卓来得最晚 嘻嘻哈哈了一阵子 忽然对小斌说 哟 对了 听说刘西跟他们家去干笑了 小斌先还不信 见李卓确乎一本正经 便刷了一下 把脸色弄白 你听谁说的 我问 郭大连 那家伙脸长得大 和我们一个公社插队 不在一个村 说明白点 众伟说 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吗 废话 不信你们去问郭大连 他怎么知道的 小斌强作镇静 脸上的肌肉已经绷紧了 他舅妈的姐姐 跟刘西的二姨 在一个教研室 要不就是刘西他舅妈的姐姐 跟郭大连的二姨 我没记清楚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时候 大喇叭里开始 请到太原区的旅客上车了 那回我们走山西 先要经过太原 车票都是家里逼着买的 我们本打算退几张 每人一张车票 实在花钱太多 结果让刘西的事 给搅得上了火车 才响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你去郭大连那儿了 他来找我 还说什么 什么还说什么 没说什么了 小斌无心再问 再问也是枉然 残冬未尽 火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走 鲜灰色的天空 正酝酿着一场春雪 大家一致认为刘西太不像话 进而又认为 这人本不怎么样 长得也不过一般 个子虽然合适 可太瘦 皮肤也白得太过 像他那样的多着呢 比他强的有的是 小斌呆坐着 像是没了魂 一会儿又附和着我们笑 笑得驴唇不对马嘴 以报答我们的好意 这事儿 也不能怨刘西 有人说了句公道话 刘西知道什么 沉默了一下 大家又都埋怨小斌了 让你早点给他写封信 你不写 我都说给你送去 你都不写 那回捞河柴时 刘西只要跟小斌说话 这小子什么也看不出来 光顾着拽那只死羊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我们六个人 正好占据了一个窗口 对面窗口的四个座位上 是一男三女 一看便知也是插队的 车厢里随处可见 北京的知识青年 多数是回山西的 回陕西的 多不走这条路 大半都相近 蓝色或军绿色的棉大衣 白塑料底的黑灯芯绒棉鞋 一顶栽绒棉帽 女的只需把棉帽换成围巾 烟气腾腾的一伙 或大嚷大叫的一帮 如同一车开往前线去的冰匹 只一年 学会抽烟的人一战多数 女的也是成群结伴 但都牢记了 离家时父母的叮嘱 静静地坐着 熬着旅程 有一帮家伙 从北京站一上车 就开始喝酒 这会儿到了高潮 吹着口琴唱 冰雪覆盖福尔加河 对面那一男三女中的一男 看样子比我们年龄还小 长得像个小姑娘 她不时望望小斌 望望我们 想要跟我们说话的样子 三个女的轮番管教她 但她却总是想摆出男子汉不屈的架势 脚踏着拍子 尽力把三位女士的教导当耳旁风 那边的口琴声和歌声遇见高亢 她听得忍不住笑 一群走调的大爷 她冲着小斌说 小斌没理会 双目无神地呆坐着 少讨厌 三女同志 三女同声呲她 那群走调大爷 还是让她忍不住笑 但不出声 像是回忆着什么纯洁又美好的事 三个女生还说她讨厌 她仰脸看看车厢顶 深呼吸 想把笑憋回去 你看吧 这匹可怜的老马 他跟我走遍天涯 一群声音 什么调都有 我也忍不住笑 她像得救了 把目光转向我 是不是走调大爷 少讨厌 三个女的几乎同时说 嘿 哥们 哪儿的 她冲我说 好家伙 要打架是怎么着 插过队的人多半知道 这句话可以算叫茶吧 就是找茬 挑衅 她自己也一愣 觉出话说得不对劲 忙改口 你们在哪插队 陕北 哟 你们哪个县的 我告诉她 哟 咱们是一个县 你们哪个公社的 清平川 这回让她失望 却又说 哦 我去过清平川 咱们离得不远 然后她又说了几个 在清平川插队的人的名字 问我认不认识 我都不认识 三女中的一个 在偷偷拽她 三个女的都瞪她 你少讨厌 三女中的一个低声说她 三个女的都显得比她大 都不正眼看我们 过了一会儿 我到两节车厢交接处的门廊里去站着 她也跟过来 哥们 抽烟不 她掏出一包牡丹撕开锡纸 不抽 我不会 她便难为情地 把烟盒上的锡纸又包好 收起来 嗯 其实我也不会 天阴沉得很 空气湿漉漉的 没准要下雪 没准 嗯 得下 要不就抽一根 我伸出两个指头碰碰嘴 哈 你会啊 我们俩一人点上一根 看来她抽烟的水平还不如我 只是让烟在嘴里过一遍 不敢往费里吸 唾沫把烟弄湿小半截 真愁没意思 她说 帮我胆胆落在身上的烟灰 似乎与我的关系已经亲密 我叫王建军 她说 你哪届的 高六七 高六七 她又改口 初六六 别逗了 你比我还大 初六七 这回是真的 骗你是孙子 我上下打量她一回 看见她的裤脚接了一截 颜色比原来的深 嘿 你们那个大个儿 真够壮的 她说的是小斌 她好像对小斌 有特殊的兴趣 她得有一米八五吧 差不多 一米八七 哗 怎么了 不怎么 得留神前头那帮又抽烟又喝酒的家伙 他们怎么 想找不痛快 说这话时的口气 仿佛那一帮人加起来也不是她的对手 什么时候 在北京站 老汪我们这边嫖 老想跟我姐姐他们搭话 说什么 本流氓 问我姐姐他们十几了 哪个是你姐姐 个儿最高的 那仨窝囊费 还真告诉人家十八 顶我姐姐傻 十八岁 应该是初六八的 那帮小子抽烟抽的游着呢 你姐姐是初六八的 你倒是初六七的 她一愣 笑了 我看你也就十五 十六 真的 还差一个月 你干嘛也来插队 她满脸笑 顿时凝固 又慢慢消失 门廊里 车轮压在铁轨上的声音 特别响 卡哒哒 卡哒哒 火车又经过一个小站 变换轨道 车厢摇摆得厉害 过道处的门晃来晃去 砰得关上 一会儿声音变成空通通 空通通 火车开上一座桥 瞧着烟 还母的呢 王建军从烟卷里抽出一根烟梗子 趁机冲我笑笑 那神器彻底是一个孩子 我忽然觉得我是很大了 过道的门开了 三女中的一女来叫她回去 你姐姐找你半天了 等会儿 她慌忙把大半截烟扔掉 踩灭 快着 她只好回去 对我说 咱们一路走 有你们那个转哥们就行了 没人敢废话 没得说 我说 那时候 知识青年中打群架的事不少 满怀豪情壮志去插队的人 毕竟是少数 将来如果有人研究插队的新王史 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 那时候 宫宣队为了让大家都去 就把该去的地方都宣传得像二等天堂 谁也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 也就都报名 也就对宫宣队的话相信一半 心想 敢于百分之百说瞎话的人 还没有出事 其实呢 出事已久 结果到了插队的地方一看 就都傻眼 譬如青平湾 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 那不是在上一个世纪 或是上几个世纪 种地全靠牛 梨 绝头 收割用镰刀 脱利用镰夹 呱哒呱哒地打 磨面靠毛驴拉动石墨 嗡嗡地转 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 有一幅相同的图画 分到手的粮又很少 预示了前途的不妙 被欺骗感就变成了愤怒 这愤怒便取了一种可行的方式发泄 一些知青就开始胡折腾 打裙架 拍婆子 心中空落 百无聊赖 拍婆子就是交女朋友 但不是谈恋爱 带了完事不公的色彩 有人羞于谈恋爱 却敢拍婆子 路上碰见个漂亮的女知青 走过去跟人家没话找话说 挨人家一顿骂 也觉得心里热红红乱跳 生活像是有了滋味 王建军想与我们结伴而行 格外看重小斌一米八七的块头 格外看重小斌一米八七的块头 主要是想给他姐姐 及另外二女找到保护 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他们 又觉出自己难于保护他们 大约还看准我们几个挺老实 这孩子可谓用心良苦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到了太原开始下雪 在车站蹲了几个钟头 转慢车到了戒修 买到了第二天的汽车票 又在小城里逛了一圈 天色已晚 觉得再去住旅店实在不合算 光是睡一觉也得花六毛 决定还是在车站后车室 去熬一宿 既然节约了三块六毛钱 大家又都赞成买点熟鸡吃 买三只 没人半只吧 卖熟鸡的老头 提个匣子 点一盏小油灯 昏暗的灯下是一面油污的玻璃 透过玻璃 隐约可见四只鸡安稳地躺着 老头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笔的买卖 高兴地胡子发抖 说随便再给他添几毛 四只鸡就全是我们的 他也愿意赶紧回家 去吃一口热饭 睡一个好觉 我们又给他添了四毛 拖着四只鸡回车站 王建军和他的三位女当家 正在后车室里发呆 王建军立刻迎上来 你们找到住处了吗 我们去了几家旅店 都客满 正合适 省下钱吃鸡 小斌说 可真没少买 合一块钱一只 够值的 哪去 别走 一块吃 小斌已不再沉默 想抓住一切人 一切机会 来冲淡刘夕 留给他的忧伤 王建军朝他姐姐那边望望 有些犹豫 小斌使劲按下他的肩膀 少废话 坐下 四只鸡摊开 转眼间被大蟹扒块 插过队的人都知道 此刻谁斯文谁倒霉 这还是刚刚离开北京 要是在村里 这时大约连鸡骨头也嚼碎 谁家寄钱来 谁就请客 至少要花掉汇款的一半 几个人兴冲冲到公社去 眼睁睁在邮局取了钱 眼巴巴在供销社买了罐头 急匆匆找一眼闲窑 把罐头打开 想得周到的带了勺子 粗心的只好下手抓 顷刻间肉进汤干 扎巴扎巴嘴 一脚把空罐头盒踢下牙去 听一会儿狗在牙下的嘶大声 只把另外一半汇款拿回村去 慢慢享用 这会儿肚子里毕竟还有油水 吃得满多了 众伪心细 想起那三位女士 嘿 给你姐姐她们拿点去 对对对 她们也没吃晚饭呢吧 不用不用 她们不饿 你这小子没良心 你姐姐对你多好 我们是有点羡慕王建军 有那么一个好姐姐在身边 她姐姐长得并不十分漂亮 脸色有些苍白 个子虽高 但身体显得鲜弱 她看王建军的时候 目光简直像个母亲 这时候 她正和两个女友挤在一起 三个人静悄悄的 仿佛连呼吸也没有 她们这么放心 王建军跟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感动 心里暖暖的 她的两个女友 一个长得算漂亮 另一个算得上丑 你要是不去送你盯着 小斌晃晃拳头 众围捡了几块好肉 放在一张干净纸上 王建军只好送去 刺溜一下跑过去 刺溜一下又跑回来 太简单了点 一会儿 算得上丑的那个姑娘走过来 也在我们面前放下了一个纸包 一句话不说 以更快的速度走回去 有那么半分钟的寂静 随后我们都喊起来 哎 烧饼 北京的烧饼 还是热乎的 别神了 不信你摸摸 我们朝三位女士那边望 她们正偷偷地笑 也朝我们望 见我们正望她们 又都低下头 她们身旁有个大铁炉子 卢壁的某个地方被烧红了一块 吃着热烧饼 吃着鸡 时而还感觉到三个女性的目光 窗外漆黑 窗台上落了一层薄雪 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 后车势力人不多 这个小站没有几班夜车 有几个农民裹着羊皮凹 或者抽烟 或者打呼噜 我摸摸嘴问王建军 你那包母的呢 哟 让我姐姐给拿走了 没事 我就问问 我给你要去 说是你抽 多半他给 别去别去 坐下坐下 你们在村里 敢当着女生的面抽吗 她问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村里的男生就不敢 怕什么 怕他们给传到家里去 其实我们也不敢 倒不是怕别的 是因为女生们都有个偏见 认为抽烟一定是学坏的开始 其实抽烟真是有些好处 每天晚上都喝西的 挤泡尿一撒 一会儿就又饿了 买鸡蛋吃又太贵 一包烟几个人抽 整晚上嘴里都有事干 但是怕他们给传到家里去 王建军到底小几岁 没误透这中间的妙处 王建军靠在小兵身上吹口哨 吹得是星星锁 吹得缓慢缠绵 到不像只有十五岁 你的乐感真不错啊 众伟说 王建军又笑了 车上那帮走调的大爷 也不知是哪儿的 小兵直着脖子唱三套车 行了你 众伟拦住小兵 你就是走调二爷 听王建军的 唱什么 随便 越谎越好 他唱了鸽子 卡丘莎 罗梦胡 桑塔路奇亚 开始我们都跟着唱 慢慢逐个被淘汰 只剩了王建军和众伟 他会的黄歌真不少 那时一切外国歌 除了国际歌 都算黄歌 不过黄歌二字 在知青嘴里 正失去着贬义 在那1895年的时候 芒笔他离开了家园 穿过了玛雅里大森林 走向那无边的草原 不知道 古巴的芒笔 王建军说 月光照在 科罗拉多河上 我愿回乡 和你在一起 当我独自一人 多么想念你 记起我们往日的情谊 这也不知道 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 世界上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走遍 但我仍怀念 故乡的亲人 和那古老的果园 我家在丛林中的小屋 我多么喜欢 不论我流浪到何方 它总使我怀念 这是美国歌 故乡的亲人 它的神情 有些黯然 我看你真是有音乐天才 众伟说 妈的 不唱这种歌了 难受 唱点别的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 把土拨鼠带在身旁 为了生活 我到处流浪 带土拨鼠在身旁 妈的 光想起这些歌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 我在家里闷得发慌 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这歌大家都会 于是都唱 镜子里面有个姑娘 那双眼睛又明又亮 忽然传来一声 姑娘的纤细的笑 笑声又立刻被什么堵住 我们回头去看 见那个丑姑娘 正在受另外两个姑娘的责备 很快 三个女士又都正襟危坐了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忽然传来一声 姑娘的奸细的笑 笑声又立刻被什么堵住 我们回头去看 见那个丑姑娘 正在受另外两个姑娘的责备 很快 三个女士 又都正襟危坐了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别唱了 一会儿你姐姐该骂你了 没事 他们也会唱 是吗 我们村那些女生 以徐月月为首 坚决打击我们唱黄歌 他们会唱什么 嗯 譬如海港之夜 唱吧 朋友们 明天要远航 是吗 没错 快乐的歌唱吧 亲爱的老船长 当天已发亮 大家都会唱 在那船尾上 又见那蓝头巾 在飘扬 李卓捅捅我 去去去 唱个别的 小斌又两眼发直 发愣 不知道蓝头巾 正在哪儿飘呢 刘夕真把小斌坑苦了 怎么了你 啊 怎么了 王建军还一个劲地问 没你事 你不懂 再唱吧 唱点别的 我们又唱了些别的 但情绪再热烈不起来 仿佛每个人 都有一桩心事 后来就横七竖八地 挤着靠着 把头缩在大衣里 都睡了 夜里我被冻醒了几次 看见小斌 一个人在抽烟 哪儿的烟 买的 外头有个卖夜宵的小店 抽吗 来一根 我们俩默默地抽烟 外面传来火车的喷气声 和挂钩的碰撞声 还有检修工人的笑骂声 那边 三位女士的睡姿 要文雅得多 趴在膝盖上 头枕着胳膊 真冷啊 我说 嗯 小斌心不在焉 一缕缕青烟飘起来 成一层 在半空停着 外面那列火车启动了 诶对了 刚才那仨女的说 要跟咱们换换地方 干嘛 说那儿有个炉子 让咱们过去暖和暖和 我说不用了 你小子真笨 他是怕他弟弟冻着 你没叫醒王建军 我哪儿知道 他说让咱们都过去 我说 废话 他能光叫他弟弟过去吗 这女的真不错 废话 比刘夕强得有的是 我不是那意思 你说比刘夕怎么样 你小子真没劲 得得得 刘夕有劲 你始终不渝去吧 我们俩又都闷头抽烟 我挺后悔刚才说的话 好像我是个不珍重感情的人 小斌 嘿 旅班 嗯 等回村 找郭大连问问 啊 让他给打听打听 刘夕去的干校在哪 小斌摇摇头 不说话 天快亮了吧 四点半 怎么着 就什么算了 什么 哦 我说你别老跟我说这件事了 成不成 又一列火车进站了 明晃晃的灯光 在玻璃窗上划过 是一列货车 拖着几时节灰黑的车皮 雪停了 嗯 要是我 打听到地址 给他写封信 啊 反正他也走了 就是他回信说不行 也没别人知道 我估计 他压根对我的印象就不好 我估计不会 小斌立刻睁大了眼睛 盯着我 巴望着我说下去 可我不过是想使他宽慰 再没别的要说 就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小斌说 有一回在苦行山厨地 送饭到山里 他主动叫我 跟我说 什么 他找你说过话 就那么一回 那就是有意思 你小子还一直瞒着我 说什么 那天仲伟做的饭 玉米黄根本就没蒸熟 女生灶上做的也是玉米黄 当然熟 刘夕把他的分一半给我 然后就说 是吗 有这么回事 那天我去哪了 你拉西没出宫 众伟呢 众伟做饭 他说 男女生不如不分灶 他主动跟我说的 哦 你哦什么 我不忍心告诉他 只说没什么 我想起 刘夕也曾和我和金涛说过这句话 也是主动的 分灶的时候 男女生炒成一锅粥 只有刘夕一句话不说 为了分灶剧的是 徐才让男女生各派两名代表到造坊去 在对干部的公正下谈判 我和金涛去了 女生也派了两个伶牙俐齿的角色 徐月月和沈梦平 刘夕在造坊里做分灶前的最后一顿饭 四个代表 龙争虎斗一番 只恨水缸 不能聚成两半 徐月月和沈梦平气哼哼地走了 到底不是对手 我和金涛故意吹着口哨 在造坊里再寻视一回 看还有什么便宜可占 这时刘夕忽然说 其实 男女生不如不分灶 口哨声戛然而止 我看看金涛 金涛看看我 再吹起口哨 不是耳朵的问题 干嘛非分灶不可 刘夕又说 但眼睛不看着我们 造坊里再没有别人 耳朵也没问题 站在女生的立场 她这可是背叛 是一句服输求和的话 却正是这样的话 险些把我和金涛打败 我们俩呆愣几分钟 赶忙出了造坊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没吹口哨 现在已经记不清 为什么要分灶了 好像还是因为 众伟做了一顿生饭 女生中有人嘟囔 这家伙专门会做生饭 其实嘟囔之中 还夹着怯怯的笑声 众伟正为又做了生饭而恼火 哪家伙闲生 哪家伙别吃啊 又一天 轮着沈梦平做饭 做了一锅 掺了夫子的窝头 男生中有人说 干了一天活 救他们给喂夫子 其实想搏一阵喝彩 不料沈梦平却不好惹 立刻嚷道 赏废话 穷日子长着呢 这帮少爷 后来就逐步升级 他们骂我们是一帮阔少爷 光想吃好的 我们对骂约 这群娇小姐 挣不了几个公分 饭也不好好做 继而少爷之前 灌以浑 小姐之上 疯以臭 我们又趁他们全体 去赶集之际 大吃了一顿白面糖包 却不慎走漏了风声 他们又于我们 不在村里的时候 吃足一顿白面葱花饼 而且为了报复 并不把保密 看得多么重要 终至有一天 酿成了纷燥的局面 有一本心理学的书中说 少男少女 在互相吸引之前 会有一段 互相憎恨的过程 按我的经验看 相赠 绝不在湘西前 保险是在其中 那炽热的湘西 一时难以表达 便只好找茬 打几回架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又坐了一天汽车 雪又飘起来 越飘越大 好不容易到了黄河边 这个季节的黄河 水不多 显得安分 去年夏天和秋天 他带领着儿孙 闹得太凶了 山巒被春雪覆盖了 雪盖不住的地方 泥土的颜色变深 高原默默的 难得黄河在他身边 这么寻顺地躺一会儿 过了黄河 是五宝县城 这里羁押了不少 探亲回来的知识青年 前面的路坏了 雪又太大 汽车开不了 哥们儿 路什么时候坏的 王建军问 被问的人注意到 他身后站着一个 一米八七的大个儿 三天了 我们在这儿窝了三天了 那不怎么办 等着 有地儿住吗 说的 这么大的地球 会没地儿住 一阵笑声 这回旅店是真的 全部刻满了 能过夜的地方 只剩下车站 后车室里横躺树卧的 全是人 几乎下不去角 我们好不容易 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拱出一块地盘 十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坐 再不能分男女 这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是以前没有体验过的 我的右边是王建军的姐姐 所以我的右半辣身子 总是绷紧着 左边的李卓 还老说我挤了他 这可凹吧 谁知道路 什么时候能修好 唉 我眼看就快累死了 甭多 再像昨儿晚上似的 冻一宿 我们就全省地回去吃糠了 三个女的不说话 谁说话 她们就一起把目光投向谁 好像是说 一切全巧我们的了 而且相信我们准有办法 我们哪来的办法呢 不过我们倒是赞成 她们目光中的意思 我们应该有办法 决定派两个人进城去 再找找旅店 其余的人看守行李和这块地盘 三个女的要去 被大伙否决了 王建军要拉着小斌去 小斌说那不如猜丁壳 六个人分成两组 手心手背 单波倒霉 结果倒霉的是我跟李卓 三个女的这回不加掩饰地笑 成得上漂亮的那一个 笑得头巾也散开 我和李卓本打算随便问上两家旅店 然后找个厕所蹲一会儿 就回去交差 不料我们却走运 有个旅店刚腾出了一间 两个床位的屋子 多住几个人行不行 那得多交钱 多交多少 多几个人就多交几份 李卓刚要发作 我连忙把他推到一边去了 交了三个人的钱 你们仨去住 不 三个女的说 要不 王建军和你姐姐去住 费什么话呢 我是男的 他是女的 最后谈妥 十个人分成三波 轮流睡 头一波是三个女的 每波睡五个钟头 反正明天也走不成 好说 逮说 三个女的走了 晚上显出寂寞 在后车室里过夜的知青不少 打牌 抽烟 出来进去的人不断 别想把门关住 风把雪吹进来 在我们脚下变成水 昨天晚上 太令人怀念 又有鸡吃 又有热烧饼吃 这会儿越坐越冷 冻的人根本睡不着 王建军 再唱歌吧 在这儿可不敢 人太多 人多怕什么 谁要打架 我盯着 小斌说 这小子 纯属虚张声势 他要敢打架 兔子也能吃人 不过这会儿倒难说 他的悲伤 正变成邪火 有个知青 自己做的歌 你们知道吗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 很流行的一支歌 关于这支歌 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 锁住了我 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 歌 有血有泪 伴随你 同车轮飞 伴随你 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的知识青年 当然是男的 老高中的 称得上是玩主 玩主的意思 大约就是风流倜傥 兼而放荡不羁吧 大约生活 也没给他们什么好脸色 他们兜里钱不多 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 有时靠巴车 有时靠走路 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 凭一副好身体 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 就到了北戴河 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从北京来 想找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 打听他父亲被关在那儿 但没找到 钱又花光了 生活好似溺水行舟 刻下了记忆在心头 在心头啊 红似火 年轻的伙伴 你可记得 可记得 北戴河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 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 远处的海滩上 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 看来 那个丫头不俗气 他们说 他们正想吸收各把女友参加他们的旅游团 那会更浪漫些 不行 那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 你想要什么 老太太 说真的 那小丫头 可是长得够精神 离这么远 你就看出来了 昨儿我在饭馆里就看见她了 一个人坐着光喝水 当天 他们在饭馆里 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 哎 吃点什么 其中一个跟她搭话 我不 我就是渴 小姑娘说 跟我们一块吃一点吧 我不 我有花梅 小姑娘说 花梅 几个小伙子笑起来 花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花梅 碗中的酒 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 你像妹妹 我像哥 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 相识了 互相了解了 他们和她一块在海边 玩了好几天 爬山的时候 他们轮流搀扶她 游泳时 她坐在岸边 给他们看衣服 她说 哥哥也去插队了 如果她哥哥在这儿 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 去游泳 她吃他们买的饭 他们也吃她买的花梅 哎 你带这么多花梅干嘛 我爸爸最爱吃花梅 和我 说中国话 什么和你 我爸爸和我 这你都听不懂呀 哦 我以为你爸爸 最爱吃花梅和你呢 小姑娘就笑个不停 我说 你妈就这么放心 不是 妈妈不让我来 妈妈说张叔叔 可能不会见我 小伙子们都不笑了 含着花梅的嘴 都停了蠕动 仿佛吃花梅 吃出了别的味道 他们沉默一阵 望着海上的几面挥翻 你应该听你妈的话 其中一个说 不会的 我小时候 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啊 小时候 现在你长大了 我说的是更小的时候 这你都不懂 今天你又去找他了 他还是没回来 他不会回来了 听我的 没错 不是 他真是没在家 他家里的人 怎么不让你进去 只有张叔叔认识我 别人都不认识我 这你都不信 人生的路啊 雪花碎 听了你的经历 我暗流泪 泪水尽湿了衣衫 相逢为恨 相见晚 据说 他们之中的一个 深深地爱上了 那个小姑娘 只是得等她长大 她就写下这歌词 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他分手了 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 给他买了一张 回北京的车票 那时他们头一回 正正经经地花钱 买了一张车票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后半夜雪停了 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和通了车 人们都决定 步行到义和去 我们想 也只有这办法 行李成了麻烦 六十里的雪路 空手走 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 附近的老乡 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 扛着扁单的 拉着架子车的 都来揽营生 这段路 大约长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 我伸一只手 在老羊皮腰底下 互相摸指头 明知曰 掐马 陕北人做买买 都这样 你出三个指头 意思是 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 我少出一个 意思是 这么几步路 两块钱就足够了 都不明说 怕让围观的人 捡了便宜 也怕让哪个冤大头 露了网 白色的群衫 越来越清楚了 从夜里走到天亮 到处是赶路的知青 都累得疲惫不堪 还有担着行李 或者拉着行李的老乡 猛看去 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 歇会儿再走 认识不认识的 都打招呼 别歇了 天都亮了 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 路开始变得泥泞 但是太阳出来了 天不再那么黑了 也不再那么冷 太阳从白矮矮的山顶上 把光亮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 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 大下巴 一脸胡茬 十个人的行李 加起来得四五百斤 他一个人拉着 靠一辆破车 他只要了五块钱 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 上坡时 我们帮忙推一把 倒让他很不安 一个劲儿跟我们说 他咬理得病着 意在说明 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 还要给队里 交半块钱来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饼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 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地搓擦 能行嘞 咋 操心吃 他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 又咬一个在嘴上 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 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 金涛在我耳边说 又是满脸神秘 谁啊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你又牛 牛是孙子 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 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嘛来插队 后来他妈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他们家准有事 嘘 轻点 他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 怕耽误了一盒的班车 几年后 听说王建军的父亲 又恢复了工作 后来又听说 他上了大学 前两年 我遇见过一回 王建军的姐姐 在美术馆 我认出他来 我认出他来 他认不出我了 忘了那年回陕北 咱们一块蹲车站了 哎哟 是你啊 他又看了我一会儿 似乎还有怀疑 你的腿怎么了 王建军现在在哪儿 我问 在国外 哦 使馆里 当翻译 你这腿是怎么了 我稍微解释一下 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在当大夫 另一个 你不知道 死了 死了八年了 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 坐了一会儿 说些往事 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 我心里似乎坠坠的 有个问题 怎么死的 不对 不是这个问题 打摇石 他死的 他硬要去掏土 摇他了 是哪个 他们俩是哪个 金绣芳 哪个是金绣芳 那个挺漂亮的 对了 是这个问题 绣芳可不漂亮 他说 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 我竟然松了口气 天 就因为他长得丑 夏天死得 运不回来 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 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 那个小车站 金绣芳给我们送烧饼来 放下就赶紧跑了 还红了脸 他已经死了 埋在了黄土高原上 他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 其实根本算不上筹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四元也长大了 去年回去 省坐鞋的汽车 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 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 正碰上四元带着婆姨也来吃饭 我一眼就认出她来 有小时候的嘎样 长得像八子 又比八子睽萎 俨然一条陕北大汉 穿得也像样 腕子上闪闪的 只是皮肤晒得黑 她身边坐着一个女子 抓一把太阳伞在手上 女子边吃边怯怯地说着什么 四元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说几句干脆话 女子就笑 四元 我喊 她张望一阵 愣愣地离了坐席 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弯的 嗯 她再愣一会儿 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哎呀 随随说你要来了 真哥到来了 多会儿到 才到 她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 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筋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哎呀 不是随随说你要来 就不敢认 腿衣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哦嘛 都说你是虚说了 腿不得动 咋能来成 到真哥来了 走 庄里回 吃完饭吧 那是谁 她笑了 婆婆已 我来线上开会 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现在是村里的会计 五元去了青海 前几年招工走的 开汽车 二元三元都成了家 分出去单过 六元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咦 那城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 前年死了 她那小孙女出嫁了 当年 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 她总问我北京的事 问我电视机是什么 望着天上的星星 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城 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 黑白的 公社里就有五彩的 四元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 你写的小说我看过 看得人笑嘞 亮亮妈不识字 十字楼要揍你来 咋 把人家那好事 写在书上给众人看 哎呀 小说嘛 我小的 你就把咱山里人 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 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 写小说得用点虚构 现在谁喂牛 现在单干了 牛都分开 各家喂各家的 八子还在探窑上 还在 当了窑头 不用下窑掏探了 只在井上动动口 探窑上有了柴油机 电动机 刷呢 刷也老了 有一年捞河柴时摔断了腿 老了 再不敢捞河柴 虾老汉没了吧 再来 平八十岁了 每日在村里走走串串 身洗自己的命号 偶尔还到那高高的 土牙上去张望 那土牙上的鸽子越多了 为虾老汉知道有多少只 随随孤了三眼心十摇 有了两个儿 两个女子 碧莲养了七十只鸡 成了养鸡专业户 可是运输不便 销路不算好 山北什么时候能修铁路呢 我又记起当年和白老汉 一起拦牛时 站在山坡上 唱着信天游 互相说着心里的愿望 这山茅上 沟壑里 都要长得是杨树 柏树 够杂美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说 这为什么现在还不造林呢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 这真是件怪事 国家每年花很多钱治理黄河 为什么不下大力气 在黄土高原上造林呢 林木叶搞起来 与黄河的治理大有益处 这儿也才有修铁路的价值 人才不能光吃饱 还能有钱 我们的汽车出了点毛病 司机正休得满头冒汗 四元说他先回村去 报个信 让随随预备一下 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婆异坐在车后 渐行渐远 呼得 那婆异支开了红花洋伞 远远的十分鲜艳 这又让我想起鸣娃 想起碧莲第一回来清平湾 相亲时的样子 那稚嫩而羞涩的声音 仍在我耳边 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吗 在县里耽误了一天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县长 我们这帮写小说的家伙 观察力都极佳 一进县委大院 都先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干部 几个人窃窃而语 惊讶此地竟有这么一位 文雅又美貌的女干部 他正在和几个粗壮的农民谈话 预现出身材的柔美 说话时的动作 怎么说呢 也很帅 衣着剪裁的和身且讲究 让我们几个北京人惭愧 一问才知道 他原是上海知识青年 文革前就去了新疆农肯兵团 1972年随爱人来到陕北 他爱人的老家在这儿 来了之后 先当了几年农民 又当了几年工人 再当了两年干部 去年被选为副县长 孩子呢 几个 两个 一个跟我在这里 一个在上海跟着外婆 不想吗 他笑 笑得很潇洒 我想他 他不想我 从小跟着外婆 不愿意到陕北来 在这儿的一个 又不愿意到上海去 哪年到的新疆 六三年 石盒子 对 石盒子 总理当年不是去过 对 当时我就在 自愿去的 对 自愿 他稍犹豫一下又说 也不完全是 我的出身不好 考大学时 虽然分数名列前茅 但我的出身不行 没上成 我当时觉得 这也没啥了不起 干什么不是一样 让党看我的真心好了 现在有些遗憾 就是没有上过大学 我现在正在上 业余大学 您的上海口音并不重 南北腔调 山北话我也能说 上海话也能说 维子话也能说几句 三十几 四十几了 不像 不像吗 这回笑得 却不像个县长 像个女人 从那笑声中 能感到他 多么希望自己还年轻 多么高兴 自己还只像三十几岁 不 老了 他又说 当然 他想起自己 十八九二十几岁时来 难免会有万千感慨 不想调回上海吗 现在不想了 这儿有我的事业 也很好 女县长走后 我们几个人说 嘿 这就是一篇小说 太行山人士说 你们就知道小说 听了一点事 加上些美在壮在的文学词汇 去制造一篇小说 抽风 废话 你说怎么写 我说咱们都别写了 不如改行当小偷 你能写出他心里的一切来吗 外表的和藏在心底的 眼前的和那四十几年的 加在一起才是他这个人 你能吗 你只能偷人家点东西 与你制造一篇小说有用的 先定下个原则 要写成什么样的 强者文学吧 阳刚之美吧 乐观坚强 忠诚深刻高昂 要不你吃什么 同行的几个人 都说这小子酒喝多了 而后大家都躺下 抽着烟 默默地往那摇顶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弄不清 是不是在梦里 清平河 还是那么轻缓地留着 在村前哗哗啦啦地 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 那眼石窑 静静地坐在阳光里 窑前的小枣树 长大了些 枝叶摇曳 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 投下碎影 窑洞就更显得沉寂 窑门上了锁 墓门上隐约 变出当年的墨迹 是七尺男儿生 能舍己 坐千秋雄鬼死 不还家 金涛写的 还记得我给他 端着墨之瓶 称赞他的字 写得漂亮 墨之见了我一脸 众伟正脚踏着拍子 吹口琴 吹得霍拉舞曲 吹得浑身乱颤 那是一九七零年国庆 村里不放假 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了假 小宾蹲在摇前逗狗 那只狗叫丸主 会两腿站 会打滚 会玩很多花样 其母是黑黑 其父是花脑 父母缘都老实霸娇的 李卓从河边洗衣服回来 把衣服晾在小枣树上 每一枝头挂一件 飘飘扬扬 如同五彩旗 秋阳温暖不躁 欢快热烈的霍拉 飘过河去 现在这摇前可真冷清 摇椅做了仓库 那群吵吵嚷嚷嚷的少年 都到哪儿去了 好像根本不曾来过 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 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 买几桶罐头 吃罢就回来 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 剩我一个人在家做饭 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 所能清楚的只是一件事 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 但他们无论在这地球的什么地方 都终生忘不了这摇洞 这山川 这天空 这土地和人 八字家的磨坊已经废弃了 石墨愣在那里 驮满尘土 现在都用电磨了 嗡嗡的推磨声 在我心头震气 李卓说 一人一百圈 我先来 金涛喊 才九十八 还差两圈呢 众伟和小斌搭伴 两个人推两百圈 金涛又说 众伟真机灵 找了条大驴搭伴 那时队里的驴不够用 时常就要人推磨 这一天就全体歇弓 推一天 天黑时 磨坊里挂一盏马灯 大家都累得不说不笑了 驴一样地磨转那一百圈 盯着面粉不慌地落 摇顶上是鬼似的人影在转 我又到了饲养场 饲养棚都拆了 光剩一片空地 堆满柴草石料 我寻着残留的地基 找到我当年的领地 跟同行的几个人说 老黑牛就在这儿 红剑牛就在那儿 老生牛在这儿 花牛在最边上 我记得他们的样子 盼着我给他们拌料 高兴得前蹄上石槽 亮晶晶的眸子望着我 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 你看下我来 我也看下个你 那年我住在医院里 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篇发 穿肠骨 被干岩碎了吃 穿肠骨 就是狼粪中 没有消化的碎骨头 我写信到陕北去 白老汉蓝牛石 漫山遍野地找 找到一小把 托重尾给我烧了来 这地方狼不多 他一定费了大力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忽然说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回北京时 我在山西下车 去我们太行山看看 有人会对我说 既然对那如此情深 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 用你的北京户口 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 更难听的话 我就不重复了 拍拍良心 也真是无言以对 没话可说 说我的腿瘫了 要不然我就回去 或者要不然 我当初就不会离开 鬼都不信 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 说老实话 需要 那儿最缺的是知识 缺老师 缺大夫 缺学农的 学林的 学机械的 学配种的 学计划生育的 除了不缺 学原子弹的 于是心里黄黄的 似乎连这思念 也理不直 气不壮 虚伪 有个也是当年 插过队的人 跟我说 甭管那个 反正咱们没理 当年当了红卫兵 肯定是没理 后来去插队也没理 要不为什么插队 不算功龄呢 然后转回来 还是没理 有理就不用 偷偷摸摸 给人家送礼了 那些猫争狗 都上了大学的 以为这下子 还不得有礼 结果工农兵大学生 现在不算数 后来真正考上大学的 也没多少理 三十好几了 老婆喊孩子哭 屁股大的一间房 只好蹲到路灯底下去背书 因为功龄不够 一上大学 还把工资免了 还有些人为了转回来 为了上学 不结婚 忽然想起得结婚了 又没理了 成了大龄男女青年 你干脆放心得了 反正咱们不想有理了 话虽这么说 心里依旧黄黄的 山北的变化确实是不小 没有要饭的了 没有人吃敷吃糠了 没有人穿的补丁落补丁了 饭馆里卖的饭菜 也不光是两面膜和粉汤了 插队那时 偶尔到县城来 我们几个就先奔饭馆 愁了十几块钱 想大吃一顿 可无论如何花不了那许多钱 无非两道菜 素粉汤和肉粉汤 素粉汤就是漏粉 豆芽 豆腐 合在一起熬 加上几片肉 便为肉粉汤 现在呢 七八种炒菜写在黑板上 过油肉 宫饱肉丁 木稀肉 大拼盘 啤酒也有 我对那个大师傅说 咱们这儿也会这么炒菜了 他说 不是你们北京知识青年传来的 哗 这可是对我们的充分肯定 吃饭也确实一种文化 我还不曾想到过 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作用 历史常常有趣 先定的目的没达到 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前不久在报纸上 建了一篇报道 标题是 经济发达地区 商品人才技术 涌向大西北 说西北过去经济落后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商品经济不发展 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经济政策放宽以后 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批 小商小贩 推销员建筑队 以及有各种各样技术的人 带着时装 日用品 带着手艺 技术 潮水般的涌向大西北 这才是真正的开发 历史上真正的开发 似乎都是这样自发的 也许上山下乡运动 之所以失败 正是因为 那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吧 我这样想 从县里开车去青平湾的那天 萌萌地下着小雨 满山的麦子正要抽碎 最上头的一片片叶子 高高挑起 正如民歌中所唱 四月里麦子挑起起 麦子都密植了 不像过去那样 隔一大步种一撮 山川都变了模样 认不出了 因为还是水土流失严重 女县长陪我们一起去青平湾 他说 这地方如果连着几年遭灾 老乡们的日子 还是不好过 汽车沿着山道颠簸 山转路回 心便一阵阵景 忽然眼前一亮 那面高高的黄土牙 出现在眼前 牙畔上站满了 眺望的人群 1985年7月31日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关注 海一声音的其他节目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青平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最后到了现在 这个男人只记得 那个女人对他说过一回 我就住在太平桥 他慢慢地把这句话 又默念了一遍 这时候空中有了光亮 仿佛天在升上去 地在沉下去 四周的一切 看得清楚了 不过当初忘了问他 太平桥在哪儿 想到这儿 他爬起来 披上衣服 东翻西找 从床底下 撑出一本地图 弹去上面的尘土 横的 竖的 斜的 弧形的街道 密密麻麻 像对着太阳 看一片叶子时 看到的那些精致的网脉 不同型号的签字 疏密无序 又像天上众多的星座 找不到太平桥 夜里做了好多梦 夜也如此 一个梦醒了 又是一个梦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没完没了 都是很精彩 很有意思的梦 可是记不住 自己做的 自己又记不住 天一亮就全忘了 光记得都很有意思 都很精彩 有两个孩子 在窗根下说话 一个总说 哟 真叫多哟 另一个老说 真长 哎呀 真长 这声音随着安静的 湿漉漉的黎明 一同流进屋里 又干净又响亮 嚼起回声 流得到处都是 他又拿起地图 小心翼翼地翻了一遍 还是没有太平桥 这么个地方 有那么半支烟的功夫 这个男人认真的怀疑 那个女人是否也是一个梦 为了这个愚蠢的怀疑 他叼着另外半支烟 开始穿衣服 顺便在身上掐了一把 被掐的地方确实很疼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 是在很久以前了 在一个朋友家 这朋友叫天琪 天琪的妻子叫黎坤 小坤刚好是那女人的朋友 只一间小屋 似乎说只有这一个世界 夫妻俩各站一角 和自己的朋友倾心交谈 一边是阿波罗登月 以及到底有没有飞碟 一边是要孩子 还是不要孩子 吉里咕噜嗡嗡应应 中间隔了三米 飘忽不定的浩瀚宇宙 谈话声在那儿交织起来 使空气和烟雾轻轻振动 使人形失去立体感 在两边的话题碰巧都暂停的时候 发现这屋里 还有一座落地式自明钟 坦荡而镇静地 记录着一段过程 这时 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一眼 既熟悉又陌生 吉里咕噜嗡嗡应应 空气和烟雾又动荡起来 淹没了终生 既然我们可以到月亮上去 更高级的智能 为什么不会到我们这儿来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问题是他们来干嘛 女人们还说孩子 要是让一个生命来了 你就得对这生命负责 你也是一个生命 你也来了 谁对你负责 那是在他们的朋友 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 第二次见面 竟是在差不多十四年以后 在法院的大门口 她的朋友和她的朋友 在大门里的某个地方 办离婚手续 太阳又升起来 照着门旁的卫兵 和灰色高墙上的爬山虎 爬山虎的叶子正在变红 不久以后将变成黑褐色 然后在这一年里消失 她比她来得晚 是您 您还记得我吗 男人问 女人把她看了好一会儿 哦哟 有十好几年了吧 笑一笑 伸出手来 可不是吗 十四年了 男人说 他们在里头吧 进去好一阵子了 情绪怎么样他们俩 好像没什么特别 看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啊 您指什么 他们俩 怎么会闹到这一步 怎么您不知道啊 您是他们家的常客呀 女人说 哦 我这几年去得少了 总有事 也说不清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最近又写什么呢 我看过您的小说 是吗 男人笑笑 退不到墙边的阴影里 太阳一直晃得 他睁不开眼 我也正在想 我写的都是什么 女人也走到阴影里 两个人在法院 对面的大墙下 并排站着 爬山虎在风中 轻轻抖动 整座墙都在动 每年的这个季节 都有挺长一段好天气 鸟儿飞得又高又舒缓 老人和孩子的说话声 又轻又真切 前些年 他们倒总是吵 男人说 吵起来凶的 一个要把一个吃了 恨不能吞了 是吗 可真想象不出来 我也说不准谁更凶 半斤对八两 嗯 我想是 我想准时旗鼓相当 这几年好像不了 好像不这么吵了 是不是 这两年 他们可简直是 相敬如鞭 是吗 这么严重 男人说 这我不知道 女人很快地 仰起头 看了男人一眼 头一回 看得这么认真 这么不平静 要是这样 就没什么可奇怪了 这就快完了 已经完了 女人说 没办法了 大门里 也许是在白色的走廊上 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有一只钟 不动声色地走个不停 大墙下的阴影 渐渐窄了 您得等他们出来吗 男人问 得等啊 小坤 得有人陪他一段时候 您不吗 不 我只是来看看 没什么事 也没什么办法就行了 天奇最不愿意 在他倒霉的时候 有人特意来陪他 男子汉是吗 女人说 语气不大客气 他惊讶地扭转脸看他 不 我没这么说 目光磕磕绊绊地下移 停在他胸前的扣子上 不过是个人有个人的方式 可能有的人 更习惯一个人听听音乐 喝喝酒 真多 有 真多有 真长 是吗 真长 原来是一对双胞胎兄妹 蹲在窗根下属蚂蚁 两个孩子和一目一群 千禧地壮观场面 千万只蚂蚁 一只挨一只 横着扑开 纵着扑开 一只浩荡的队伍 弯弯曲曲 绵绵严严不见头 每只都抱了一份口粮 或一只白色的遗卵 匆忙赶路 孩子问一个过路人 他们在干嘛呀 大概是搬家 干嘛搬家呀 也许吃去旅游 上哪儿去呢 无所谓 说不定就是出去逛逛 逛逛呀 两个孩子 正正经经地想了一会儿 想蚂蚁出去逛逛的事 也想起自己 出去逛过的事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几乎是同时 来到这世上 之后在某一个早晨 父母打发他们 到院子里去玩 在那个令人惊讶的窗根下 世界变得更真实 更具体了 更美妙 也更神秘 孩子的父亲 又一回说起这两个孩子 本来没想这么早要他们 这句话其实不能成立 如果晚要的话 就不再是他们了 是另外的两个 或者是一个 也没准是三个 年轻的父亲说 其实是一次失误 失误 以为是那种药 结果不是 是只感冒的 这一失误不要紧 看起来是上帝的事 结果呢 就有两个灵魂 在那认认真真的 数蚂蚁了 不过数来数去 还是二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 今儿你们俩没去幼儿园 今天是礼拜日 给我说个歌谣 听见没有 说歌谣 孩子不说 又强调了一遍 礼拜日 语气神态都极虔诚 生怕这不是礼拜日 阴萌萌的天 湿润的空气中 有霉烟味 萌动着淡淡的绿色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蜻蜓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男人又把地图翻过了两遍 毫无结果 他站在屋子中央 反复回忆着女人 在说那句话时的表情 唯一可以确定的 是他绝没有记错 是太平桥 背后的玻璃窗越来越亮 地上有了他模糊的影子 四壁间回旋着一连串空患的琵琶声 是他把手指关节搬得响 淡淡的绿色之中 有斑斑快快 忧郁的鹅黄 当他离开家的时候 莲翘花正在开放 那时节细雨飞飞 行人寥寥 什么时候杨树 背下了新鲜的枝条 现在弯曲着苗在天上 挂一串串羊花 飘飘摇摇 如雨中的铃铛 单薄的莲翘花 想必有一点苦味 在冬天里 在以往的日子里 譬如寂寞的黄昏 譬如夜里北风刮的门窗 突突作响 那时你干什么呢 他们却已经准备好了 有一天和你相见 在礼拜日的早晨 在路上 两个人第三次见面 是偶然碰上的 在夜行的火车里 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回来 回相同的地方去 火车在夜里经过许多大战小战 一些人下去 又一些人上来 夜很长 路也很长 人都稀里糊涂地睡觉 用大衣把自己蒙起来 也是因为冷 也是因为人睡着了样子 都挺俗气 像傻瓜 像可怜虫 等到车厢里的灯光 刷得灭了 窗外现出远山 和田野上的雾 人们推开大衣 照白天的感觉 尽快使自己懂得 这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年代 两个人醒了的时候 互相发现了对方 原来一直面对面坐着 原来夜里还都听见过 对方的梦意 怎么会是您 几乎同时说 又几乎同时问 到哪儿去 回家 都是回家 大概就是在这时候 女人说起过 她就住在太平桥 说得漫不经心 眼神恍惚 还像在梦里 随后两个人 又说起他们的朋友 这一宿睡得好吗 男人问 那天您刚走 女人说 忽然色缩着 望了往窗外 那儿一团淡紫色的阳光 正在雾气中阴开 男人不由地 也朝女人望的地方 望过去 那天您刚离开 他们俩就出来了 女人说 回过头来 哦 我睡得挺好 做了一小梦 她见男人 望得那么专注 倒不知外头 究竟有什么了 没什么 野外的早晨 快给望光了 她也回过头来 望着它 仍同望着那片雾 那天我是怕 我碰上那种场面 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您聪明 我怕那种时候 有别人在场 是不是好 您干嘛也不提醒我一下 女人说 到底好不好 我吃不准 谁也不知道 谁是怎么回事 照我想 天琪顶多一个人 听听音乐 喝几天闷酒 可她失踪了 失踪了 你说什么 天琪失踪了 你还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事 那天之后 我见过她一回 后来就不知道 她去哪了 怎么会呢 女人说 别人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又好久了 就好像忽然间没了 车厢里还很安静 有叽叽喳喳的低语声 和火车的行驶声 混合在一起 某一处行李架上 吊着一只玩具帆船 和窗外的雾气 一个颜色 一样朦胧 小坤说 其实他们俩有一年多 谁也不跟谁说话了 他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 男人问 是天琪先有什么话 都不跟他说的 他怎么知道为什么 是吗 他这么说 男人无可奈何地笑笑 他怎么说 天琪这家伙是怎么说的 这么问 咱俩也快打起来了 男人笑笑 这一回笑得挺宽厚 又说 咱们俩要是吵起来 最后也是弄不清 是谁先吵的 女人笑起来 突然停住 又突然大声笑起来 终于醒了 又漂亮 又有生气 在他背后不远的地方 那只玩具帆船 有节奏的档 像一只钟摆 然后他觉得自己太放纵了 小坤告诉我 他说 天快黑的时候 屋里还没有点灯 他常趁天琪不注意 半天半天地偷看着他 不是在看 是在读 读不懂他 天琪也一样 真想把他读懂 可他读了这么多年 还是没读懂啊 天琪也是一样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看着田野村庄和太阳 都在亮起来 刚才您说什么 做了一宿梦 您 嗨 我要么整宿整宿地失眠 要么睡着了 就整宿整宿做梦 男人眼睛一亮 怎么您也这样 仿佛他一直期待的 就是这个 却又不期而至 你也是吗 哇 简直了 是吗 女人含笑甩一下头发 我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不 是之一 最遗憾的事之一 就是所有我做的那些 千载难逢的好梦 全都记不住 他想了一下 看见女人的目光 一直没有离开他 吹个牛吧 要能记住 哪怕十分之一 我的小说 就会写得比现在 强一百倍 女人笑得又清新 又着迷 我的梦 倒是全都能记住 您先听我说 可我一点也不懂 我怎么会做那样的梦 稀奇古怪 简直不着边际 说一个行吗 嗯 譬如 我梦见自己长了条尾巴 上面全是鱼鳞 还有呢 我浑身湿淋淋的 冷得发抖 到处不见一个人 嗯 然后呢 气不清了 好像是 哎 不行 实在是忘了 男人把一支烟捏来捏去 想着这个梦 把烟放在鼻子下闻 把烟捏软了 从中抽出烟稿 这期间 女人做着自己的事 但注意力都在她那儿 这样不行 男人说 女人立刻停下手里的事 光说这一点不行吗 她把那支烟点着 透过烟雾看了她一会儿 有一种试梦的方法 您知道吗 女人坐在太阳里 还有她背后那支帆船 也被太阳染成金黄 安安静静 飘飘荡荡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关注 海一声音的其他节目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 海一 有个养鸟的老人 坐在一块大树根上 树早不知道被运到哪儿去了 说不定已经被做成了什么 鸟笼子挂在离地 一箭之遥的几棵小树上 这样她觉得 跟她那些鸟离得更近了 每一只的叫声都意味着什么 就更清楚了 女人对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说 那么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呢 她把有字 说得又长又重 女儿背对母亲 站在阳台上 不停地踢脚下的水泥栏杆 我想 母亲又说 总还有些事是有意思的 总会有些事你觉得有意思吧 女儿仍不回答 低头瞧瞧自己的鞋尖 不踢了 譬如你喜欢什么 爱好什么 再譬如说 你想没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呢 女儿做了个不耐烦的表示 又开始踢栏杆 哪能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呢 你刚这么小 你才十四岁 女儿转身走进屋里去 经过厨房时 把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然后是碰的一声门响 夜晚漫长地失去节奏 楼下 松墙围起来的空地上 孤零零地坐着一个雪人 屋子里静悄悄的 自来水管部时轰隆隆响一阵 听不见女儿在干嘛 女儿仿佛不在家 女人站在阳台上 站到月亮升高了 她使劲裹裹裹身上的衣服 雪人正在消融 过厅里的水仙花 悄悄开放 六片白色的小花瓣 不引人注目 她推开女儿的房门 一束橘黄色的灯光里 女儿懒洋洋地 倒在床上看小说 四周都暗 桌上摊开一大堆作业 你怎么才回来 女儿问她 没有抬头 一瞬间 她也觉得自己 刚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 风尘仆仆 她定了定神 我记得从你一懂事 我就跟你说 而且一直是这么说 我们首先是朋友 其次才是母女 女儿放下了小说 坐起来 开始踢桌子腿 很抱歉地 对母亲打了个哈欠 低下头 不停地踢着桌子腿 无论你想什么 母亲说 你都可以跟我说 不管是什么 你都可以说 母亲说 怎么想都没关系 我们首先是朋友 以前你不是有什么都跟我说吗 我没想什么 我就是觉得没意思 什么 什么没意思 什么都没意思 像我这样呢 像妈妈这样 每天都能治好很多人的病 救活很多的人呢 有意思吗 女儿摇摇头 也没意思 不是 我是说我也不知道 女儿又是那么抱歉地 看着母亲 这时候 只要母亲多露一点 伤心的样子 女儿就会改口 但那就更不是真的 水仙花的幽香 一阵阵流进屋里 若有若无 男人说 您总算还记住了 您长过一条尾巴 可我所有的梦都记不住 您别笑 他又说 为了回忆起那些梦 您不知道我白白浪费了多少个白天 想起来多少 他问 兴趣很浓的样子 总在快要想起来的时候 呼一下又全没了 既然您说的那种试梦的方法 可以把忘记的事引导出来 您干嘛自己不试试 自己跟自己 那怎么不行 行吗 女人的目光里 抱着相反的期望 就是说 自己想跟自己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吗 好主意 自己跟自己胡说八道一通 同时自己听自己胡说八道一通 然后一本正经的去吃和拉撒睡 井井有条 您这主意好 这一下子就太平无事了 您信不信 要能这样 世界上就保险什么问题都没了 他每说一句 他就笑得更厉害一点 也许您行 男人又说 哦 这么坐着可真冷 天空光秃秃地展开在树梢上 树枝细密如烟 鸟儿寥寥落落地叫 天气还没回来 无影无踪 不知在什么地方 或许有一个年轻的侨夫 远远的 有清脆的劈列声传来 细听又像没有 其实这方法本身倒是挺不错 不必非是什么梦不可 女人说 然后突然被自己的想法震动了 变得生气勃勃 要真能那样可真不错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什么都行 自己跟自己 当然不是 互相 人和人互相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什么呢 就按您说的那个是梦的方法 百分之百 怎么想怎么说 女人惊愕地看着男人 仿佛想了一下遥远的往事 啊 您说是不是 是不是挺棒的 嗯 是挺不错 倒是挺不错的 男人故作镇静 他讨厌故作镇静 在这个意义上 他羡慕女人 真太棒了 女人说 嘿 其实我觉得那真太棒了 不过你也许没明白 我说的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 男人站起来使劲跺脚 哎呦 咱们溜溜吧 脚都冻麻了 方砖小路 干冷 空净 老麻雀色缩着 时起时落 熬着冬天 轻轻的劈裂声 很远 我当然明白 真的 我确实觉得那太够意思了 我明白你说的百分之百 连自己挺糟糕的念头也能说 就是就是 连那些丑恶的想法也可以说 连那些有失尊严的事 男人说 甚至一闪念的罪恶心理 可惜我一会儿还有事 他捏着手表算了一下 又抬起来 哗 那可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百分之百的 甚至胡说八道都行 对对对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都行 只要想 其实人需要有这样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机会 太需要了 真是 是 老那么戒备森严的 老那么仪表端壮的受不了 就是太受不了了 等于自找苦吃 而且 其实没必要 而且对了 根本没必要 况且活得就够不容易的了 还得提心吊胆 小心谨慎 真要是那样 还不如 不行 我的时间快到了 我是说 要是那样 还不如谁也不认识谁 对了 那样倒还好受 说不定 要不就什么都可以说 不必在乎 什么都行 完全随便 再说 谁也不用担心 说得合不合适 再说人和人 太需要这样了 太需要了 其实非常需要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 这样挺棒的 是挺棒的 其实是挺棒的 甚至包括心里一些阴暗的东西 都可以说 都可以呀 连一些绝对算不上高尚的想法 都可以 全都可以 连一些他妈的 我今天脏话真多 这挺好 真的 骂得又真诚又坦率 是吗 当然 人有的时候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毫无顾忌 谁也别怕看不起谁 因为谁也不会看不起谁 嗯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正要这么说呢 一套一套的礼貌 让人发晕 没错没错 晕过去 而且不是心里的 简直是生理的 生理的 直接恶心你的肠胃 哎 我真得走了 下午还得上班 还有一个手术得做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黑色的树干成群的茉莉 突然高举着密扎扎的枝条 老麻雀出没其间 还有洞硬的土路 在林间蜿蜒 挂一层往日的苔藓 果真有一位侨夫的话 必是一位年轻的侨夫 清脆的霹裂声响 在苍白的天空里 天旗会上哪儿去呢 他问 不知道 没再问问别人 没人知道 男人说 谁也不知道 就像写小说 像写小说 上帝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了 成千上万的人在那找 找什么 问得真妙 问题就是 不知道上帝把什么给藏起来了 谁也不知道 或者是一位好手 果真有一位好手的话 肯定是位年幼的好手 手艺极不惊到 躲在哪一片灌木丛里 不知疲倦地吹着 把清脆的霹裂声 吹给空旷的冬天 在冬天的末尾 鹿成群结队北上 千里迢迢日夜兼程 在北极圈附近 他们要射过冰河 赶往下棋地 太阳的角度变了一下 他们感觉到了 冰河已经解冻 巨大的透明的冰块 在蓝色的激流中 漂浮旋转 翻滚 撞击 野性的呼喊 震撼着洞土 沿着慌忙的地平线 一直推广到远方的 黑色的真夜林 在那儿激起回声 鹿群惊呆了 继而思鸣 听不见 全是浪声 浮冰的碰撞声 和爆裂声 十四岁的女孩子 心砰砰跳 为那些可爱的鹿担心 不能等冰化完了吗 他心里说 不能等了 鹿群镇定下来 一头接一头 跳入冰河 在河那边 有整整一个夏天的好梦 他们游泳的姿态 贱美而善良 又心骄又认命 巨浪和浮冰 不怜悯任何一点点疏忽 连偶然的意外 也不饶过 过道的门响 妈妈回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在这条河上 都有些美丽的尸体 飘散在白冰碧浪之间 有些已经年老 有些正年轻 有些尚在童年 美丽的和尚 自古以来就渴望这些 美丽的灵魂 妈妈回来了 再说也不想再看 她关上电视机 今天是礼拜日 想看就看吧 妈妈在厨房里说 女孩子已经走到街上 她在街上 整整逛了一个下午 吃了十二根冰棍 踢遍了路边 所有的油桶 替一个老太太 买上了电影票 老太太挤不到人堆里去 够不着售票窗口 买了一份报纸看 看完忘记丢在哪了 然后在马路崖子上走 至少走了 有两站地才掉下来 最后来到一片控场上 看别人训鸟 那鸟叫辣嘴雀 飞起来 可以一连叼住主人 抛上半空的三颗骨头球 她跟在人家屁股后头 问人家 那鸟要多少钱才卖 人家顾不上理她 因为她年纪太小 训鸟的人走了 围观的人群也都散了 她还在控场上坐着 不想回家 这时候 那个老人向她走来 老人把鸟笼子 挂在远处的几棵小树上 走来找她那块大树根 看见这小姑娘 正坐在上面 细雨无声 且无边际 男人一路走一路打听 问了多少人 都说不知道太平桥在哪 太平桥 不知道 把她上下打量一番 摇摇头走开 灰色的天底下 几条灰色的小街 她站在街口 还没拿定主意怎么走 已经听见路面上 响起一个人孤独的脚步声 才知道是自己的 细雨无声 无边无际 河水流过城市的时候 变得污浊 解冻的一刻 尤为丑陋 但春天的太阳 在哪儿都是一样 暖和而又飘渺 你那些梦怎么样 想起点来没有 没有 一点也想不起来 记性坏透了 我甚至有这样的时候 到很远的地方 去找一个人 东打听西打听 等到了地方 却一点想不起 为什么要来了 只好又回去 女人吃惊地看着她 然后又看着那条河 写起小说来也这样 兴致勃勃的血 兴致勃勃勃勃勃勃勃 忽然间 假如意识真像一条河流的话 这时候准时遇到一片沙漠 全被吸干了 既想不起 为什么兴致勃勃 也想不起 为什么不兴致勃勃 想一个下午 也想不起 可还写 女人说 带着同情 可还写 男人说得茫然 像是上了贼船 正在消融的冰雪 像一团团沉年的棉絮 在河上缓缓浮游 清新而凛冽的空气中 或者是太阳里 一缕风琴声 重复着一首儿童的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 男人正要说什么 被女人打断了 唉 都这样 女人说 什么都这样 她问 都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还干 好像是 为了晚上 她一步一步推想着说 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你得能觉得 觉得自己 还是干了点什么事的 就是这么回事 干了点什么呢 男人点上一支烟 风琴无比宁静 这附近 应当有一所小学校 应当有一个 书辫子的年轻女教师 在练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男人要说什么 又被女人打断了 那天我们抢救了一个病人 女人说 在抢救之前 我们就知道 即使就活了 她也肯定是个白痴了 甚至又傻又贪 活了 活了 怎么样 跟我们抢救之前 知道的一样 混蛋你们 可在医学上 这是个出色的抢救 说不定正有人 把她写成论文了吧 她说 这样将来的抢救 才可能更好 不傻也不贪 男人抽着烟 不说话 女人说 你不能不说 这是个 站得住的理由 她又说 只要你不再 往下想 只要你不再想 那个被救活了的人 只要你不想 一个人 即便不贪 不傻又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 还对我们 上次说的事 感兴趣 男人终于说 说得很快 很突然 什么 哦 当然 我想你没准 已经觉得没劲了吧 没有 可是看样子 你兴趣不大似的 没有没有 我还怕你觉得 没劲了呢 你还觉得 那样很棒吗 没有 哦 不不 很棒 还觉得很棒 我是说 我没有兴趣不大似的 你好像在想别的 哦 我在听着琴呢 她说 声音很轻 伸起一个指头指一下 阳光里的琴声 仿佛都集中到 她这个指头上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商 演播 海一 无缘无故地相信 那是一个书辫子的年轻女教师 在练琴 礼拜日 孩子们都回家了 她独自走进教室 在这之前 她梳洗过了 现在坐在琴前 暗动琴剑 阳光满室 一排排小桌椅 如同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其实不对 我知道了 她霍地转过身来看着她 不是得能够觉得自己 还是干了点什么 不是得能够觉得自己 还是干了点什么的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 啊 说呀 她又想了一下 是能够觉得 自己是还干了点什么的人 差一个字 懂吗 半晌 男人张着嘴 让烟自己一点点冒出来 两个人在一块 看着那烟 一点点冒出来 飘散 然后男人说 懂 只差一个字 可意思差得多了 是吧 女人说 像是解开了一道题那样 有点轻松 这样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男人说 这样早晨起来一出门 你就能截出一层硬壳 把你罩住 防着有人看不起你 男人接着说 如果你觉得有人看不起你 如果有人看不起你 你就想一下 我还是干了点什么的人 对对 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再有人看不起你 你就再想一下 他还不知道我是作家呢 或者是他们别的什么呢 就是就是 就是这么回事 你就瞧机会让 你就瞧机会 让他知道知道 女人连连点头 笑着 可是人家先让你知道了 人家是干了两点什么的人 女人笑得厉害 得 你就下决心 跟傻瓜似的 没日没夜地干吧 干两点 干一百点 让谁也别瞧不起咱们 最后连自己 是什么全忘了 不不 没忘 是干了一百点什么的人 一百点什么呀 对了 就是这个 老闹不清楚 哎 硬壳 挥甲 我是用假面具 这个词 嗯 这词好 假面具 这词好 因为你还得能随时换一套 嗯 有时你得装得像是满腹经纶 不动声色 有时候又得装得豁达大度 虚怀弱骨 或者是信心百倍 毫不含糊 或者是稳重 我得深沉点 显得有分量 还有乐观 虽然一会儿你没准想自杀 还有幽默 不过幽默是没法装的 一装就像傻瓜 还有坚强 还有和蔼 假面具 这词真用得棒 装得浑身酸疼 往被窝里一钻 盼着天别亮 你还得装得 就像根本没装 装得像是根本不会装 装得像是最讨厌装的人 那 咱们俩呢 咱们俩要是不装 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真对呀 琴声 一阵快板之后 又是慢板 缓缓如半流云 河里 云在走 水也在走 有几个孩子 来到教室外面的窗根下 心想这是什么歌呢 他们一个驼一个 轮流扒着窗户 往教室里看 女教师闭上眼睛弹 沉醉在自己的琴声里 孩子们想 明天就要学这首歌了 明天 好多年以前 小坤就说 得找一个把所有假面具 全都摘下来的地方 那时天奇 也是这么说 全摘下来 休息休息 得有一个能彻底 休息休息的地方 那时他说 那时天奇 也是这么想的 在那儿 你怎么想的 就怎么说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用不着防备 用不着维护尊严 主要是用不着维护 维护可太累了 因为在那儿 压根儿没有丢人 这么个概念 哗 那可太棒了 不过可不是 在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 当然不是 嫦娥其实是被 罚到广汉宫去的 可是据说 他人即是自己的地狱 可你别忘了 在哪碰到地狱 在哪才有可能 找回天堂 广汉 哎 这个名字 阿波罗带去了人的标志 尖子筑成的一个标志 上面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 那时小坤说 连男女之间那种赤裸的相见 都是为了这个 为了彻底的自由 彻底的理解 至少你觉得男女之间那种事很美 主要是因为这个 女教师弹琴 一直弹到月亮升起来 几个孩子趴在月光里 听得入迷 树影轻摇 弄不清这琴声来自哪里 女人说 哦 我又记起一点我的梦来 男人在夜色里看着他 我走出森林 他说 走下山 走下山 然后走出森林 第二天 孩子们坐在教室里 学那支歌 女教师弹着琴唱一句 孩子们跟着琴唱一句 唱的是五月 到河边去 看紫罗兰开放 来吧 亲爱的五月 给树林穿上绿衣 让我们在小河旁 看紫罗兰开放 我们是多么愿意 重建到紫罗兰 十四岁的女孩 和那个养鸟的老人认识了 一老一少 坐在那块大树根上 弹得挺投机 他问老人 他的鸟叫什么名字 老人说是画梅 你有蜡嘴雀吗 没有 你有 我也没有 我看见有一个人有 蜡嘴雀飞起来 那个人就把三个骨头球 扔上天去 蜡嘴雀就这么在半空里 哒哒哒 把三个骨头球全叼住 飞回来吐在那人手上 您干嘛不养蜡嘴雀呀 我喜欢画梅 老人说 觉得这孩子眼熟 我问那个人 那只蜡嘴雀要多少钱才卖 那个人没听见 人家不会卖 再说我也买不起呀 我就是问问 蜡嘴雀 可真不错 再说我也没钱 你要是想买本正经的书什么的 你妈大概多少钱都给你 哎 您怎么知道的 女孩子惊奇地看着老人 老人笑笑 觉得她这神气可真熟悉 我妈是个老朽 她开始用脚后根磕那根树 我呢 老人说 我看您还行 我妈是个老朽 连我给同学写封信都不行 给男同学写 还是给女同学写 男同学 怎么了 我们光是谈学习上的事 您不信 我干嘛不信呢 我信 礼拜日 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 不知道女儿上哪儿去了 她打扫了一下女儿的房间 又找到女儿的书包 看了看女儿的功课 夏天来临了 一只小蜘蛛 在纱窗上飞快地爬 她弹了下纱窗 小蜘蛛立刻拉起一条长丝滑下去 不见了 然后飞来一只蝴蝶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蝴蝶 在山里 在山脚下开满野花的坡地上 在沼泽 在河的源头 在遥远的 不为人知的地方 也有蝴蝶 也有小蜘蛛 两头幼狼蹲在草丛里 热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有一种使命感 男人还在四处打听太平桥 差不多从东城走到了西城 从早晨走到了中午 这没什么 依我看 这没什么 老人对女孩子说 她从那块树根上跳下来 一会儿又坐上去 我十岁时就喜欢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老人说 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们可光是谈学习上的事 女孩子说 把一块石片扔进房子 双腿插 单腿跳 把石片踢进所有的房间 不能压线 对不对 我可不光是玩 您爱看小说吗 年轻的时候爱 作家可真了不起 一会儿让你整天都高兴 一会儿让你整天都 哎 说不出来的那么一股滋味 我们那时候都十岁 我和那个小姑娘 倒不是因为跳房子 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什么歌 您唱一个 我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 老人咳嗽一下 想了想 当我幼年的时候 母亲教我唱歌 在她慈爱的眼里 隐约闪着泪光 老人唱得很轻 嗓子稍稍沙哑 下面呢 老人想了一会儿说 你得让我好好想想 好些年不唱了 老人又想了一会儿说 这么着吧 回头我好好想想 想起来告诉你 这歌挺好听 他说 得你们这样的唱才好听呢 老人看着他 终于明白他像谁了 那大概是在 过一个什么节的晚会上 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 他这么一唱 那些小男孩都不嚷嚷 也不闹了 女孩子得意地 黑黑笑 看着老人 在那以前 我几乎没注意过他 他是不久前 才从外地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岁 晚会完了 大伙都往家走 满天星星满地月光 小女孩们把他拥在中间 轻声蜜语地 一团走在前头 小男孩们 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 把脚步声剁出点来 然后笑一阵 然后再剁出点来 点一乱 就又笑一阵 女孩子又从那块 大树根上跳下来 站在老人对面 目光跟着老人的手势动 想象着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他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 有个叫虎子的说 他是从南方转来的 小不点说 哟哟哟 你又知道 有个叫小不点的 虎子说废话 是不是 小不点说 废话 南方地大了 小男孩们 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 小女孩都穿着裙子 文文静静地走在前头 那时候的路灯 没现在的亮 那时候的街道 可比现在的安静 快走到河边了 有个叫和尚的说 他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 虎子说五号 小不点说 哟哟哟 你又知道了 虎子说 那你说几号 小不点说 反正不是五号 再说 也不是桥东 和尚说 是桥东 不信打什么赌的 小不点说 打什么赌你说 他让和尚说 和尚说 打赌你准输 他家就在桥东一拐弯的 那个油烟店旁边 小不点又说 哟哟哟 五号啊 和尚说 五号是虎子说的 是不是虎子 他问虎子 虎子说 反正是在桥东 小女孩有几次 回过头来看看 以为我们这边 又要打架了呢 女孩子笑着 打架了吗 你们 没有 老人说 没有 老人说 他在想 那只歌再往下唱 是怎么唱的呢 他在心里 把前面的又唱了一遍 可再往下 还是记不起来 我喜欢虎子 女孩说 是吗 我不喜欢小不点 老人看着他 觉得他们长得太像了 说不定世界 是在反反复复 做着同一件事 不过 女孩子想了想 没准我也能喜欢小不点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问老人 他们家是住在桥东吗 是 是桥东一拐弯的 油盐店旁边吗 是 哎哟 时候可不早了 15号吗 记不清了 我得回去了 家里还有几只鸟呢 太阳还没落尽 月亮已经出来了 明天您还来吗 我没别的地方去 我是个老朽了 不过我看您还行 男人和女人 频繁相见的时候 远方的鹿群 早已来到下棋地 他们贪婪地 吃着青草和嫩汁 一心一意 准备着强壮的体魄 夜里也在咀嚼 与此同时 可爱的幼狼 也在盼望着长大 不断嗅着暖风里 飘来的诱人的气息 对一个人来说 这个星球还是太大了 在这个椭圆的球面上 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数不尽的 似乎是绝不相同的事情 虽然对宇宙来说 这个星球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季节 城市时而在烈日里喧嚣 时而在暴雨里淹没 暴雨倾泻的时候 两个人站在城郊的山岗上 站在两顶雨伞下 周围只有雨 没有别的 只有雨声 只有被雨激起的泥土味 草木味 没有别的 只有两个人站在雨里 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那样可能吗 你觉得两个人话不说 这可能吗 我觉得那样确实挺好的 我没说不好 可你觉得这可能吗 你觉得不可能 大点事 你说什么 雨声很大 我说 你觉得不可能吗 我不知道 不过我想照理说 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怎么了 雨声很大 雷声也很响 照理说 我想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 是呀 照理说 不对吗 我不是说不对 对 实际上呢 我说的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能吗 你觉得 我觉得我能 我不知道你 紧密的雨点 打在伞上 像是敲鼓 很响 我说我觉得我能 我不知道你 不知道你觉得能不能 我没问题 我一直希望人和人这样 我也是 雷声 雨声 山下的水声 大极了 就是 到哪说去不行啊 何必非 人这一生中 绝大多数的时候 倒像个囚犯 什么 我说人活一辈子 倒像是个囚犯的时候多 不能乱说乱动 就是 我说你说的对 我常常觉得 我自己就像个囚犯 这个世界处处得小心 所有的人 差不多都像囚犯 又都像看守 说的太对了 不过看守更是囚犯 看守更得随时小心着 更没有自由 哦 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是不是 是 所以好多年前 小坤说 人干嘛非要爱情不可 就是为了找一块自由之地 那时候天奇也这么说 在那 谁也不是囚犯 谁也不是看守 彻底自由 互相又都彻底理解 不对不对 是因为互相彻底理解 才彻底自由 是是 天奇也是这个意思 唉 为什么不能那样呢 为什么不能 龟孙王八蛋的 我说能 唉 我能不能也骂一句人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也想像你那样 痛痛快快地骂一句 什么你说 哎呀 雨又紧起来 雨大一阵小一阵 两个人等这一阵过去 说吧 你刚才要说什么 没什么 不对 你想说就应该说 我说 我也想骂一句人 行吗 当然可以 有时候真想也像你们男人那样 使劲骂一句 骂吧 我听着 这太棒了 冲着全世界骂 女人笑着 骂呀 可骂了 非常非常难听 非常非常响亮的 我吸耳恭听 真的 真的骂呀 暴风雨里 响彻了女人的笑声 这就行了 这已经就行了 笑声又纯正又疯狂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这时候 女儿坐在教室里 教师的课讲完了 离下课时间还有几分钟 老师出一道智力题 给全班的学生 世界上有几种人 要求十秒钟回答 学生们抢着回答 有说三种的 黄白黑 有说五种的 白黄棕红黑 老师笑笑 两种 同学们 两种 男人和女人 下课 女小了 渐渐看清了城市 不久雨停了 你的女儿 还是那样 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还是那样 哎 还是那样 两个人 穿过大街小巷 一路上 有人跟她打招呼 也有人 跟她打招呼 一会儿是她 不得不停下来 跟人应酬几句 男人在一旁等着 一会儿又轮到她 必须跟几个人 点头微笑 女人站得远远的 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在一处安静一点的 冷饮店里坐下 人都有一种 重返尘世的感觉 屋子里很凉快 有隐隐约约的钢琴声 旋律很简单 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太阳 是河水一样翻涌的人流 无数鲜艳夺目的阳伞 在上面漂浮 像碰碰车那样 碰来碰去 似乎没有目标 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女人问 没有 男人说 这是礼拜日 饮料的泡沫 响起一片沙沙声 在有地毯的屋子里 人们的谈话声 都显得温文尔雅 动作都小心翼翼 表情都不过分 只有一个小孩 出声地作着一块雪糕 吃得最新 掩饰不住自己的愉快 母亲在告诫她 她不断扭转身子 盯着所有桌上的 所有的好吃的东西 奇怪别人为什么 都不喜欢吃 一边把自己的雪糕 吃得满身满脸都是 母亲强压着怒火 在轻声告诫她 我想 我们说过的那些话 你最好别对别人说 女人对男人说 当然 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不是最好 是绝对 绝对别对别人说 放心 我懂 男人说 你懂什么 这时服务员 把点心端上来 两个人看着服务员 把点心一叠一叠 放在桌子上 又沉默了一会儿 估摸服务员已经走远 你懂什么 别人也许不会理解 我们说的那些话 恐怕很少有人能理解 不理解 就会把这个想得很坏 其实是很高级的事 要是能理解的话 不过你别跟别人说 这我知道你放心 对谁也别说 当然 我还能对谁说呀 就连你认为 最能够理解这事的人 也别说 你放心好了 没问题 我跟你说那些话 是因为我对你 特别信任 那你就信任我吧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假设我要对谁说 我也会事先征得 你的同意的 不 对谁也别说 我说是假如 假如我要对谁说 我也会 别假设 连假设也别假设 就是对谁也别说 就够了 那好吧 那个小孩的雪糕吃完了 磨着母亲再去买一块 母亲低声斥责她 看下回还带你来吗 下回哪儿也不带你来了 小孩只想再吃一块雪糕 完全顾不上下一回的事 母亲又去买了一块回来 小孩继续吃得津津有味 下回还带我来 不带 带 你这么不听话 带 好好好 那你听话 小孩赶忙做得端正些 像大人那样 尝出一口气 由衷地看着母亲 不再把雪糕 做得那么响 也许真的是不可能 我绝不对任何人 说就是了 也许只有两个 完全不相识的人 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不相识 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说完了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认识的人 你都不认识 你认识的人 我也都不认识 说完了 各走各的路 你还是不相信我 这我可没办法 我不是这意思 我愿意相信你 你呢 你会把这件事 跟别人说吗 我 我当然不会 我怎么会 那好 你就像相信自己那样 相信我吧 街上 厉清马路被晒软了 留下车折和脚印 一把钥匙欠进路面 不知是谁丢的 母亲不在家 女儿也不在家 过厅里的吊篮 垂下柔韧的枝条 几乎抚到地面 开着白色的小花 傍晚的阳光 在窗帘上布满橘红 窗帘微微飘动 厨房或是厕所里 传出有节奏的滴水声 不久 那座落地钟 简单地敲了一下 纷针叠在溜上 老人继续给女孩子 讲他少年时的故事 他家确实就在桥东 油烟店旁边 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 门长开着 门道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 我家住在桥西 打那儿以后 我挺愿意帮家里去打酱油 沿河边走一阵子 过了石桥 到那个油烟店去 就得经过那座小门 有时候能瞅见他 在门道里哄着弟弟玩 打完酱油 我就把装满油瓶的草篮子 搁在他家的台阶上歇歇 他瞅见我说 你又买酱油呀 他在门道里踢价 一把薅柱踢在半空的价 走过来瞅瞅 说买这么多呀 我说我们家人也不知怎么回事 特别能吃酱油 女孩子被逗得笑 真是吗 为了证明这个 我打开一瓶喝了一口 不闲哪 他说 皱眉咧嘴地看着我 那模样 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就又喝了一大口 说你要吗 你要就拿一瓶 我们家有的是呢 他说不要 就又开始踢荐 我说我还能一口 吃一整半大蒜呢 这会儿有人喊他 他就跑进院里去了 我坐在台阶上 等了一阵子不见他出来 提起草篮子 磨磨蹭蹭往回家走 一口吃一半大蒜 一点也不难 我也行 你吃过 吃过 我们班男生说我们不行 我就当场给他们吃了一半 其实一点都不难 只要忍着点 一会儿就不辣了 老人默默地想了一会儿 说 这他可跟你不一样 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 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 站在桥头也能看见 我绕到石桥底下 杂草老高 可是不算密 我用石笔 在桥墩上写下他的名字 写得恭恭整整 还画了一个 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 头发可是费了功夫 画了半天还是画不好 头发应该是黑的 画成白的 怎么也好看不了 我就东照西照 剪了一块霉来 霉呀 女孩子咯咯地笑 怎么了 又没画头发呀 她还是笑个不停 有一天 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 那天我们俩在城墙上得骂着 城墙下不远 就是那条河 开来一辆娶媳妇的花汽车 在城墙下的一个小院前停下了 五彩的绸子 砸成彩球 铺满车顶在悬挂下来 我们跑下城墙去看 怎么也弄不清 哪个是新娘子 女孩子说 要是我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看了一会儿 我们又去逮蚂蚂 我问小不点 你长大了结婚吗 小不点说不 我也说不 我又问小不点 你长大了不结婚 小不点说不 我说我也不 逮了一阵子骂着 我又跟小不点说 你坐过花汽车吗 他说没有 我说结了婚就能坐 那你结婚吗 他说你呢 我说你呢 他说你先说 我说你先说 他说 我就是没坐过花汽车 我说 反正我也结婚 我就带他去桥底下 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 小不点说 你要跟他结婚呢 我说你可别跟别人说 他说行 还说他长得是挺好看的 我说他长得比谁都好看 然后我们俩就在桥底下玩 一到夏天 那儿特别凉快 我们就用树枝划水 像划船那样 划了老半天 又给骂着喂鸡爪子草 狗尾巴草 喂各种草 还喂了河水 把结婚的事全忘了 那时候 我们才十岁 知道什么叫结婚呀 后来呢 女孩子问 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事 快回家的时候 我们俩吵了一架 小不点就跑到地岸上去 说要把这件事告诉虎子去 告诉和尚 告诉所有的人去 我只有一句话说 我说 你还说你要坐花汽车呢 他说 我也没说我要结婚呢 我说那你干嘛要坐花汽车 他说 哟哟哟 桥堆上的美妞谁画的 说完他就跑了 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梦了 一个人在桥下 待到快天黑了 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老人说 他告诉别人了吗 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 应该把桥堆上的字和画擦了 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 这不对 女孩子说 您不用怕他们 用野草沾了河水擦 擦成白乎乎的一片 然后沿着河岸回家 手里的蚂蚱全丢了 像所有的傍晚一样 太阳下去了 一路上河水味 野草味 爆米花和梅烟味 慢慢地 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 那时候我妈还活着 比我这会儿还年轻得多呢 一个人早晚会知道 世界上 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 更香的味了 那个臭小不点 他去告诉别人了吗 老人没听见 笑眯眯地想着往事 他又敢告诉别人 要是我 我就让他也活不好 老人心里一惊 想到了一件 没想到的事 他告诉了没有 那个臭小不点 没有 他没有 真没有 一个人最终 懂得原谅别人才行 老人说 真没有还是假没有 老人想了一会儿说 真没有 对 是没有 不过你得学会宽容 你自己也不见得全好 女孩子 愚怒未消 老人笑笑 可惜那支歌 往下怎么唱 我还是没想起来 你容我慢慢想 行吗 女孩子点点头 一心止遗憾 自己不会唱那支歌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在一片楼群中间的草地上 男人躺在那儿 用那本地图盖上眼睛 听风飞禅鸣 向日葵展开一圈耀眼的花瓣 追踪太阳 不久 一个老太太 拄着拐棍走到她身边 不出声地 惊恶地看了她好一会儿 然后把拐棍在地上使劲戳响 男人一咕噜坐起来 我当你是病到这儿了 老太太说 哦 我走得有点累了 躺在这歇歇 老太太依然心有余悸地盯着她 不要紧的 不要紧 不要紧 她说 伸伸懒腰打了个冷战 站起来跺跺脚 您知道太平桥在哪儿吗 老太太或者有九十岁 或者更多 眼睛是灰白的 太平桥 灰色的眼珠转动一下 怎么还有人问这个地方 您说还有人 多少年没人问了 她的脸不住地晃 上唇裹一裹下唇 仰脸看看四周的高楼 这地方 原本就叫太平桥来着 地图上写的可不是 地图 老太太极轻蔑地 瞥了她一眼手里的地图说 早多少年就不这么叫了 你找谁 叫得上太平桥来的人 我全认得 一个女的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人 谁还知道太平桥 老太太在心里横一声 她说她常到那座桥上 去站一会儿的 您说什么 老太太喝啰呆喘地笑起来 我都没见过太平桥 早拆了 我奶奶的奶奶 怕都没见过 会不会 现在还有个太平桥 不在这儿 那我可不敢说 我就知道有一个太平桥 老太太一路笑着 走远了 海潮淹没了太阳 接着又呼唤月亮 小坤说 这是不可能的 小坤说 好多年以前 他和天琪也是这么打算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 都以为 是找到了这样的地方 是 这我都知道 男人说 后来证明不是 后来证明 这不可能 他们不能 不证明 这不可能 月光很亮 月亮里那些烧暗的部分 据说是海 是一片荒原 阿波罗带上去的那座人类的标志 就在那荒原上 也许我们也是被什么更高的智慧 送到地球上来的 为了一件我们不可能理解的事 嗯 这很可能 很可能我们也是一种标志 上帝把他的动机藏起来了 你最近又写了吗 女人问 小说 没有 我不知道上帝是什么动机 不管什么动机 我们来了 人来了 小坤说 来了之后发现太孤单 哦 你等一下 我的梦想 又想起一点来 我出了森林 在一条路上走 一个人 看见很多房子 很多非常漂亮的房子 对 我想起来了 我走进那些房子 房子里没人 所有的房子里 都摆设得非常华丽 床呀 桌椅呀 灯呀 地毯呀 都布置得非常舒适 可是没有人 然后呢 我看遍了所有的房子 都没人 然后呢 我直发慌 使劲喊 还是没人 没有人 然后呢 哎 记不清了 女人叹口气 看着月亮 月亮挑逗着海 海边不得安静 胶着地涌荡 这是潮汐 是月亮和海的摩擦 在月亮和海之间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这力量开始于河时 是一个问题 这力量将结束于双方的安息之日 是没问题的 我有点明白我的梦想了 就因为一个人太孤单了 所以到处找人 小坤说的真对 最后找到了爱情呢 天奇也没说错 天奇也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真心去做的 可是能够互相彻底理解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都戴了剪面具 在父母那儿是一种 在朋友那儿又换上一种 在男人那儿一种 在女人那儿又是一种 大家都把自己包裹上一层东西 在剪人 这我们已经说过了 最后就只剩了一个指望 爱情 一个彻底自由的地方 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做 这太难得了 这不可能 他们没有做到 并不证明不可能 你就像在海上 在无边无际的水呀浪里呀 飘呀 颠呀 摇啊 想找到一个岛 把船拴起来 你躺在沙滩上也行 礁石上也行 不折不掩 随心所欲地歇一会儿 男女之间 赤身裸体地在一起 连那种事 都是一种象征 彻底地给予 和彻底地接受 整个一个人 整个一颗心 不需要任何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来掩饰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这太棒了 你知道吗 这太棒了 可以随意说点什么 不必用脑子 不必思前想后地 怕哪一句 说得有损自己的形象 又怕哪一句 显得自己不够尊重对方 这不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 小坤说得对 小坤 男人不以为然地笑笑 小坤还知道什么 还知道天琪 现在到哪儿去了 女人说 嗯 她知道 她还在找 找那不可能找到的东西 可怎么见得 就找不到呢 你刚才说那样的地方 太难得了吧 好 你承认那样的地方 太少太少了吧 好 我想你会同意 找到一个那样的地方 实在太不容易了吧 甚至错过一个机会 这一辈子就可能 再也找不着了 是吧 那好啊 又怎么样呢 你好不容易找到的 你会轻易把它失去吗 当然不 我凭什么要失去 但是你可能失去 我可以不失去 我可以尽我的努力不失去 哎 可惜 让小坤说对了 你怎么努力 你一旦感到可能失去 一旦怕她失去 你就会想把握住她 你就开始要猜疑了 你就会对她的一句话 想很多很多 拼命想弄清楚 她为什么那么说 你不想清楚 你就拼命让她解释清楚 可她只不过是 随便说说而已的 没动脑子 根本没动那么多脑子 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为什么要那么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 男人说 不愿意轻易失去 这总不算错吧 问题就在这儿 问题就是 这并不错 互相解释一下 这不对吗 否则怎么彻底理解 这也对 可遭就遭在 这也对 一切都对 可到最后 就是没完没了的猜疑 和解释不完的解释 成了习惯 成了习性 成了条件反射 其他的倒都忘了 这不是猜疑 也可以不叫猜疑啊 可你总在想对方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会不会使我失去它 不叫猜疑也可以 可是最后 你就不敢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了 因为有些想法 你自己也无法解释 你还敢说吗 海潮涌起来又落下去 涌起来又落下去 落下去又涌起来 对着月亮叹息 叹息声不知极离远 月亮只好按照自己的轨迹 运行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老天 我不知道错在哪了 男人说 不知道 女人说 也许万恶之源 就在猜疑 你害怕失去她 这一点都不错 也许应该相信 根本不会失去 凭什么呢 什么可以保证 根本不会失去呢 也许不想解释 就别解释 不是不想 是不能 是无法解释 那就别解释 可她想知道 不解释 只会使猜疑加重 她可以不问 她可以嘴上不问 她眼睛里和心里 不可能不问 另一方呢 随时感觉到她在问 心里也别问 心里也不问行吗 咱们又说回来了 除非你不怕失去她 这办得到吗 你要是不怕失去她 你也就不会 那么想要得到她了 夏日的长昼 为荒原提供了 充足的阳光 上千种植物 纵横挥洒 把天底下的地方 全变作绿色 上千种野花怒放 雪水融成的溪流 在草下深展开 四处闪光 鹿群自在长阳 偶尔踏入溪中 便似播响了 原野的琴声 金属式的阵产声 久久不息 公路的鸡脚已经长成 剥落着柔软的表皮 变得坚韧了 它们有一种预感 冥冥中 有种神秘的东西 将要降临 搅扰的它们 又焦躁又兴奋 这东西是什么 还不知道 它们一有功夫 就在带刺的矮树上 磨砺自己的双脚 也是听评了 冥冥中神秘的指使 母鹿们悄悄观察着 公路的举动 安详地等待着 某一天的到来 半山腰上 懒洋洋的狼裙 在晒太阳 或卧或躺 密封着绿油油的眼睛 傲视一切 除了太阳的移动 其他都不放在心上 幼狼不见了 有的已半途夭折 活下来的都长大了 长得无比健壮 混同于它们的父母 为皮毛的色泽 显示着年轻的欲望 没有老狼身上 累累的疤痕 偶尔爆发出低凹 也缺乏老狼眼睛里的沉稳 老狼转动着耳朵 养精蓄锐 对周围发生的事 了如指掌 男人说 我并不是要占有一个人 女人说 你要只是想得到一个人 那就好办了 可能有那样的人 一辈子都是你的 可你做梦也要想的是 一块自由之地 这样你一旦害怕失去 他就已经失去了 中午的太阳轰炸着城市 最热的时候 到处都是太阳的声音 人差不多都躲起来 洒水车 无精打采地开过去 敷衍着响几下铃铛 水就像是洒在 稍热的壁炉上那样 辩薄缩小 说不定还有几个水珠 滋滋地滚动几下 然后消失 水泥路面上浮着一层 抖动的蒸汽 使一只过街的野猫 变得弯弯曲曲 野猫仓皇奔逃 窜进一幢大楼的阴影里 卧下来喘息 回过头去望 不明白那些闪光的地方 是不是一条路 路边 树荫遮不到的地方 有一条石凳 站会儿吧 就站会儿吧 两个人站在 梧桐树的影子里 如果稍微解释一下呢 男人说 稍微 女人看着他的影子 怎么稍微 主要是表明愿意解释 是否解释得清楚 倒不重要 倒在其次 男人的影子 像一个日轨 女人说 那不知又会引出 多少需要解释的东西来 会吗 解释不清的解释 就又是一个新问题 新问题又需要解释 又解释不清 这就没完了 我们干嘛一上来就不相信 是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呢 太阳解释得清吗 太阳 太阳自古以来就待在那儿 像现在一样 坦坦然然 不隐瞒什么 万物都与它有关 关于它 一定有一个清楚的解释 默默地存在着 不妨这么相信 可是自古以来 关于它 有多少回解释 就有多少回 尚待解释 那回小坤 只是对天奇说 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他说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他确实只想 一个人待一会儿 天奇说什么了吗 他不是什么也没说 就立刻到过厅里 写他的东西去了吗 还要他怎么样呢 关键就是句 还要他怎么样 小坤要他怎么样了吗 他完完全全 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没其他意思 可天奇 什么也没说 就出去了呀 是什么也没说 可你看他那脸色吧 他把门使劲一关 砰 使劲那么一关 心里就是说的那句话 看你还要怎样 不不不 这是小坤的误会 天奇绝不会说 看小坤你还要怎么样 绝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他是说 意思是说 小坤你还要我天奇怎么样呢 这不一样吗 这不一样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好吧 关于这件事 他怎么跟你说的 天奇说 他知道是因为什么 什么因为什么 他知道小坤 为什么说 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就因为上午 天奇要写东西 那天是礼拜日 第二天 他必须把那篇东西 写完交稿 他就对小坤说 你带着女儿出去玩玩吧 或者上谁家 去串个门吧 就因为这个 小吴小坤回来 就不搭理天奇 就说他也一个人 想待一会儿 让天奇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是不是这样 根本不是 他就是随便那么一说 他那会儿心烦 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说漏了 心烦 心烦什么 哎哟 请问 人可不可以 有心烦的时候 当然可以 天奇也没说不可以啊 可天奇不知道 他为什么心烦 问他他也不说 就让天奇出去 心烦什么 天奇一写东西 就烦小坤 不想让小坤在他身边 这样的事儿好几次了 好几十次 好几百次了 写东西的时候 就怕人打扰 这我懂 你是这样 可天奇不是啊 是怕人打扰 对这点 小坤应该能理解 对这点 开始小坤非常能理解 可后来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儿 实际上 天奇认为他干的事儿 小坤一点都不懂 其实他根本就 看不起小坤 哎 这不对 天奇总是跟我说 他心里要是没有爱情 他简直就不知道 为什么还要写诗 写小说 心里的爱情 可这不一定 是指小坤 这你可错了 他总是说真正的爱情 只有一次 也许是下一次 为什么不可能是下一次呢 也许他已经感觉到 这一次不是真正的了 那 那是小坤要那么想 小坤不会无缘无故 那么想的 比如说 那心里的爱情 要是指小坤 天奇为什么还担心 没有爱情 他担心了吗 真是怪事儿 他什么时候担心了 他说心里 要是没有了爱情 干嘛还要写诗写小说 这话他说了吧 这还不是担心是什么 哎呀 他说的是 要是 是说如果 是说假设 假设 他根据什么 做这样的假设 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 会想到要假设 人类毁灭吗 他随便一说罢了 爱情可不是随便一说的 你这么随便一说 他心里会怎么想 那怎么说 一说爱情 就得像写一本书那样 自真俱拙 再加上一二三四 一大堆注是吗 我没说要那样 可随便一说 跟随便一说 可以完全不一样 天奇要不是感到 他心里的爱情 已经不那么来劲了 他不会这么随便一说的 任何看来偶然的东西 都有必然的原因 你只听了小坤一面之词 对不起 你也是 你也只听了天奇 一面之词 天奇不是担心 自己不爱小坤了 而是担心小坤 不像过去那么爱他了 这种担心 完全没有必要 这担心 一点根据也没有 是是是 只可能天奇 腻了小坤 不可能小坤 不爱天奇 小坤担心会这样 当然 哦 你别钻空子 他这担心是有根据的 你别笑 天奇既然总是担心 小坤当然就会担心 天哪天哪 这一点都不可笑 天奇既然总是担心小坤 不像过去那么爱他了 你让小坤怎么办 小坤不知道怎么办 才能让他感觉到 还是像过去那样 事实上 还是跟过去一样 小坤就会担心 怕哪句话说得不合适 又加重了他的担心 小坤是担心这样 时间长了 天奇就不会再像过去 那样爱他了 好了 咱们都别把自己的感情 加进去 你就客观地说说 小坤那一面之词吧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一座座高楼 在烈日下昏睡 有家阳台上挂了一串小尿布 滴垂着一动不动 有人在屋子里伸揽腰 书吊在地上 没有声音 有些话只是我们女人之间 才能说的 嗯 我懂你的意思 是只有我们女人 才能感觉到的 那不见得 比如说那天晚上 天奇希望他们 能好好地亲热亲热 可小坤一晚上都不理他 那是因为天奇 一下午都不理小坤 天奇正是想这样 来打消白天的误会 希望打消 出于这样的考虑 那简直像一个谈判会了 一个交易会 好家伙 没想到小坤会这么想 天奇可是真心的 每次都是吵了嘴 天奇就会变得更亲热 这不对吗 你一想到对不对 就已经不自然了 已经不敢为所欲为 想说什么说什么了 生怕这个谈判会失败 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所有的动作都不对劲 都像隔着一层什么 都是技术性的没热情 每时每刻都有一种作戏感 男人不说话 女人希望他能反驳他 天奇是在应付他 女人说 仍然希望男人能反驳他 男人看着楼顶上 落着的一只鸽子 至少小坤是这样 女人说 生怕哪儿做错了 总以为已经做错了 生怕他已经看出来 他是在应付他 他仍然给男人 留着反驳的机会 天奇不知道 他还能怎么办 男人说 小坤现在还盼着天奇 回来呢 可是不知道他在哪 他就像在梦游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 他回来又能怎么样呢 小坤又怕他回来 天奇要是知道 这一切都错在哪了 他就会回来 他要是能找到 最初的那个梦 就好了 那就好了 就可以慢慢 全都回忆起来了 荒原变成黄色 变黄的速度非常之快 公路猝不及想 一夜之间领悟了 冥冥中神秘的安排 他们赞叹 并且感恩于 那神秘的旨意 在秋天的太阳里 隐行高歌 公路的嗅觉呼得 百倍敏锐 母路身上浓烈的气味 赋予他们灵感 启发他们的想象力 弄得他们激情满怀 公路一遍一遍地 唱着情歌 抑郁败道在母路脚下 抛弃以往的威严 仙巧的母路 皎洁地躲避着 公路的祈求 但只要发现 公路稍有带顿 母路们又及时地 展示自己的魅力 引诱的公路 欲罢不能 他们要把他们的浴火 烧得更旺 更猛些 上帝要求他们 造就出坚忍不拔的英雄 造就出真诚的情人 造就热情不衰的丈夫 和强悍而智慧的父亲 路族的未来 要求公路具备这些气概 要求母路在这黄金的季节里 卖弄风情 公路知道 他必须赶快找一片开阔地 必须在那迎候优秀的敌手 必须振作起雄风来 赢得他的义中人 千牛花 不知疲倦地吹着号角 前赴后继 向日葵热烈的情怀 甚至烤焦了自己的花瓣 夜里 夜来香 芬芳四溢 浓郁而沉着 日日夜夜 母亲对女儿说 你最近活得好吗 还可以啊 女儿回答 你觉得有点意思了吗 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不敢反对 你给那个男孩子写信 母亲低着头说 再给女儿织一件毛衣 有一事件非常好的事情 母亲又说 不过你还不到十五岁 母亲说 你们还都不懂 爱情有多么严峻 你们将来会懂 你们现在还只是友谊 母亲抬起头 发现女儿已经不在跟前 大门咔嚓响了一下 母亲走到过厅里 侧耳细听 一串清洁的脚步声 下楼去了 当我年幼的时候 女孩唱道 然后问老人 对吗 对 当我年幼的时候 母亲教我唱歌 对对 就这样 在她慈爱的眼里 隐约 是隐约吗 在她慈爱的眼里 隐约闪着泪光 哎 你唱得可真像 老人说 还是你行 下面的歌词 还没响起来呀 没有 女孩子又把前面的四句唱了一遍 人这一老可真麻烦 后头的词我怕是再也想不起来了 女孩子又唱了几遍 发现自己原来能唱得这么好听 一时也感到惊讶 我想送给你一只鸟 老人说 送给我 真的 我随便挑吗 哦 老天爷 你慢点 慢点 不是这些 这几只跟我熟了 这几只跟我熟了 给你 你也养不活 那给我哪只 我家里有只鹦鹉 先进敷了几只小鹦鹉 等再长大点 我给你带来 那些小家伙 准保你喜欢 我们同学家就养着鹦鹉 哎哟 真叫好看 什么时候给我带来 别忙 等他们再长大点 要不我自己上您家拿吧 你也是个急脾气 老人笑笑 女孩子也笑 都是让我妈说的 我妈老说我是急脾气 我就真是个急脾气了 他们坐在那块大树根上 看着那些鸟 花梅在夏天的末尾 叫得更加婉转月儿 变化万千 不辞辛劳 暑气消散 行人的脚步 显得悠闲 该你给我讲个故事了 老人对女孩说 我 讲个故事给您 干嘛呀 不干嘛 我都给你讲了 我还给你鸟 你也该给我讲一个了吧 那行 讲什么 你看了那么多小说 你还不知道 好吧 可我不知道 您想听什么 什么都行 你要想当作家 你就得会讲故事 嗯 那好吧 甭那么认真 随便讲一个就行 嗯 老人鱼海 行吗 我就知道 你憋着坏主意呢 那你还不如 讲个老人鱼鸟呢 真是老人鱼海 我不骗你 好吧 那就讲个别的吧 老人鱼海也太长了 行 我想起来了 女孩子 理理头发 做得端正些 仿佛将要做一件 极其严肃的事 有个卖棺材卖花圈的商店 女孩子讲道 好丧气 你怎么想起要讲这个 不不不 没关系 谁早晚不得死呢 有一天晚上 这店里来了个顾客 是个老头 小伙子谁去那儿啊 讲吧讲吧 我爱听 胖老板娘就问 您买点什么呀 没这么问的 你当是平常的商店呢 要不您讲 好好好 人儿不大 脾气可不小 我听着 老头说要买花圈 胖老板娘问买几个 买一个还不够 还买几个 你可真会糊弄我 真的 书上就这么写的 老头跟老板娘说 您帮我算算得买几个吧 一个母亲送给儿子的 一个儿子送给父亲的 老人不再打岔了 盯着他的鸟 听着 一个哥哥送给弟弟的 一个妹妹送给哥哥的 一个外甥送给舅舅的 一个姑姑送给侄子的 一个孙女送给爷爷的 一个表姐送给表弟的 哎呀 我都说乱了 多少个了 没记住 你说这么快 老人觉得这故事 倒真是很新奇 出乎意料 人一共能有多少亲人吧 您说 哎呦 那可就多了 没算过 反正他就要买那么多花圈 一辆汽车也拉不完 缎带上的称位都不一样 怎么会所有的亲人 一下子都死了呢 这事可太惨了 胖老板娘差点乐疯了 胖老板娘都不是好东西 他一年也未必卖得出去 这么多花圈 他店里所有的花圈 加起来还不够呢 他就跟老头说 您把住址留下来吧 等我们做够了 一块给您送去 老头说什么也不留住址 说他过几天 自己来取 这为什么呢 是啊 老板娘也有点疑心了 他先是以为一架飞机失事了 正好老头的亲人都坐在上面 老头走后 老板娘越想越不对劲 怎么死的人都是男人呀 爷爷 父亲 儿子 舅舅 侄子 哥哥 表弟 怎么全都是男人呀 这可倒是 老人连连点头 他是不是要把他家所有的男人都杀了 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坏女人呢 哎哟 老人紧张地看着女孩子 头和身子都有些抖 这么大岁数了 可别这么着 后来老板娘就跟踪那个老头 终于弄清楚了其中的秘密 您猜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您猜 我猜不着 不是像老板娘想的那样吧 是 就是像老板娘想的那样 老人盯着女孩子 蒙了半嗓 最后拍着腿说 这是何苦呢 哎 这是干的什么呢 女孩子咯咯咯地笑起来 笑得蹲在地上 不是 我骗您呢 他笑够了 就是坐在地上 继续讲 那老头 其实是什么亲人都没有 压根就是他一个人 他怕将来没人给他送花圈 那些花圈都是他给自个准备的 出乎女孩子的意料 老人一点都没笑 您听明白了吗 爷爷 父亲 侄子 舅舅什么的 都是他自个儿一个人 老人还是不说话 单是动了动鼻子 又过了半天 老人咳嗽了一阵 还是不说话 光是挪了挪腿 女孩子有点心慌 这小说叫什么名 我也忘了 我看书从来不记名 你说这事是真的吗 反正书上是这么写的 没准瞎编的吧 画眉不住地提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一 一轮巨大无比的落日里 一个人在拉琴 男人寻找太平桥 经过这个人身旁 便向他打听 拉琴的人不回答 只顾埋头拉琴 别人告诉这个男人 你怎么问他呀 你仔细看看他 拉琴人的目光 呆滞得像是已经死了 凡事的景物 只不过在他的瞳孔里 流过罢了 你再仔细听听他的琴声 琴声永远重复着 那七个或八个音符 间隔长短 亦为一律 凡事的音响 不再惊动他 这是个傻子 很美很动人的 一个白痴 男人只好继续走自己的路 太平桥 太平桥 必定在某个地方 我找遍了所有的屋子 都没人 我走过街道 穿过花园 走上长长的走廊 又高又陡的台阶 走到大墙的拐角 假山背后 草坪上 和草坪上的树丛里 到处都不见人 然后 我可以如实说吗 当然得如实说 男人说 那种试梦的方法 唯一的要求 就是实话实说 然后我又走进一座大厅 这时候 我忽然看见一个人 向我走来 一个女人 那我可就如实说了 是怎么就怎么说 那女人赤身裸体 一丝不挂 身体的每一部分 都非常丰满 非常成熟 你懂吗 非常匀尘 健康 你懂吗 焕发着光彩 焕发着欲望 连我心里都一阵 她从幽暗中 向我走来 无声无息的一道白光 走得极其散漫 极其舒展 极其不管不顾 肆无忌惮 极其 什么 不 女人想了一下 才又说 当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 我才发现 那是一面镜子 你懂吗 镜子 我懂 好大好大的一面镜子 男人点了一下头 抽着烟 把我吓死了 吓得我赶紧跑开 到处去找衣服 这时候我已经听到 四处都有人声了 所有的屋子里都挂着衣服 可都是别人的衣服 没有我的衣服 我想不起来把自己的衣服都脱在哪了 所有的衣服我穿着都不合身 挺费劲地套上一件 又挺费劲地揪下来 这时候 人生越来越嘈杂了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东找一件 西找一件 好歹穿起来 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我这么一回头之间 发现原来 在我穿衣服的屋子里 早都坐满了人 幸好人们都在喝茶聊天 像是没注意到我 我慌忙往外溜 贴着墙往外溜 有人挡住了我的路 我也不敢出声 提心吊胆地等着 等人走开时 瞅准机会溜出去 哎呀 心里想这下可喘口气吧 找个地方歇会儿 忽然又听着笑声 所有的人都在笑 都在看我 原来他们不是没注意到我 而是一直都盯着我 看我做出那么多可笑的表演 我那身衣服 确实花花绿绿地 不伦不类 像个马戏团里的丑角 我越是想把衣服衬衬平 整理得像点样 笑声就越是一浪高过一浪 女人一停下 虚一口气 虚一口气 也是潮水那样不平整 男人靠眼神安慰她 还有秋光在安慰她 她就又说下去 然后我走在城郊的路上 然后我走在野地里 然后我蹚过河上了山坡 很高的山腰处 是黑色的森林 我往那儿爬 我在一条土路上爬 一边是峭壁 寸草不生 一边是悬崖 悬崖下 云雾缭绕 峭壁随时要倒下来 悬崖随时要塌下去 前面出现一个隧道拱形的洞口 我爬进去 心想 只要能再爬出来 就是森林了 森林那边就是海 可这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是个隧道 而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洞 数不清的金属拱架 支撑着圆形的穹顶 我只好又往回爬 可是回去的洞口也被封死了 拱架支撑不住洞顶 整个洞就像一口大锅扣下来 把我扣在了里头 我看见那教堂一样的穹顶上 有一个洞 我攀着拱架爬上去 挣扎着想挤出来 洞口很小 把身上的衣服又全都挤掉了 这才算走出来 又是那么赤身裸体地掉在地上 回头看那洞口 又有一个人挤出来 也把全身的衣服都挤掉了 挤得浑身鲜血连连 他长得很像我 但我知道那不是我 那幸亏不是我 那个人挤出洞口 一下子掉下悬崖去了 你的女儿最近情绪稳定点了吗 不 那不是她 绝对不是 这我非常清楚 我爬到悬崖边往下看 深渊里竟是一片和平的景象 催烟鸟鸟 防射错落 鸡犬声此起彼伏 车水马龙秩序井然 有个男人拿着麦克风在唱歌 歌声悠扬又凝重 姿态又放荡又真诚 我在悬崖边 想寻一条路下到深渊里去 可是找不到 一看见一条路 悬崖就轰隆隆塌下去 一大块把路塌没了 那个男人唱的是什么 很多也听不太清 可这很重要 对解释这个梦很重要 好像有这么一句 我听不太清 可我能感到总是有这么一句 今天你来了 我不再忧伤 让我忘掉你 曾漂泊远方 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 鸟儿在天上飞得舒缓 落叶在脚下嬉戏 落叶就像玩累了的孩子 躺在床上 还要一直玩进梦乡去 山里的山楂红透了 山里五彩斑斓 庭院中的柿子树 硕果累累 使人想起春天的连翘 但比连翘黄得沉重 偶尔一两个柿子落地 怦然有声 河水又深又宽阔 流得很平稳 忽然有一天 记不住是哪一天 蜻蜓都不见了 知了也不叫了 男人说 再没有比梦更诚实的事了 那大概免不了是深渊 就算是吧 女人说 可在梦里 我还是诚心诚意地 想要找一条路下去 我想不必 既然你看出是深渊 就不必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下去 我是想下去 只是希望那不是深渊 这样就好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 咱们可以不让它成为深渊 他们看见一个老人 推着婴儿车 走在一棵大树下 树冠如一顶聚散之开 露下斑斑快快的秋阳 男人说 以我看 天琪和小坤的全部错误 就在于他们一定要结婚 哦 男人又说 结婚这东西 纯粹是一种人为的保证 天真的愚蠢的条约 问题不在这儿 女人想 可能没这么简单 就怕没这么简单 这东西 压根就不该有 一有它 人就害怕失去它 一有它 就说明人害怕失去它 结果反而失去它 所以 不如干脆没有这个形式 这样就能打消怕失去的心理 对吗 我不知道 你先往下说吧 要是能彻底理解 要真是自由之地 就不需要这条约来维持 要是没有彻底理解 根本不是自由之地 这条约 就压根是狗屁 对对 要是不想失去 就先别怕失去 这行吗 行不行也是它 你越怕失去 你就越要失去 这不错 推婴儿车的老人 走过一棵小树 一片落叶落进车里 老人把它捡出来 天奇和小坤互相失去了 就因为他们曾经 太怕失去了 他们现在又互相寻找 是吗 这样他们失去的 只是那种 怕失去的心理 天奇也在盼望 回到小坤身边来 是吗 你有一万块钱 你就怕丢 你丢了 你就难过得要死 你没丢 你也紧张得要命 你真的不知道 天奇现在在哪儿 你不如相信 那一万块钱 根本就不是你的 你本来就没有 结果你有了 你就喜出望外了 一样的事 真对 真对 咱们反正是 什么都没有了 来到这世上 一无所有 咱们不怕失去 失去 顶多还是像 刚来到世上时那样 咱们本来已经失望了 结果咱们又找到了 希望 是吗 正是 正是这样 啊 太棒了 他们看见 那老人走在河边 河水里映出老人 和那婴儿车的影子 老人走得那么缓慢 车里的孩子 大概在这温馨的秋风里 睡着了 行了 我想咱们可以开始了 咱们可以 毫无顾忌了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梦 这不妨就是 你那梦的继续 你的船 终于到了那个岛 本集内容 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 石铁生 演播 海一 行了 我想咱们可以开始了 咱们可以毫无顾忌了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梦 这不妨就是 你那梦的继续 你的船 终于找到了那个岛 那个岗湾吗 那片沙滩 你可以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地歇下了 不管是躺在沙滩上 还是趴在礁石上 我怕这是梦 你别怕这是梦 这就不是梦了 我可以相信 这不是梦吗 或者不如像你说的那样 就当咱们是陌生人 那就可以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了 说完了各走各的路 可以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吗 完全可以 嗯 我要的只是这个 那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过树林 走过他们的身旁 车里并没有孩子 而是五六只鸟笼 笼子上照着粗大针线缝成的笼套 画眉都不叫 西流和钢琴 山谷和圆号 屋边的圆野和小号 落叶与长笛 月光与提琴 太阳和铜箔和定音鼓 公路的角斗声 像众神纵情的舞步 时而烧停 时而爆发 开天辟地 狼群秉息地听 那角斗声远远传来 也令年轻的狼胆战心惊 他们不禁信服了老狼的忠告 老狼偶尔看一眼太阳 教会年轻的狼 识别山和溪流的色彩 识别原野的风 这是鹿的节日 在这日子里 鹿拥有着天地万物 乃至整个宇宙 开阔的角斗场四周 母鹿们显得不安 也不时遥望着太阳 白昼越来越短了 公路也注意到这一点 大地再偏斜一点的话 北极的寒风就将到来 那时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他们必须尽快战胜对手 和自己的情人欢聚一堂 以往的艰辛的迁徙和跋涉 都是为了现在 他们记得遗留在冰河上的 那些美丽灵魂的嘱托 鹿族的未来 将嘲笑任何胆怯 将谴责哪怕一秒钟的 松懈和怠惰 他们拼着性命 要留下英明 他们的身体里 留着祖先的血液 千万代祖先 曾经就是这么干的 公路用前蹄跑土 把土扬得满身都是 舞动着华丽而威武的双脚 如同捂着祭奠的仪仗 他们跪倒 祈求苍天 再多次给他们些智慧和力量 苍天默默不语 只让秋风 一遍一遍地扫荡 一丝一缕的愚昧 公路幡然猛醒 抖擞着站起来 存心忘掉失败的可能 把天地之气推上胸膛 推向肩头 镜向 集中到脚上 又韵便全身 狂吼着冲向对手 公路的性子爆裂起来 甚至不亚于狮子 整整一个夏天的筑备 使他们的力量 不亚于一头熊 吼叫声 搏斗声 死风卷万千惊奇 烈烈不息 有过发情的公路 杀死狼的记载 老狼站起来 不露声色 带领他的部族 悄悄向下风头转移 在那儿 鹿群闻不到狼的气味 狼却可以知道 鹿的日子 还剩多少 鹿的节日 终归会过去的 那时候 幸运之神 将垂青于狼 此刻人间 男人和女人 形影不离 自在周游 不舍昼夜 窃窃私语 荣为秋生 浑霄破荡 化作落叶星红 寒冷到来之前 鹿的营地上 开遍最后一批花朵 得胜的公路 昂首阔步 脚上挂着 失败者的带血的毛 和最漂亮的母鹿们成亲 公路终于 博得了母鹿的赞许 日夜轮流 做他们的媒人 小浩轻柔地吹响 母鹿以百般温存 报答公路的骁勇 用舌尖铁平 铁一样胸脯上的伤痕 袁浩生 镇定如山 公路甚至傲视苍天 母鹿并不急于 满足公路的欲望 让他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 听一听落叶中的长笛吧 再去领悟自然的命令 战败的公路 渴望来年 大提琴并不奏出怨恨 年幼的鹿 在西边饮水 在钢琴声中 对未来浮想翩翩 傲慢的公路有些惭愧 母鹿这才授予他权利 公路便把日赐其精 月赐其华 全部奉献给母鹿 奉献给后世子孙 在那一刻 体尝了雄性的辉煌 与快乐 胸腔里 喉咙里 发出阵阵鼓声 构成四季的最强音 母鹿在喜庆的日子里 不禁忧伤 他们知道 这奉献对公路来说 意味着什么 母鹿凭本能 察觉到不远处的狼群 在这欢乐的交响之中 闪烁着不祥的邦声 天上人间 男人和女人神游六合 似洪荒之婴孩 绝无羞耻之念 说尽疯话傻话 呆话蠢话 恰幽名之灵鬼 不识误界之规矩 为所欲为 九神把五神 灌得酩酊大醉 五神给九神 套上了魔舞鞋 五的秋风大作时 枯枝败叶漫天飞卷 五的秋雨缠绵 成熟的种子 落入水中 随之漂流 将在一个命定的时辰 一个命定的方位 埋进土地 注定未来的生活 将有另一种结构 女儿为那座古老的 落地钟上弦 她和那座钟一般高了 钟的旁边 有一盆白色的菊花 钟在夜里敲响 总是吵醒她 一醒来便看见钟摆上 跳着月光 有些害怕 幸亏还能看见 这白色的花瓣 也在月光下洒开 便觉得明天 准有好事等着她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遥远的清平弯》 作者石铁生 演播海衣 老人身着黑色秋装 给女孩子带来一对白色的鹦鹉 女孩子穿了一身红 两只呢 都给我 女孩子喜出望外 这是一对 分开了哪只都活不长 我们同学家的鹦鹉 是带色的 有绿的 有蓝的 那样的好找 老人说 白的你问问 有几家有 我的鸟 都是好品种 真白呀 像雪一样 那是当然 等下了雪 你比一比去 把雪都比黑了 我能拿起来瞧瞧吗 拿吧 就是给你的 女孩子把插在婴儿车上的两根木棍摘下来 每根木棍上 站着一只白鹦鹉 腿上都挂着金属链 您家也有这样的婴儿车呀 我的孙子自小跟着我 这会儿都大了 这车没用了 冬天出来遛鸟 我用它当拐棍 我们家也有跟着一模一样的婴儿车 是我小时候做的 现在也没用了 老人把画梅笼子挨个儿挂在树上 摘下笼套 画梅愣一会儿 一声一声叫起来 你妈一个人把你带大 可不容易 老人说 可不嘛 上班下班她推着我 有一会儿下雪天 她摔了一大跤 把嘴都摔流血了 那会儿我光会哭 可你还说你妈是个老朽 我什么时候说了 没说就好 我光是说 她有时候有点保守 那怕什么的 当她面我也没这么说 我们俩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带大一个孩子 你以为容易吗 女孩子把两根木棍并拢 让两只鹦鹉靠近 一只稍微大一点 一只小一点 夏天怕热着 怕中暑 中了暑就拉西 得吃货香挣汽水 孩子懂什么 不喝 不喝就得狠狠心 往下灌 我最不爱喝那种药 又辣又呛嗓子 天凉了 又怕得感冒 打针吃药 孩子知道什么 打着体儿哭 哭也不行呀 针还是得打 打得小屁股 肿成疙瘩 两只鹦鹉 互相啄了啄嘴 换了个位置 这只跳到 那根木棍上 那只跳到 这根木棍上 女孩子在想 把两根木棍分开 可不行了 最怕得肺炎 喘气又急 又不吃东西 身子缩成一团 像个绒球 没精打采的 得用葡萄糖水 把土霉素化开了 掰着嘴 一滴一滴望里味 弄不好 能要了命走 我得过肺炎 我还住过院呢 我妈说 我差点死了 饿瘦了 身子虚了 再光给苏子吃 可不行了 给苏子吃 苏子是什么呀 苏子都不知道 苏子还不好买呢 前些日子 我托人在乡下 买了十斤好苏子 等回头 我给你点吧 我没吃过苏子 也许小时候吃过 我给忘了 要是大便干燥 得喂苹果泥 要是消化不良闹肚子 就给喂点大蒜泥 要是身上脏了 你就弄盆水 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 咱们会自个儿跳进去洗 洗一会儿就得 别让身上都湿透了 您说谁呢 听着别打岔 经常也得吃点昏心 拉拉姑 芝料 油葫芦 蜘蛛 什么的都行 有种叫三道蚊的蜘蛛 鸡背上有三条蚊 最好了 吃蜘蛛啊 冬天没这些东西了 就养点 蝗虫粉 就是粮食里长的小虫 放在瓦罐里养 温度在十五到二十五度之间就行 您是说鸟呢吧 是啊 你这老半天听什么呢 女孩子大笑起来 我还当年是说孙子呢 我说的呢 怎么给人吃蜘蛛 吃拉拉姑啊 她又笑地跪在地上 两只白鹦鹉有些惊慌 还说什么 三道蚊蜘蛛 你可真逗 几道蚊的人也不能吃呀 老人的脸腾得红了 呆愣着说不出话来 光艳唾沫 她才想起来 原来是要说自己的孙子来着 怎么就说到拉拉姑上去了呢 一瞬间 她真感到自己是老了 说着说着 就弄不清再说什么了 近来她常常把人和鸟弄混 把年月弄混 把天和地都能弄混 老人闷闷寡言 一直到和女孩子分手 女孩子一直在笑 和那两只鹦鹉玩得开心极了 我得走了 一会儿我得练嗓子 我决定学唱歌了 看着女孩子端着白鹦鹉走远 老人心里空空落落 这时她忽然记起那只歌 后半部分的歌词来 她在心里唱了一遍 分明丝毫不错 她想喊住女孩子 喊她回来后 告诉她怎么往下唱 那样女孩子 又可以跟她多待一会儿了 可是那红色的身影 和那两个小白点 已经走得看不见了 那只歌的后半部分 是这么唱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 唱这首难忘的歌曲 我心酸的眼泪 滴滴 流在我这憔悴的脸上 终于狼的日子来了 老狼猛地站起身 眼睛里焕发出绿色的光彩 刹那间便发动起全部力量 斩臂疏腰 敏捷的脚步赋予弹性 喉咙里响着喜悦的古典 吸动鼻翼 甚至向年轻的狼们笑了笑 年轻的狼们一开始有些惊慌 不知发生了什么 老狼便立起耳朵 示意他的部下们仔细听 远处的角斗声早已停歇 疯狂的婚礼也已结束 草原上围鱼寒风 一阵紧似一阵 风中有疲惫的公路的喘息声 年轻的狼们欣喜若狂 不能自治 老狼却又蹲下来 把自己隐蔽在山石后面 但浑身的筋肉都绷紧着 胸脯极具起伏 年轻的狼们好不容易安静下来 也都找到了各自的隐蔽锁 本能教会他们拉开距离 形成一个包围圈 听觉 嗅觉 视觉 不放过一丝风吹草动 公路把体内的全部精华 奉献出去之后 迅速地衰老了 力竭 精疲 步履为奸了 鹿群要往南方迁移了 到越东地区 公路跟在浩荡的队伍后边 蹒跚而行 距离越拉越大 母鹿回过头来看看他 练练的 但知道在自己的腹中 寄托着鹿族的未来 于是心被撕成两半 公路用视似如归的泰然神情 来安慰母鹿 并以和解的目光 拜托他往日的情敌 当他确信自己 绝无力气 在冰封雪洞之前 赶回家园的时候 他停下了脚步 目送亲朋好友 渐渐远去 他知道狼 已经准备好了 他还记得父亲 当年的壮烈牺牲 现在轮到他了 公路都有一天 要做那样的父亲 这不值得抱怨 这是神赐与雄性的 光荣的机会 不如把所余的力气 积攒起来 以便对付那些 等了他一下天的狼 公路钦佩山腰上 他的敌人的任性 和毅力 老狼看见了老鹿 老鹿知道老狼 看见了他 老狼一秒钟之前 还蹲着 一秒钟之后 一秒钟之后